为我独尊,又作为我独尊,为世界之中为我罪罪罪上。 据长阿涵卷一大本经记载,世尊由其母摩耶夫人之幼邪下出身, 朵得之后,独行七步,便观四方,举手言,大一,四下,天上天下,为我为尊, 据世门归尽以卷上载,因印度当时民情风俗所重之九十六种外道皆字号为大圣人,天人师, 世尊为绝邪归正,故世献此乡,表示三界之中,为佛独尊,当就度天上天下,为天人尊,断生死苦, 使一切众生的大安乐,而其余皆邪道,非众生所能医护,故有,天上天下,为我独尊,之语。 后世乃套用佛典中,为我独尊,义语,转而形容一个人自尊自大, 含有则其交望之意,或用以推崇某人于某方面之成就无人能及,而加以赞许。 过去现在因果精卷一方广大庄严精卷三,有部皮奈耶杂士卷二十,大唐西玉记卷六,批四千四百二十三。 唯物论,为,唯心论,观念论,之对称。 在佛教诸宗派中,华言宗主张,三界唯一心,心外无别法,唯实法相宗义友,唯实无尽,等说,故一般评为唯心论。 对此,天台宗则强调破除执着于唯实之观点,而称离物质,色,则无心,离心则无色, 亦即主张色心不二,色心双聚,唯心即唯物,唯心唯色,并未若就究极真谛上而言,色与心本皆是空,无自信,故意无色,心之一同可言。 指观益力卷上,参阅,观念论,6960,P4423。 唯性超,全益卷。 日本圣诀,1167,1235,转。 收于大正藏第83册。 计数念佛往生之要义。 圣诀以缘空灭后,一念多念,意义繁星,乃路诗诚之实意,排除诸家之偏执,这诚诗书,以其能导入正性。 著书有唯性超文艺艺卷,唯性超移艺卷,唯性超注解七卷等。 P4423。 维贤简则,出自禅宗三祖僧灿之性新名,其中,至道无难,维贤简则,一句,为佛祖之大道,本来平等,无阶级无差别,自由自在,为因众生之简则,增爱而生难易之别。 若无取舍增爱,则十方通畅,八面玲珑。 P4423。 为敬无实,为,为实无敬,之对称。 细承认外敬为实存之主张。 有宗护法论师主张为实无敬说,为一切诸法皆为心所现,唯有内在心时,而无外在境界,对此,印度中官派空宗清辩论师则认为于真地中,心,敬共为真空,于俗地中则立为敬无实之意,极色与心时并存,因内时有敬有心,心必依敬而起。 另一指顺势外道,印度为物论者,所主张之地,水、火、风四大之极为未常时,四大极为之外,无有他物。 大臣法院一灵张卷一大四五,二六灵中,顺势外道及清辩等成立敬为,为简于彼岩时之为。 参阅,为时无敬,四千四百二十八,批四千四百二十三。 为慈,江苏泰县人。 早岁一夜于杭州武林佛学院,来台后清静慈航法师,驻弥勒内院,进修院多年,幼稚新竹福严金社清智应顺法师。 后受聘妇妃,任菲律宾浅学校校长。 诗研究巨舍颇有心得。 P4424 为简无盾,简,指力经多种阶段,简刺而上,盾,指力疾,马上。 为修行政物虽有简刺,盾疾之差异,然盾物之情形系应多深之熏习而献发者,若远推速是,则为有简刺之修而无盾疾之物可言。 据禅缘诸全集都续卷下一集文中之注解所在,诸家旧修行与的物之关系而将,物,分为两种,一,正物,即经由修行而得物。 例如,一,应盾修工程而豁然盾物,犹如伐木,片片剑拙,一时盾道。 又如远易都城,步步渐行,一日盾道。 二,应盾修而建物,如人学舍,盾,者如渐渐直注,亦在舍中古的,见,者则渐显熟渐近于古的。 三,应渐修而建物,如登九层之台,祖旅渐高,所渐渐远。 二,解物,即先的物而后修行。 例如,一,先顿物而建修,如日之顿初,而后双路使剑消散。 又如婴儿之初生即顿俱四之六根,见长则建成智气工业。 二,上上根之顿物顿修,此等之人,以根性殊胜之故,亦闻即可谦物而得大总持,赋能一念不生,前后计断。 断杖之时,犹如斩一列丝而万条顿断,修得之时,犹如染一列丝而万条顿俱其色。 上计顿剑之差别,皆只旧今生而论,若远推速是,则唯有剑而无顿,一切解证之开悟,君系历经多身之剑刺熏习而献发者,故称为唯剑无顿。 P4424 唯独自明了,指佛祖之大道,唯有修行而开悟者。 方能知之,非他人所可窥测。 法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大九,一八四上,菩萨于净身,皆见是所有,唯有自明了,于人所不见。 P4424 唯时,犯语非智阿普太,Andrapt。 因一皮若底摩亚拉多。 十,离心之本体,离时变现之外无何时在,称为为时。 即认为无人自己心外之物心诸现象皆由八十字体所变现之主观见分,与客观,相奔,央所。 认语非智对象之相似形状是为心内之影像所映现而认为时在时有,且作为认识对象之物尽字体,本质,亦从阿赖耶时中之种字变身,故为时以外无其他时在,称为为时无尽,或具万有从时所变之意义,而称为为时所变。 此理论鉴于成为时论卷二。 可分为,一,因能变,又作因变,生变,所有之存在皆从阿赖耶时中之种字变身。 二,果能变,又作果变,缘变,其结果在八十上起主观与客观之区别,而相对象作用。 观心觉梦超卷下分为以下二种道理说明,一,熏习道理,即生变之意,种字细由自心之作用生殖于时中。 二,转变道理,即愿变之意,由时变现见,相二分。 法相宗之根本教义,说为时之相,以五位百法不离时者,即为总门为时或不离门为时,五位之中,心王是时之自相,心所为相应于心王作用之心理活动,色法为时所变现,不相应法位以上三位之分为假立者,五位法位以上四位之时性。 以此等理由显示为时者,称为别门为时。 别门为时之说细位于者分别能所而说明,故又称虚妄为时,不禁品为时,方便为时。 出的以上之菩萨能乐物为时之理,正的为时无诚挚,而存有真实者,称为真实为时,禁品为时或正观为时。 称为时论卷九列举对为时教理九种疑难,为时九难,知达是。 为时九难即,为时所应难,世事乖宗难,圣教相为难,为时成空难,色相非心难,现量为宗难,梦觉相为难,外取他心难,意境非为难。 此外,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一末分类诸经论之为时说为五种为时,即,敬为时,教为时,礼为时,行为时,果为时。 又该宗之修行有所谓五种为时观。 华言宗称三界皆是一新所作,列举时众为时等说明,即,一,相见聚存为时,二,设相归见为时,三,设树归王为时,四,以墨归本为时,五,设相归信为时,六,转真臣氏为时,七,礼氏聚荣为时,八,荣氏相入为时, 十,九,泉氏相及为时,十,帝王无碍为时。 若究其极如帝氏公之网诸,因陀罗网,义中含有一切,一切中各具一切,重重无尽,世事无碍。 如以时中为时配当于五教,则出三位使教说,四四位宗教及顿教说,后三位原教之说。 但华严经大书超卷三十七,将假说之为时列位小臣之说。 梁义社大臣论是卷五,华严经探旋记卷十三,成为时论数记卷七末,批四千四百二十四。 为时九难,对诸法为时之教理所提出之九种疑难。 成为时论卷九于以达氏,一,为时所因难,此乃具合教理而立论为时之问难。 对此问难,举华严,解身密,伦家,维摩,阿皮达摩等经论之诸法为时说而立正,就心内之境不离时,更以似比量论正。 二,世事乖宗难,见世间之事时,时处一定,多有情同源,如世境中有时之作用,岂非心外有时境佐证之问难。 对此问难,达乙若定有时境,何以愿同一物,而自他所见不同,感受不同。 三,圣教相为难,若心外无色等时境,佛何以于经中说有色等时二处之问难? 是此疑难,未有时二处,非未心外有时色等,乃未令了知心外无有时色等诸法。 四,为时成空难,若云未令了知法空而说为时,其时意应必尽空无之问难。 对此问难,达说破浅心外时有之便迹所值,故说法空无我,非未根本,后得二致敬之一他,原成之事里亦未空无,故说为时无偏空之师。 五,色相非心难,色乃有形有之爱,何以为之为时之问难? 对此问难,为众生无时以来执着色相有形而受熏习,依其望分别之熏习力,遂生其似色相之境,此非心外时有之境。 六,限量为宗难,色等外境为限量知之所愿,若无外境,何以限量得知色等知问难? 是之,为原前五时之限量者乃心内之相分,以此为心外之色等技意识之望分别,并非限量之故。 七,梦觉相为难,梦中之境醒后知其为望境,省时之境却无此事,不以之为力之问难。 对之,为虽梦境,其梦不省时自不知望境,知乃在省后,故省时之境亦耳,致阔然大悟,使之其望。 八,外取他心难,他仁心时在自心之外,如以他心之缘,知,他心,是否愿心外知境之问难? 对之,为虽以他心之缘他仁之心时,乃在自心之中缘现他仁之影像,非清缘他心,故无缘心外知境之师。 九,意境非为难,续前问,虽非清缘,而自心之外有他心之意境,则是否应称为时之问难? 对之,为为之非为一人之时,十方世界有无量之凡胜,一切诸法乃此等凡胜之各自为时所变,所谓为时乃这浅以凡情执着心外有时法之师,成立为时所变,非为为一人之时所变。 参阅,为时,为时,四千四百二十四,批四千四百二十五。 为时二十论,泛名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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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I.I.M.T.C.I. 全一卷 世清菩萨造,唐玄藏义 又做二十为时论,摧破邪山论 收于大正葬第三十一册 引用时的经中三界为心之举,论证外境为内时显现,阐述为时无境之意,以破斥小臣,外道之偏执。 戏法相宗所依时依论之一,瑜伽时之论之一 书中总举五言二十一行之诵,就之而全解极意,本文首先宣说,三界为时,之指,其次就小臣,外道所问难之四种问题,加以解释,以成立万法为时之理。 最后一诵阐明综艺,一记诵之术而提名二十论。 第一本有二,南朝臣之真帝所议大臣为时论一卷,北魏菩提流之之大臣仁家经为时论一卷,又称破色兴论。 此三议本中,菩提流之所议本,文多宋少,有二十三宋所成,真帝所议本,文少宋多,有二十四宋,玄奘所议本,文宋分配君。 等,由二十一宋所成。 本书之注释书极多,于印度,已是清帝子驱波论师位首,共有十多家注释,其中互把所造成为时宝生论五卷教为重要, 另有我国唐代魏菩所转二十为时论数纪二卷,新罗原策之为十二时论书二卷等。 成为时论了一登卷一本,历代三宝纪卷九,开元式教路卷六至卷九,P4426。 为时二时论数纪,凡二卷。 唐代魏菩,六百三十二,六百八十二,数。 又作二时论数纪,二时为时数纪,二时为时论数纪,二时为时论数纪,二时为时论书。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三册。 本书为是清索者为十二时论,玄藏义,支柱试书。 内容手续为十二时论支柱作缘起,其次分三门阐释安利大臣三界为时之义, 并解释非一切种波有性等问题。 又为十二时论及成为时论乃法乡宗之根本要点, 故本书与成为时论数纪乃成为有关为时学之基本入门书。 P4427。 为时三时宋氏,泛名Triic,Fichabtai,BH了。 意义三时了别氏。 又称为时三时宋氏论。 印度安慧造 解释是清索者之为时三时论宋。 先续造论之指去, 似全民各宋次第及字句意义。 并援引阿皮达摩经, 入无分别陀罗尼、 范妮维唯采词, 绢合训为时三時宋氏。 为时三十论,请参阅为时三十论试。 为时三十论,请参阅为时三十论诵。 为时三十论诵,泛名Triic,Vicapti,Mtrat,City,全义卷。 是清菩萨造,唐代玄奘义。 右座为时三十论,为时三十论,三十为时论,高见法状论。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以三十计诵权式为时教义,前二十四行诵明为时之相,后一行诵明为时之信,最后五行诵明为时之行为。 乃于加时之论之一。 是清灵中之计,以三十论六百言阐述大乘法相之妙去。 其后,护法、安慧等诸论诗各为三十论作著,并加续分,流通二诵。 高宗显庆四年,六百五十九,玄奘以护法学说为主,和柔诸论诗之作,而一成,成为时论,时卷。 每一计君先立万法乃为时所变现,分能变之时为一首,第八十,思量,第七十,了别境,前六十,等三种,四变为时之礼,最后皆是为时三信即修行皆位。 诸书有成为时论时卷,略是一卷,窥姬,为时三十论约一卷,名誉,为时三十论直解一卷,秩序,为时三十论锦花一卷,真敬,为时三十论略是四卷,原名,等。 幼南朝真帝所议之转时论为本书之意义。 参阅,成为时论,两千九百二十五,批四千四百二十七。 为时三信观,即就便即所执性,依他起性,原成时性等三信行为时之观。 又坐三信观行,为时观,为时心定。 为显为时之时性,成为时论卷九岁就三信力真旺,真俗之二种相对,即便即为虚妄之为时性,依他为世俗之为时性,原成为真实之为时性。 即如如为时二十论,即卷上所示,便即所执性为虚妄之为时,依他起性为非有四有,乃因缘所生,故为因缘之为时,即时之相,原成时性为真实之为时,即时之性。 所观之境的三信即通三种为时性,顾称为时三信观。 修此为时三信观,自浅至身有五重,称为五重为时观,即,一,浅须存时时,即观须望浅去所值,存留一他,原成二信之时,此乃虚实相对之观法。 二,舍满流存时,乃心境相对之观法。 三,舍墨归本时,乃体用相对之观法。 四,引列显圣时,乃心心所相对之观法。 五,浅相振性时,乃势力相对,为时观之至极。 参阅,三信,五百六十三,五重为时,一千一百二十三,批四千四百二十七。 为时法身观,指理法身之观,即观佛与自心为一体。 所谓为时,离如来藏心无余法之意,亦即如来藏心虽为烦恼所缠附,然除此无余法。 一之,可谓既以为为时,则诸佛之法身与再缠如来藏心同为一体,亦即离为时无法身,故得以观佛与自己心性为一体。 善导之观无量受佛经书,定善意,就,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解释举出时之意解,为,大三七,二七之。 中,或有行者将此一门之意,作为时法身之观,或作自信清净佛性观者,自信清净佛性观以佛乃自己心所现,为时法身观则安佛之法身为与己同体之法身,故名义而实同。 又善导所谓之,行者,盖指汇远,质疑,及藏等。 P4428 为时数纪,请参阅成为时论数纪。 为时俗权,凡时卷。 明代明欲数。 全称成为时论俗权。 又作为时论俗权。 收于万序藏第八十一册。 系名欲应王肯唐之请,将讲解,全是成为时论纪录而成者。 提名为俗权,亦为文词多简色,见解凡俗。 然故起源之序则评赏赏位,批阙导款,曲唱旁通,开卷灿然,乐无一致。 本书叙述,出自诸诗序,拔,四详细图示,后集解释论文。 于各种注释成为时论之书中,本书并不依词恩之,数纪,而属于直接解释本文之一类。 P4428 为时曼陀罗,及法乡宗之祖师曼陀罗。 中央化弥勒菩萨,其庞佩已无者,世卿,为时时大论师,旋转,盔姬,会找等法乡宗之祖师。 P4428 为时无境,指万法为时所现,时外无真实之境。 为时,范语菩萨培,entrapt,因一座皮若底摩亚拉多,无境,范语恩,Arthur,又座无外境。 意味为有时而无外在之对象,细为时学派之根本学说。 Fitch Appai为由六,这,之,之,催起香,与基Fitch Appai衍生之语,细为时学派之术语,指时之显现。 为时二时论记忆,为,即是否定外境,故,为时,亦与亦未无境。 盖时之显现乃阿赖耶时由无时以来分别熏习所致,由此显现所取之外境于能取之我,故大臣庄严经论求法品术即维新者有二种显现,即所取于能取之显现。 又设大臣论本所知相分说依他起相为时依时,然皆不过是阿赖耶时所显现,并无时在之外境于认识外境之主观。 事故,三界诸法皆为时,离时并无时在之外境。 即世界一切现象皆为内心所变现,心外无独立之客观存在。 成为时论卷一载,外境随缘而施设,故非有如时,内时必依因缘深,故非无如境,即止诸法随人之情时设置而非时有,所愿之境,为时所现,诸法皆不离心。 自为时现观之次第而言,守于宣,顶之为了之为有时而无外境,其次,于是第一法为一了断时之判别作用,于见到通达摩所判别会得知法界。 又由认识大臣论本卷中论述四种理由,可了解一切时未无境之理。 一、成就相为时相至,如恶鬼,磅身及诸天,仍同于一世,所见有种种差别故。 二、成就魔所愿实现可得知,如于过去,未来,梦,影像有所得故。 三、成就应离公用无颠倒制,若有境,于其中能愿意,时无颠倒,不由用攻击的真实质故。 四、成就三种圣制随转妙制,此三种即。 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萨,得净律者,随圣解力诸境显现。 二、得奢魔他,修法观者,为座义诸境显现。 三、以得无分别制者,无分别制现前时,一切诸境皆不显现。 此外,为时学派归纳,有外境论,为三种,而加以批判,据玄藏义之观所愿原论载。 第一、宗说诸即为未静,对此,即为未实体,故未生时之因,然时无即为之形相,故即为非静。 第二、宗说诸即为之何何未静,对此,时尚虽有即为何何之形相,然何何者并无实体,不能成为实之身因,因此何何未静不成立。 第三、宗说诸即为之何即为实体,且有粗、粗、大相,可成为实之境,对此,若何即有实体,则依依稀除其构成部分,应现同一相状,但如凭则非然,故何即非实体。 以上批判三宗,否定有外境论,而确立为实无境之理。 设大成论,成为实论,变中编论,为实二十论,为实三十论诵,印度哲学研究卷六,与景博寿,中编分别论是书一注,山口一,P4428。 为实开盟,凡二卷。 元代云峰级。 全称为实开盟问答。 收于万绪藏第九十八册。 为实学之研究于唐末以后中段,至原名时,在其研究之封,注释分出,本书即于此时完成。 然本书非诸释书,细摘出为实教学之重点,搓为一百五十个标题,设为问答,以唱其指。 本书为研究原名为实教学之重要资料。 P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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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十一章,请参阅法院一零章。 P4429。 为实论,亦为成为实论之一称。 凡十卷。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 护法等菩萨造,唐玄藏义。 本论乃于注解释清菩萨之为十三十诵的十大论师著作中,以护法之事为主,取舍其他九论师之事,柔和而编转成一心论注。 参阅,成为实论,两千九百二十五,二指语为十二十论同本意一之大臣人家经为实论及大臣为实论。 本论为世清菩萨所造,共三一本。 前者全一卷,北魏菩提流之,一座曲谈班若流之,亦,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又称人家经为实论, 人家为实论,破色心论,为实无境论,为实无境界论,大臣为实论。 后者一位一卷,成带真地义,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又称为实无境界论。 本论乃说明三界为实,心外无境之义,细事清特为破斥外道之说而作之论。 参阅,为实二十论,四千四百二十六,批四千四百三十。 为实论书记,请参阅成为实论书记。 为实论书药,请参阅成为实论掌中书药。 为实书药,请参阅成为实论掌中书药。 为实导论,请参阅成为实保身论。 为愿别实义,只为有愿而无形,是为别实义。 为社论家批评官无量寿经所说下下品往生而提出之论点。 又作为愿无形别实义。 别实义,系佛设方便以鼓励众生,令不生懈怠,于说将来之果实,引去修行过程中之行业,而说即可的果。 即如官无量寿经虽未往生净土者虚愿行俱足,然亦说为有愿意的往生。 社论家就此说而解之,未为愿实为往生之原因,故于未来之他实方的往生之果。 对此,善导于官经旋义分别实义会通章,主张官无量寿经之念佛,即为愿行俱足,非为别实义。 良意设大成论卷中,参阅,愿行,六千七百二十八,批四千四百三十。 为运无我心,真言宗所立十注心之第四。 为生文成修四地观法,乐物唯有无运之法而无人我实体之注心。 依空海之实注心论卷四位,佛为求生文者而宣说人空法有之理,所谓人即止人我等,法则唯无运等法,唯运无我,一句尽设一切小成法。 大日经卷一注心品,大日经书卷二,参阅,十注心,四百三十一,批四千四百三十。 圈会,禅灵用语。 右座卷会,圈,圈会,圈会。 圆指圈套,以定格式,定格,数计等,于禅灵中,特指施加以言语,动作来试炼,接引学人。 从容录第十六则,大四八,二三七中,是与不是,好看圈,四义四阳,难兄难弟,必言录第五则,大四八,一四五中,得失是非,意识放下,洒洒洛洛,自然透得他圈会,方见他用处,批四千四百三十。 圈鸾,禅灵用语。 右座圈鸾,卷鸾。 欲指禅灵诗家接引灵力纳森时,用以吊影,把持之耳。 圈鸾,圆指卷脚勾神之鹿炉,或以,圈,为患养禽兽之剑,鸾,只用神绑物或垂吊之巨,于禅灵中,转指诗家接引根基高,物性强之禅图时, 所使用之特别基法,以为吊影,把持之用,犹如垂吊者以善而吊影大鱼,又如猎户以兼时之剑换养猛兽, 是皆防范禅图习性或狂惑卷,飘忽无定而错失良才。 于此类情形,诗家最常用之基法为,圆相,即以守或福子,如意,主障等在空中或地上化一圆形, 表示真如,佛性,实相,法性等之绝对真理,以之为皆引之耳,而引发学人开悟之机。 必言录第三十三则,大四八,一七二下,掉熬十下一圈鸾,从容录第二十五则,大四八,二四三下,扇子破,索犀牛,圈鸾中自有来游。 必言超,必言录方语解,批四千四百三十。 国土,泛语解,即止土地,领域或众生之住所。 因异卫沙多罗,简称卫沙。 异卫土,附幼加一,沙,字,故称沙土。 国土有净土,惠土等区别。 批四千四百三十一。 国土世间,三世间之一。 右座弃世间,住处世间。 为使法界众生各具依报,所居之十种不同处所。 众生能依之身有十种不同,故所依之国土,亦各有差别,故称为国土世间。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摩沙止观卷五上,参阅,三世间,五百三十九,批四千四百三十一。 国土生,泛语,Ketra,Ketra,Ketra. 华盐宗所说荣三世间十生之一,集气世间。 于华盐宗认为有情众生所依之国土,乃皮卢浙纳如来正觉之体依众生之机所化现者,故称为国土生。 旧华盐宗认卷二十六,华盐宗探玄计卷十四,参阅,十生,四百四十,批四千四百三十一。 国土海世界海,华盐宗认为国土海与世界海二种。 一,国土海,只不可思议之佛叉,即佛果自体所居之依报,为圆荣自在而无法形容之佛境地。 此境地即系佛本身在内心所物证之国土,故仅为佛所了解, 因为之众生既无法亏之,亦无法用语言表达,即使能够勉强表达,亦仅能以妙及难思,不可言说等反面性言辞表达之。 又日本宁然之武教章通路纪卷二十六,将六十华盐如来名号品中文书施利菩萨所赞叹时具不思议之佛叉, 佛国,沙境,沙起,列位果分依报,即使国土海。 二,世界海,只因为菩萨所依止之国土,或止佛所教化之场所而言。 可分为三类,即,一,莲华藏庄严世界海,又称莲华藏世界,华藏界,虽是果分不可说之境界, 但为三生中最后生之一所,即,正入生,之世界,故为可说之世界海,虽然与不可说之境界相同, 但非一相一迹之分别世界,而是相互无限之主伴巨族,如同帝网,四帝是天宫殿之天网,之境界。 二,十重世界海,在三千世界之外,别有十世界,即世界性,世界海,世界轮,世界圆满,世界分别,世界炫,世界转,世界莲华,世界虚迷,世界香等十世界, 此乃对菩萨之时的而现世之,解形身,国土。 三,无量杂类世界海,又称杂类世界,为,见闻身,之所依,只需弥山形之世界或何形,转形,炫流形,轮形,树形,楼观形,云形,乃至众身形之世界, 便满于依依法界而无障无碍。 总言之,三身所见均不相同,故分三类。 然皆相互融合而不相妨碍,故成为一种华言世界,而为疲鲁这那佛教化之所。 上迹之外,世界海,一语,亦泛指一般之世界,特别是指十重世界中之第二,世界海,而言。 旧华言精卷四,华言精孔木章卷一华言精探旋记卷三,卷四,华言五教章卷三,五教章通路记卷二十六,批四千四百三十一。 国分寺,指日本圣五天皇,七百二十四,七百四十九,誓愿于全国六十九处设置之寺院。 僧四号金光明寺天王护国之寺,尼四号法华灭罪之寺。 前者通称国分寺,后者通称国分寺,此寺院,盖为政教一致之理想,其佛家以除灾祸,增尽福祉而造立。 国分寺系绒 Fargoi 国分寺系访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七百三十八,之下赵天下诸郡造立开元四一东,大四位总国分寺,奈良法华四位总国分寺。 此类寺院多位于首府所在的,经被发掘之遗止颇多,或仅存地名或被视为史记者,及答半数。 P4412 国王只统治一国之王 又称国主人王 就因果而言 以前是受持十善戒 故今生能统领国土为人中王 又应得诸天之保护 故又称天子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三 人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上 P4432 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全一卷 东竟谈吴兰义 又称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时梦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侧 细增益阿含大爱道班涅盘 分品第九经之意义单行经 另有二意义本 即舍为国王梦见时事经 即舍为国王时梦经 不离仙逆 为泛名Praisonajit之音译 巴利名Parsanadi 音译波斯逆 内容叙述 波斯逆王所作十个奇怪之梦 外道以为不及 劝王杀爱妻 敬臣等以四天 后蒙佛陀以正至解梦 遂得安心 P4432 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请参阅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请参阅国王不离仙逆时梦经 国王五种可爱乐法 据佛为幽田王说王法正论经载 异国之王有下列五种令人民尊敬 爱乐之法 即一 恩养苍生 为国王能不得诗人 利己群生 故人民贤贝恩则而无不爱乐 二 英勇俱足 为国王英武神兽 智勇双全 得赴万邦 威加四海 故人民为威怀德而无不爱乐 三 善权方便 为国王智谋积便 神用莫测 于柔顺者保护之 于强力者则以方便制服之 故人民为威怀德而无不爱乐 四 郑受境界 为国王善能酬量辅酷之积蓄 而以仁爱之心恩迹疾病 贫乏者 故人民贤贝恩则而无不爱乐 五 情修善法 为国王具足正性 深知果报而修习正因 以正圣果 故人民尊养孝目而无不爱乐 P4432 国祭 及天子 皇后等崩祖之祭日 乃我国古志 依佛祖统计卷四十之记载 可知唐代已于国中各郡举行国祭 唐开元二十六年 七百三十八 玄宗赤令天下诸郡建立开元 龙兴二四 一年 赤天下僧道 繁玉国祭 即于龙兴四行道散斋 若遇千秋节 则于开元四举行助寿 文宗曾一度停泊 宣宗即位又恢复旗帜 宋太宗纯化三年 九百九十二 李宗那奏请于国祭时载臣以下虚形相 后敬九十以表追思 日本持统天皇二年 六百八十八 亦已制定于国祭之日必设斋 又于国祭日所设之斋会 称为国祭斋 大宋僧史略卷中 资至通建卷二五一 日本书记卷三十 批四千四百三十三 国祭斋 即古代于帝王祭日所设之斋会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载 唐开元二十六年 七百三十八 玄宗斥令天下诸郡建立龙兴 开元二四 一年 斥令僧道御国祭就龙兴四行道散斋 于千秋节就开元四祝寿 据资至通建卷二五一堂纪第六十七载 唐朝自中世以后 美御国祭日 斥令天下周府于佛祭及道观赦斋焚香 开城初年八百三十六八百四十 李布侍郎崔李以其事并无名闻之典具 遂奏一罢之 然为久又恢复此一行事 批四千四百三十三 国祥寺 位于河南开封 又称樊塔寺 创建于后周显德元年 九百五十四 时称天青寺 白云寺 北宋太平新国二年 九百七十七 加以修建 明宏五十七年 一千三百八十四 重建 并改经名 其后 又屡经修起 寺内有三层六角砖塔 称为樊台塔 略称樊塔 巨塔南所存万历四十五年 一千六百一十七 重修悲可知 该塔系建于太平新国年间 元末遭冰火而荒废 明宏五年间常重修之 明末富有刘寇之患 遭受破坏 至清顺至六年 一千六百四十九 使由贵山和尚墓资建塔及诸堂 明国十七年 一千九百二十八 平御祥悔向屈僧 改为农陵实验场 批四千四百三十三 国家 佛教成立之初 即具有出世间之性质 比丘一旦进入教团 即必须舍离家 家族 国家 故无论设为国王 大臣 或乞丐 建民 只要出家 皆为一戒沙门 所谓出世间之性质 即超越一切世俗之数 父爱之 远离国家权力之支配 即国家之界限 以慈悲心爱护一切众生 救度一切有情之痛苦 此乃比丘不可缺少之条件 印度佛教 在孔雀王朝阿玉王时代 范阿玉王朝 约268 B.C. 232 B.C. 以佛法国家之指导理念 故以法 范达玉王 为政治理想之思想乃普及权印 甚至远及海外 于使佛教之超越国家的态度 传至南方之泰国 远殿 西兰等国家中 佛教通被视为 美国或相当于国教之宗教 而佛教力量 亦随之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 上纪诸国之 由以 泰国为然 其宪法第一章第四条 即有 皇帝为佛净徒 且为宗教之拥护者 知名文记载 然传至北方之大臣佛教 在我国虽有 沙门不尽王者 知精神上的忧郁 实际上人被置于国家权力保护支配之下 且经常在国君命令下 操费佛或佛之厄运 在日本 自最早开始 佛教给予国家权力相结和发达来 具有强烈的国家佛教 贵族佛教之性质 即使是为脱离这种性质而进入山林之天台宗 真言宗亦不例外 以下就印度 东南亚 中国 中国 日本等各地之始发 改述佛教与国家之关系 一 印度佛教与国家之关系 印度佛教之心 以失落 和王族之互持与否有密切关系 阿育王统一印度后 以新归信佛教 不仅使用以佛教为基础之政治理想 治理帝国 上派遣众多使节到达各地 同阳信奉之佛 据近代在各地所发现的阿育王法赤碑文之记载 可确知阿育王曾浅使至叙利亚 埃及 马其顿 爱丽 你等各地希腊城邦 及印度河流域西北方 德干高原 中印度 佛教因之得到广泛波语性 养 其后则逐渐衰落 后右的大王米兰陀 米兰陀 吉悦之王加尼瑟加 卡尼斯卡之护持 佛教乃再度兴盛 米兰陀 佛王曾支配阿富汗之喀布尔地方 并曾统治西北印度 纳仙 比丘金仔 王曾与佛教大德纳仙 于现金巴基斯坦下科特附近 展开宗教论真 王于蛇战中拜正后 即改信佛教 成为大力保存佛典之第一位一帮人 加尼瑟加 加尼瑟加王位贵双王朝之第三代 乃次于阿裕王之护法王 属于粤之族 掌握西北印度之主权 于佛典中是未著名 于其治世中曾建造许多佛寺佛塔 传于后世 据佛教传说中 王之令一伟计 为三藏之结集 及道及玻璃师父 范PRVA 邪尊者 及普须密 范埃修米达 室友 等高僧多仁治兵 从事佛典大规模编辑 其后佛教又逐渐衰落 直至地日王 佛陀及多王和戒日王统治印度 佛教又得到复兴机 至波罗王朝 亦曾一度振兴 以后及亦绝不振罪消失于原来诞生之国度中 这些甚衰之史实 说明佛教之发展 亦文化运动之发展 而非有国家支持深入重植 之东教运动 故无法在原本信奉印度教之广大群众中打下牢固根基 故当君王们撤去护持后 即在国家中失去为谨慎 一群具有学问之影视集团儿 2. 东南亚国佛教与国家之关系 1. 西兰 阿玉王曾派传教师到印度国内外各地洪传佛教 前妻子 亦说为兄弟 摩沈陀长老带领四位僧人前往西兰 相识西兰国王提婆南皮耶地沙及士臣 2. 上讲佛法王及人民接受感化 信授佛教 全国成千上万男女皈依佛教 数以千计人加入僧团 并于各处建立寺庙 且有父子才维持僧众生活 当时后及许多女众一发新受戒 加入僧团 故于短期内西兰及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根据地 法陀加摩尼王时代 将摩沈陀长老所团成以口相授之佛教经典 用文记录下来 产生巴利文三藏经典 而印度之原始典籍却早已散失无余 故旧保存经典之意义而言 此举极具重要性 影响其他国家之教发展 盖言之于西兰一的 由于历代国王之热心护法 佛教乃深入民间信仰 产生与国家历史文化有不可或分之关系 因而易随国事之强弱 国家之政治安静 人民生活之安定与否等因素而兴盛或衰退 二 泰国 泰国为云主立宪国 一向以佛立位纪元 并无自创之纪元 宪法中规定 泰国皇帝必须为佛教徒及佛教护持者 才可登基 国内每年有三次佛教纪念日 人民除每日导成功养托僧外 一席修住寺庙 造立佛像 文法 以及举行佛教法会 行事 就泰国历史而言 历代国家之统治大多虔诚信仰佛教 并致力于修建寺庙 造立佛像 整理经脏 传扬佛法 于素可泰王朝 第三代王昆罗康恒 一千百七十五 一千三百一十七 在位 从西兰请来上座布大德传界 从此泰国人民为南上座布佛教徒 泰国佛教文化 亦由此建立 第五代王立太旺 一千三百四十七 一千三百七十 在位 从西兰上座出家 为泰国帝王出家之时 直至今日 每一位帝王们必须出家一短时期 以成定例 至阿搜他耶王朝 上座佛教遍及全国 颇为兴隆 每一男子身中需出家 一次 以为报复恩之 方法 阿九日乃成为泰国特殊 风习之一 又泰国僧制之最高职权系 由僧皇 佛教法皇 掌管 社管全国僧人 在宗教方面 凡属僧所有统治 全 几贵位 公子之 在皇 须服从奉命 然通常僧不过问 问政制 故僧皇 忍属精神上之法皇 三 缅甸 缅甸于104年 阿诺罗多王在蒲甘即位 尊奉来自打端地方之阿罗汉魏国师 建立佛陀之政教 由是南方上座布巴利文佛教 遂在蒲甘生蒙芽 蒲甘王朝结束后 佛教于南缅之伯故王朝 由达摩西提王家以整理 复兴 遂消除原存于各僧众兼之对立 圆体三 增加一味和和 并照律文清静修行 十六世纪以后 缅甸复归统一 东牛王朝莽瑞提王至莽应龙王统治时代 阶级承奉佛教 对论藏之研究风气甚甚 致明顿旺旨 召集国内比丘会诵经律 为赐于西兰之第四阶级而称第五阶级 1886年缅甸沦位英国殖民的 对佛教虽采取不干涉之政的 然僧人地位却大位降低 早在英国缅甸增加压力时 师伯王曾公布 因人意图侵略缅甸 也仅是未要毁灭佛教 自此 僧人极常过恩时政 希望政治与宗教合作 而僧王却反禁止 僧人过分干涉政治 当缅甸受印度之影响而争取独立运动时 僧人参加领导民族独立运动者 以乌多摩U 奥特马 即与皮沙罗U 菲萨 二位高僧最著名 另外亦有教外人士利用佛教团体组织之名义 以增加对广大民众之号召立 独立后 佛要在政府协助下设立僧家法庭 宗教部佛道平议会 佛教虽为缅甸之主要宗教 然因众多复杂之民族问题 社会问题 制令自1949年级产生之佛教国教化问题 持至1958年方才演为政争 其后之尼温政 采取政教分离政策 遂招致部分缅甸人批评 认为违背缅甸之传统习俗及众多人民之意愿 三 我国佛教与国家之关系 东汉明帝时 佛教出入中土 不许本国人为僧 至未知曹批时乃解除此禁令 流传方能一广 前秦福间 后照时乐皆尊信佛教 南北朝时两五帝 也曾多次舍身同太四 然由于我国固有的道教 儒家思 以及汉民族之本位义士 遂产生对佛教之排斥与抵抗 于我国历史上佛教遭受北魏太五帝 北周五帝 唐五宗 后周世宗 三五亿宗 之严重破坏 此乃以国家力量大规模摧毁佛教之重大事件 于隋唐时代 佛教带有不少国家色彩 如各州设置官司 及由国家中央及全机构统一佛教 内道场之设置 为皇室之私人佛堂设置僧官 系由国家任命 以统侠佛教界和尼 具有避免国家权力直接支配之意义 设置度森制度 则由国家规定成为合法出家人之方法 发源于印度之佛教 其教团被称为僧家 系为一独立而依戒律之自治团体 虽曾有君王之皈依 然其时国家政治上之干涉极少 可谓属于一种制外法权之存在 传来我国后 佛教与国家间之联系极为密切 此一现象 可自两方面衡量其意义 一方面 佛教东传后 为使国人易于接受 故需配合故有之伦理 亦因此有不少 为经出自国人之手 又由于认为出家者乃属于国家体制之外 故可不礼拜君王 然采取此类主张之人是于 历代易保受批评 东近以来 极有沙门礼拜君王与否之论真 另一方面 历代高僧常受皇帝恩赐以国师号 禅师号 或子夹沙 迎归代等物 圣儿于唐代受封卫迎清光陆代福 红卢卿 宿国王等之官号 凡此 皆可视为佛教完全被纳入国家体制中 或笼罩于国家权威下之含义 四 日本佛教与国家之关系 佛教由我国传入日本 早期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而发达 具有浓厚之国家佛教 贵族佛教之色彩 至日本联仓时代 曹洞宗 净土真宗 日联宗等相继兴起 逐渐产生一种介于国家与宗教兼之心关系 曹洞宗 曹洞宗之开祖道元 学习中国之禅法 彻底坚持超越国家主义 不接受朝廷授予之特权 亦不与当时之政权妥协 遂静入府井之深山 专心致志于优秀禅者之培语 令如日本净土真宗之开祖青鸾 在其流放关东之二始余年间 为庶民而彻底推行庶民佛教 亦主张佛教不隶属于国家 然并非不关心国家 而系 为报国家之恩 为报万民之恩而念佛 故常以国家之忧而忧 日连宗之祖日连虽被称为国家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然亦绝不与当权者妥协 甚至不顾生命 不惜扮演与国家当权者抗衡之叛逆角色 又未实现理想国家之远景 而常对执政者提出忠简 除上纪外 如战国时代与之田信长对抗之十三本院四教团 以及对抗德川家康之一项义魁 即为坚持信仰而抵抗幕府政令 而被流放之日连宗不受不失派之行动等 皆可视为超国家性之表现 反观之 当一切教团皆服从幕府之权利后 其原有之宗教信义往往随之衰为 P4436 国师 国师 亦为我国各朝代帝王对学的兼备而可谓 亦国师表之高森所加之封号 含有亦国民众之师 帝王之师等役 据出三藏纪集卷十一卷十四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四等载 修摩言 圣君曾受封卫国师 盖此号塑形于印度西语 如何离拔摩于印度摩截陀国者福外道论师 而受王封卫国师 佛教东传以后 西语有国师封号 如前秦建元十八年 三百八十二十 西域东师前部王弥帝来访长安 其国师揪摩把提捅来 又如前季揪摩罗石之父揪摩 颜舍向魏出家 东渡岭 归资王文明静墓 请魏国师 而汉的高森亦有魏西域国师者 如隆西高森法爱 又我国国师名称原非专封高森 如王莽丰流星魏国师 以魏太子之师 令或魏太师 国子祭九之亦称 一般认为封高森魏国师 细于北齐文宣帝天宝元年 五百五十 是高森法常入公宣讲涅盘经 尊魏国师 是魏浩使 其后 唐代有法葬魏康葬国师 成官魏清凉国师 惠中魏南阳国师 吴叶魏大达国师等 宋代是禅宗全盛其 禅僧或赐号者盛多 然未见有国师之称号 原、明、清各代对西藏佛教领袖人物 亦有此封号 原、明两代封之者盛多 原代国师兼有政教权力 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 造成许多流弊 明代初时 朝廷为加强和西藏等民族联系 虽人沿用原制 封喇嘛为 帝师、国师 之号 然身是已不如原代 清代仅在康熙四十五年 一千七百零六 封章加乎图克图为国师 掌管内蒙古喇嘛教士务 幼汉族僧人授援朝尊位国师者有九人 及中士祖师之海云国师最为著名 此外 韩国之义天号大绝国师义圣著名 日本则以花园天皇赐丰元而变圆 圣义国师之士号卫史 一千三百零八 为此义于前者 乃是季后追士之号 其后亦有生前此号者 梁高僧传卷一序高僧传卷十六 大宋僧史略卷中 元亨氏书卷七卷八 禅陵象器兼称呼门 二日本驻于诸国 国分寺创立之后 即驻于国分寺 以监督寺院 简校四禅 兼礼宋经法务之官僧 史至于大宝二年 七百零二 参阅 国分寺 四千四百三十二 批四千四百三十七 国师三患 禅宗公暗明 指南阳会中 国师三次召唤侍者 侍者 侍者三次应诺之故事 景德传登陆卷五 南阳会中章 大五一二四四上 一日唤侍者 侍者 侍者应诺 如侍三召皆应诺 诗曰 将为无辜妇辱 却侍辱辱 盖国师三患 诗者不该应诺而应知 乃炫或余慧的与否知其路 而忽略国师之殷勤指示佛心 故慧中呵斥诗者为 姑父 无门关第十七则 极平之曰 大四八二九五上 国师三患 舌头堕地 诗者三应 何光吐出 国师年老心姑 按牛头吃草 诗者未肯承当 美食不忠饱人餐 且到那里是他姑父处 国定才子贵 家父小儿交 宗门统药续集卷三 禅宗宋古莲珠通集卷八 宗门阁集卷上 批四千四百三十八 国师水 禅宗公案名 此公案系南洋会中禅师以一碗水加近七厘米 上至一支筷子 以测子灵供奉是否解的佛意 闭言录第四十八则 大四八 一八四上 中国师问子灵供奉 文说供奉解注思一经 是否 奉云 是 诗云 凡当注经 居解佛意使得 奉云 若不会意 真敢言注经 诗碎令试者将衣水 七厘米 一日在上 诵语供奉 问云 是什么意 云 不会 诗云 老师意上 不会 更说圣佛意 概表示 会佛经者 不一定会的佛意 须离相对之分也见见 是可称是会的佛意 连恩会要卷三难也会中 第四千四百三十九 国师塔样 禅宗公安明 细唐物宗与南阳 中国师间 有关 吴逢塔 知机缘语句 又称中国师吴逢塔 素宗请塔样 第四十八 大四八 一五七下 素宗皇帝问中国师 百年后所需贺物 国师云 与老僧坐各无逢塔 帝曰 请师塔样 国师两九云 会摩 帝云 不会 国师云 无有父法弟子单元 却安此事 请诏问之 国师签化后 帝兆单元 问此意如何 圆云 湘之南 潭之北 或为此公安系唐代宗 与南阳会中之机缘语句 于公安中 会中国师所是之无逢塔 非死后所立之塔 乃指坐定时便借不藏之无逢塔 以及宇宙森罗万象兼原本存立之无逢塔 从荣路第八十五则 禅愿蒙求卷中 批四千四百三十九 国清寺 位于浙江天台县北天台山佛隆丰路 乃天台宗之发源地 随开皇十八年五百九十六 禁王阳广及阳帝 未至已所创建 初 定光禅师筑此封 常为弟子曰 不久将有圣善之事 领途众集居此山 之后 过有至已度将至此 大步教法 并遇于佛龙之南建寺 未成而示祭 禁王阳广深道之 乃未至已设千僧斋 新宫见殿宇 出明天台山寺 后应至已出入子山时 定光曾梦告 三国 指北周 北齐 臣 何而未依 有大势力人能为此寺 寺若臣 国及清 当称为国清寺 随大业元年 六百零五 岁次俄 国清寺 未酒 灌顶柱之 后成为天台宗根本道场 唐真元以后 日本留学僧参议该四者慎重 如醉成 义真 元宰 元真 陈循 郡 仲元 荣熙等 皆曾来理智以知庙塔 或新建佛式 或协回佛像经论 因而开创日本佛教天台宗 巨元人 巨元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载 该寺常有一百五十三九住 夏季住三百人以上 可见当时法运之圣 唐慧昌悔佛时 为冰火所焚 大中五年 八百五十一 重建 宋景俄二年 一千零五 改称景德国清寺 后又遭冰火 三朝玉书数百卷禁师 独存至以索提莲经 西域备叶经一卷 及随瞻谈佛像佛衙 南宋建延二年 一千一百二十八 知令重修 轮换之美备于旧日 建延寺年下诏议教未禅 此后国清寺成为禅寺 后经数度增建 寺玉号称古来天下四诀之一 四支左右有五峰 八柱 林晴 祥云 林芝 霞 环雍 双剑环流和于前 有桥明封干桥 传为唐代封干与寒山 石德西游之地 又从封干禅师与此寺之因缘 可知虽宋代以后方改为禅寺 然早于唐初以建禅画 金珠唐完备 四千九层砖塔 相传系随样地命司马王洪 未至已所建 高约二十三丈 平面六角 规模圣洪 为现存者 四宋代重建之物 所藏四导有五月望前洪 替造之同志设立塔 乃所为八万四千塔之一 系从该寺域中所掘的高十九公分 底部内有明文 四境有二处一行 六百七十三 七百二十七之遗迹 一行为唐代高僧 著名知天文学家 常未修订 大眼力 到国清寺居留 从寺森习数学 后人在四千七佛塔后见目立碑 上提 唐一行禅师之塔 又传一行底此时 北山大雨 四前东山见水位暴涨 向西山见道观 经寺外封干 乔策有十碑一方 上书 一行到此水溪流 七字 国清百陆续 《随天台志者大师别传》 《天台山泉志》 《古经图书集成山川点》 第一二三 批四千四百三十九 《国清百陆》 《樊四卷》 《随带冠顶编转》 《经收于大镇藏第四十六册》 此书出由沙门志计转及天台志以之遗文及碑文等 书未成而逝 灌顶继续增转 《自立制法制制者遗书》 与林海正将解拔国术放生池 凡一零四条 未了解天台志以一生行业最方便之资料 原有广略二本 广本以散意 经书未略本 应至已驻天台山国清寺 故有此名 佛祖统计卷二十五 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 批四千四百四十 《国统》 北朝东魏之僧官名称 此僧关系依据僧智 治理杀人罪以外 触犯他罪之僧尼 原称昭玄统 旗下设有国都 原称昭玄都为那 僧官至始于魏晋南北朝 出立者魏后秦遥兴 北魏到五帝于皇室年间 三百九十六三百九十七 设立道人统 以至李森图至兴安元年四百五十二 以施贤担任道人统 施贤士祭之后 谈要祭之 改称沙门统 北魏文称帝和平元年四百六十 将以前所设之中央僧官机构 建福草改为昭玄寺 亦说孝文帝时改为昭玄寺 昭玄寺之沙门统 称为昭玄统 沙门法上曾担任昭玄统一职 由北魏末年至北齐历时四十年 北魏分裂魏东西魏后 东魏遂以昭玄统称魏国统 参阅 僧观 五千七百三十一 批四千四百四十一 国际佛教学术会议 由中、日、韩三国学者 共同发起之国际信佛教学术会议 自1978年起 每年则其举行 第一届于汉城市中文化会议馆举行 以《君如大师的华言思想》为主题 由是被埋藏的《君如大师之华言思想》 才被发掘整理出来 第二届于是中文化会议馆召开 主题为《新罗元小大师的思想》 因而唤起学界对其思想 著作之关心 第三届于日本京都龙古大学召开 研讨《新罗一厢的华言思想》 第四届于汉城新罗大饭店召开 以《华言思想》和禅门行程 《关联于崔志远》为主题 第五届于1982年11月 在我国之佛教圣地佛光山举行 主题为《亚洲佛教源流》 以其在价值观多元化分歧之时代 探讨追溯亚洲共同文化佛教之源流 而促进三国文化之交流 与佛教教阿之传播 与会者有中村园、赵明基、金之剑等十余位 国际知名佛教学者 第六届于1984年7月 在韩国汉城春川国立江源大学博领会议馆举行 历届会议所发表之论文均记录成论文及形式 美国威斯康辛州另有一同类性质之国际佛教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创始人为印度学者纳赖博士 Prof.A.K.Naren 约成立于十年前 设置于威斯康辛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该学会历届会议皆常寒 邀我国佛教界学者 P4441 国宝 即旨解刑具备 可为人师 其受尊崇有如国之珍宝 景德传登陆卷五 六祖慧能章 大五一二三六下 至永泰元年5月5日 戴宗孟六祖大师请一 忠略 京遣正国大将军流崇景顶带而送 正位之国宝 摩赫指观卷五上 指观浮行传红绝卷五之一 P4441 国义一切经 指以日本语文翻译或传书之佛典从书 凡二五五卷 大东出版社堪行 主要乃收集流通于印度、中国、日本之佛教经律论及注释书中重要汉文典籍 亦为日本语文 依照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分类、复科题 并加注解、解题 内容大别为二部 一、印度传书部 细收集传述于印度之汉译经律论 加以日译 凡一五五卷 昭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六 出版 昭和五十三年 一千九百七十八 叫定再版 内分阿韩部、本元部、班若部、法华部、华言部、乃治论及部 二、和汉传书部 则已收集中国、日本、朝鲜所传述经律论之书是、十传、各宗著作等为中心 翻一零零卷 二次大战结束前 出版至六十六卷而终止 昭和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五十八 继续出版 至今完成九十五卷 此和汉部一书之类别 分诸宗部、律书部、世会部、史传部、经书部、论书部、护教部 又印度部、和汉部各有一册索引 内列有总目录及内容索引 本书之特色 除正文之日意外 每一部经皆富有题解 介绍作者 成立过程 本经特色、内容概要 以及考证心得 文内家有注解 并就不详之处 列出其与巴利本及北传译一本之差异 对初学者颇有注意 为一重要佛学点击入门书 P4442 直、泛语阿宾那非 只由虚妄分别之心 对事物或事理固执不舍 又称迷执、执着、记者、者 不知五蕴甲和和产生人等众生 而妄执人我为使我之存在 称为人执、我执或身执、众生执之矣 不知五蕴之法乃虚幻不实之、空 而妄执法我为实体、称为法执 以上二者、称为二执、我法二执、人法二执、身法二执 有不等小臣允许法我之存在 故不断离法执、然大臣认为二执皆空 故断离此二执 此外、若认为一切未使有而故执偏有之见解 将实际上之、空、曾义未、有、称为、曾直、反之 故执空无之见解、将实际上之甲、有、简损未、无、则称、损直 以上二者亦合称为二执 旧、能执、知实体 安慧与护法二大论施主张不同 安慧认为于无人诸实之中 第五执、第八执皆有法执 第七执有人执 第六执通人法二执 护法则以第五执、第八执未无执 为第六执、第七执有执 令旧、执、与、障、知别 成为时论严密卷一本位执皆为障 以执限于有能取、所取二分者 障则通于业、果知非心、心所法 故障不一定未执 又执障未、我执烦恼障、法执所知障、之略称 此外故执事物而不舍离之心 称为执心、执着心 己心故执之而不舍离之见解 己种种之妄见 称为执见、执着之妄情 称为执情 大执入人家经卷四无常品 大班若经卷四八五 成为时论卷九 聚舍论卷十九 批四千四百四十二 执居行者 为六局所属之行者 担任六局、首座、书状、藏主、知客、知欲、知殿六头首、知职者 称为执局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 大四八、一一二六下 执局行者插香礼拜 四餐头领众行者礼拜币 批四千四百四十三 执杖犯智 为佛陀时代之外道 此外道所持之杖 壮四人头 佛陀上族弟子之目尖连即为此执杖犯智所即杀 佛将入涅槃前 目尖连入王舍臣起时 执杖犯智以其答言不称义 遂为而以瓦石即杀 目尖连虽神通第一 然以夜利固 不得脱逃 后目尖连虽阻止阿舍是王之报复 然执杖犯智中为目尖连二弟子马素 满素所杀 批奈耶杂氏卷十八 批奈耶卷二 批四千四百四十三 执事 范与法伊菲太阿科拉 巴利与菲法科科拉 指指掌事物者 巨长阿含经卷义所在 以阿南常随士释迦牟尼佛 称之为执事弟子 增议阿含经卷四十五则称之为侍者 又大智度论卷六所说之执事比丘吉指为那 于禅宗乃只属于东旭 主掌四中诸事物之之士的别称 诗加罗悦六方理经 弦结经卷七 大班涅槃经卷中 四分律卷七 参阅 知识 三千四百六十一 批四千四百四十三 执经刚善行菩萨 同于密教胎藏图像所在之善经 菩萨 巨部空卷所经卷九所在 左手附岸上 右手荡胸 掌中数一独骨金刚处 半家夫佐 大日经心品 有善行不值金刚 而大日秘密品 以轨迹 藏行图曼罗不 在此尊 批四千四百四十三 执青金刚处菩萨 相当于大日经秘密品之清金刚菩萨 巨部空卷所经卷九所在 左手附岸独骨金刚处头 右手屈肘 半家夫佐 虽同于胎藏图像所在之画像 然胎藏陷图曼陀罗不在此尊 批四千四百四十三 执持名号 阿弥陀经中之一句 乃表示往生净土之因形 执持 固执不动之意 一级专心称念阿弥陀佛之名号 阿弥陀经 大一二三四七中 若友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执持名号 若一日中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诸圣仲献在其前 是人忠实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至源于阿弥陀经书中解释 执持名号 为 大三七 三五五下 执未执受 持未认持 信力固执受在心 念力固认持不忘 法式暂卷下 善导 阿弥陀经书 窥基 阿弥陀经略记 原性 批四千四百四十四 指指为月 禅灵用语 为妄指指头 为月亮 月即月亮 比喻为真实体 指即指头 比喻为法 乃影视真实之道理 于教化众生之时 需全设各种教法义理 以彰显至极究竟 究竟之真实理体 然暗昧之众生 往往执着于所全巧 假设之教说 以为教说即是真理 而无是于教说所全指之真实理体 犹如以指头指示月之所在 然迷忘之人未能寻指见月 反执着指示月所在之指头 永家正道歌 大四八三九六下 空拳指上伸十解 指指为月往诗宫 参月指月 三千八百二十二 批四千四百四十四 执刚 指指持散盖之刚的执称 又称刚曲 即指于密教灌顶 曼陀罗宫等停移行列时 未使遮盖大阿蛇离之散盖不清 在直盖之两侧指持左右两条纲之人 又以散盖遮盖阿蛇离者 称为直盖 显密微移便揽卷下法式堂上停移 批四千四百四十四 尖心正义经 全义卷 又坐监易经 监心经 监经 东汉安世高益于建和二年至建宁三年 一百四十八 一百七十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内容计数佛陀对阿难之时余相训诫 如修持忍辱未先 可灭除万恶 又如在一日半日等教短时间 乃至刹那间听闻佛法 亦可的无量福报等 又三国无知知千亿亦有词经 习以一诗 重经目录卷三 法经 开元事教录卷十五 真元心定事教目录卷二十四 批四千四百四十四 尖心经 请参阅尖心正义经 尖福 泛名Campilla 为佛陀弟子之一 无量寿经同文众中可见其名 尖福在大阿弥陀经中称为皮底 在庄严经中称为颈笔理 净土三部经应一卷移无量寿经会书卷一 批四千四百四十四 尖行天子 即千日轮 月轮二车之天子 比喻圣位即速 法院诸林卷一大五三 二七三中 比天节即不及日月二轮 二轮节即不及尖行天子 批四千四百四十五 尖劳心 指尖故之正性心 以正性为尖劳而不破 故称为尖劳心 本行及经卷六 大三 六八以上 正性是法名门 不破尖劳心故 批四千四百四十五 尖劳的天 泛名Pithith 因一比里底皮 裸体肺 比里体微 又坐监牢 坚固的神 监牢的神 帝神天 监牢的指 持的神 帝天 色界十二天之一 乃主掌大地之神 巨大唐西玉记卷八载 释迦牧尼佛成道时 第一的神游的涌出 降伏诸摩 第二的神载出 为佛名震 方广大庄严精卷九将摩品一载 佛刚成道 的神位做证明 从地涌出 驱躬躬敬 盆成满香花之七宝瓶供养 密教胎藏界曼陀罗安裂 男女二天 男天身赤肉色 代宝官 左手盆 中有鲜花 又长向外安置胸前 坐圆坐 三昧椰行为宝瓶 种子位 批 女天居男天左侧 或后方 身白肉色 代宝官 右手安置胸前 左手置于骨上 亦坐圆坐 金刚界曼陀罗 乘身会则是白色女身形 开两臂抱持圆轮 宝官中有半月 种子位 A 三昧椰行为方形或宝瓶 此神缘系印度太古时代 崇祀之神 黎巨沸陀 阿踏婆沸陀等赞颂比位 具有伟大 坚固 不灭性 群身繁育 土地凡身等诸德之女神 黎玉沸陀更以之为诸神之母 而尊称为帝母 范B.H.M.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八载为监牢的神 范D.H.P.Siff 德法 即由其坚固之德而来 其后 佛教尊为菩萨而重似之 新华监牢 新华监卷一世主妙监品 说为陈树之主的神 列举普德敬华主的神 妙华炫祭祭主的神 金刚眼体主的神等 密教为求福 正地 国土丰饶 而修之供养法 即称的天公或土公公 杂阿含金卷十五 佛本行及金卷二十九 大日金卷一具原品 五分绿卷十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三 大日金书卷四 青龙四仪轨卷下 密葬祭 诸说不同祭卷九 P4445 监牢的天仪轨 全一卷 右座的天仪轨 唐代善无畏异于 开元五年至二十三年 七百一十七 七百三十四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内容叙述礼拜公敬公养奸牢的天 即公得天 并诵其真言 皆其根本生应者 能增益寿命 精进情形 的大变才 大智慧 及无量福德 并圆满诸事业 幼烈是其他种种能获得福报之做法 本一鬼虽将监牢的天与功得天并举 然主要在述说监牢的天利益人天之事 P4446 兼顾女 习佛在指数给孤独圆 说女人欲发大心 应离产驱 嫉妒 贪甜 邪尾等诸过 兼顾幽婆 以及于佛前合掌 发怨言 我欲利益众生故 而发大菩提心 修菩萨行 佛并未知寿计 兼顾女精 P4446 兼顾女精 权益卷 又称牢固女精 随带那连提耶舍 517 589 易于开皇二年 582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内容引述兼顾女幽婆 一味不断觉佛种于一切至种 并未利益一切众生 乃发无上菩提心愿 而非未无始无济流转生死之恐怖 故今中基于大臣之立场 主张修行应以广力众生之大丈夫是未至 而排斥生文 原觉 辟知佛等小臣罗汉之见地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原式教陆卷七 P4446 坚固灵 及梭罗树灵 梭罗 泛与LA 巴利与SLA 亦亦未坚固 于慧苑因亦卷下则已为亦座高原教正确 坚固灵 又称为坚灵 双树灵 赫灵 四枯四绒树 翻译名义集卷三位 此树东下不雕而坚固 应以为名 佛陀在居师那揭罗成拔提河边 将入涅槃时 其卧床四周各有同根梭罗树一双 此灵集为佛陀涅槃之处 玄印英译卷二 参阅 梭罗树 4079 批4446 兼顾法身 禅宗公安明 右座大龙败坏法身 大龙法身 为宋戴森大龙山至洪洪记达一森之问 显示色身之外 法身无可觅者 闭言录第八十二则 大四八 二零八上 森问大龙 色身败坏 如何是兼顾法身 龙云 山花开四井 见水占如蓝 此盖以山花见水之当体及十香 表示五蕴甲和和之身及金刚不坏之法身 五灯会圆卷八 禅宗宋古莲珠通极卷三十五 批4446 兼顾设立 只不能破坏之佛的真实法身 《妙法莲华经幽波提舍卷上》 大二六三上 明一切诸佛兼顾设立者 为如来真实法身 于此修多罗不败坏故 P4446 兼顾长者 范名Mutt S.R.A. 又称兼顾解脱长者 略称兼顾 为善才童子求法门 游行南方所参访五十五善之士之第46位 华言入法 叶品大一零八七八上 耳时善才 中略于一面立 白言 圣者 我已先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为知菩萨云和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我闻圣者善能又会 愿为我说 长者 答言 善男子 我得菩萨解脱 名无这清敬念 我自得是解脱以来 法院充满 于十方佛所 无负希求 善男子 我为知此敬念解脱 参月 五十三餐 一千零四十八 P4446 兼顾义菩萨 兼顾义 泛名DHDHEIA 英译灭里图的野舍也 蒂利亚的野舍也 西藏名Lag 帕Ibsen 帕Braten 帕 又做兼顾慧菩萨 兼顾菩萨 兼顾身心菩萨 兼义菩萨 密教胎藏界的藏苑九尊之一 位于胎藏界曼陀罗的藏苑第八尊 以及介于除盖障菩萨与持的菩萨之间 其形象 生成肉色 右手持开敷莲花 花上有火焰成载结魔金刚 左手握拳向上至膝上 坐于赤莲花上 种字位A 表示内政坚固不坏 三昧耶行位连上十字金刚 又坚固 明的大 义 指的大知心得 和此三字而全显的藏菩萨之内政 此尊利亦众身于月其他诸尊 顾密号超越金刚 大日经书卷五 射大仪轨卷中 胎藏界漫图罗尊位献图超 P4447 坚固经 后勤佛陀耶舍 诸佛念共义 收于大正藏第一侧长 阿含经卷十六 此经续集佛在那南陀城之时 有长者子民坚固 三次起请于佛 其佛能赤诸弟子为不信佛之婆罗门长者子 居士士献神族 显上人法 令此等人信福 佛则告示 大一 一零一中 我但教弟子 于空闲处 静默思道 若有功德当自腹藏 若有过失当自发漏 并解说为何不令弟子显现神族 上人法之原因 P4447 兼法 只修习舍弃生命 才三种 而得兼顾不坏之法 修道者忘却生命 弃舍财宝等 而获得无疾之身 无穷之命 无尽之财 此三种天地焚而不烧 结束尽而不尽 故称兼法 为摩截所说经卷上 大一四五四三上 当官五欲无常 以求善本 余生命 才而修兼法 菩萨应若本业精卷上列举六种兼法 一 性兼 别教菩萨于十柱未修习空观 知一切法皆为真谛而无毁坏 二 法兼 别教菩萨于十行未修习空观 知一切法皆为俗地而无毁坏 三 修兼 别教菩萨于十回向未修习中观 知一切法皆为中地而无毁坏 四 德兼 别教菩萨于十地未修习中观 破一分无名 显一分三得而不毁坏 五 顶尖 别教等觉菩萨居实的知顶 破或显得而不毁坏 六 绝肩 别教妙觉果佛绝了一切法皆为中道而不毁坏 P4447 尖座 尖座 及两脚并拢坐 而臀部着底 或位 贤座 知额物 盖贤座 及并脚蹲坐 臀部着底 参阅 贤座 6178 P4448 尖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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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密教胎藏大日如来之法座 细须弥坐之一称 未须弥山行之台座 金刚鼎翼绝卷上 大三九 八一四中 放杂色宝光成庙显山 民间圣法界座种也 金人共好位虚弥坐者 从此立名 非是虚弥如山寺堡所成者 此庙座高显 犹如比山 故以预知 P4448 兼义 梵名Styromaty 因义西齿罗莫的 印度人 这犹如大臣论二卷 其中引用龙树 提婆 罗罗 居摩罗陀等诸诗之说 北梁道琴法师将其意味汉文 由此可推测师纪龙术、提婆等后出 约为西元第四世纪中人 或认为乃与监会同一人 又因一大名三藏圣教目录等 以其泛名与印度之监会相同 历代三宝纪卷九 开元世教录卷四 华严经传纪卷一 参阅、监会、四千四百四十八 批四千四百四十八 监义经,请参阅监新正义经 监经,请参阅监新正义经 监时新合掌、范宇妮妮 因一宁伟拿 密教十二种合掌之第一 略称监时合掌 集合两掌、令掌中心不虚空 使指端之间稍微相离 大日经书卷十三、参阅 十二合掌、三百三十六 批四千四百四十八 监是狮子、即是尊之本身 是尊于英卫时 曾谓一狮子、明监是 据报恩经卷七 咸于经卷十三 监是狮子品所在 监是狮子、身毛金色 见一辟之佛 威仪清净、常来清净 听闻诵经 时有大猎狮 洗狮子经毛 欲包其皮线与国王 遂用计、尾坐沙门、入山坐一树上 狮子见之以为真比丘 来舔是其足 猎狮趁机以独剑舍之 狮子中见玉博之 忽坐是念 此是沙门、批坏色衣、加沙 乃三世之佛、贤圣之标志 故不可其恶心 至丧生命 终不其恶心 P4448 监会 范名 Esremity 英译梭洛莫底 据大臣法界无差别论书卷上所在 为中印度纳烂陀寺之森 佛世纪后七百年之沙地利种 少聪瑞一群 辩学试典 出家学到后 所习大小臣教 会解于名 无不宗恋 然与大臣思想教契合 所着就近一臣宝信论 法界无差别论 皆显大臣真实就近之说 大唐西玉记卷十一法辣皮国条载 师有指法辣皮国 与德会并称于是 共治阿哲罗论 阐阳法理 然德会年代比佛世纪后九百年左右 之是青海晚 故与前相所在兼会之生存年代有出入 又另有政论 即此兼会是否与传 法界无差别论 之兼会 传 入大臣论 之兼亦 犯Styromedy 或做S remedy 为同一人 关于此政论 或为前二者为同一人 或一犯名相同而为三者为同一人 大唐西玉记卷九摩阶陀国条 华言经传记卷一批四千四百四十八 基督教 广义之基督教 改革后产生之新教 狭义之用法 基督教为世界性宗教之一 与佛教 回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其信徒遍及全球 影响立即于全世界 由于西方知识 政治 思想 艺术等皆深具影响 西元一世纪 巴勒斯坦之犹太耶稣宣称 世界为上帝 天主 所创造 人类自始祖起就犯了罪 并在罪中受苦 唯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 才能获救 基督教以约全书 继承犹太教经典而来 即新约全书未圣经 资将基督教之发展历史略分为古代 中古及近代三个十一 古代 基督徒因拒绝崩拜罗马皇帝 而长期遭受迫害 至西元三一三年 均是坦丁大帝解除对基督教之境线 三三七年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二 中古 第五世纪 西罗马帝国王于蛮族 上古欧洲文明陷于黑暗时代 此时基督教担负教化社会 保存文化之巨人 间接促进经济复苏 对欧洲文明有莫大贡献 唯因东西罗马帝国分治 东西方教会亦随之疏离 而于1054年分裂为东方之希腊教会 东正教及西方之罗马教会 宫教及天主教 三 近代 自十四世纪后 罗马天主教建区腐化 故马丁路德于1517年先起宗教改革运动 遂产生新教 后以新教通称所有脱离罗马天主教之西方教会 如路德派 改革派 英国国教派 长老会 公礼会 贵阁会 定性会等 天主教经此震撼 以力图改革 遂蒙其相对之改革运动 其中以耶稣会罪为卓主 而十九 二十世纪 则有各教派之统一运动 致力联合世界所有基督教会 促进彼此合作 基督教虽分裂为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 燃其信仰之基础皆细为一之神 及耶稣基督 自略数三教教义 礼仪之差异 一 罗马天主教 又称天主教 公教 罗马公教 加特利教 亦称旧教 以区别于基督教新教 归纳天主教基本教义为 一 天主实戒 及青虫天主 无呼天主圣明发许事 守战礼之日 孝敬父母 无杀人 无行邪淫 无偷盗 无妄政 无占他人机 无贪他人财 二 圣交四规 及参与主日及大战礼日弥撒 遵守圣教会所定摘旗 每年至少一次告解并领圣体 尽力赞助教会经费 三 七见圣事 及圣喜 奸证 圣餐 赞悔 神品 婚姻 富游 四 教徒必信之基本道理 以三位一体之创世说 为 神 仅有一位 但内含三个位格 及圣父 圣子基督及圣灵 神创造宇宙万物 二 圣罪与救恩 为世间第一个人亚当不顺从神之指示 犯了圣罪 故亚当之罪一因而传给身于世界上之每一个人 神浅其独生子耶稣来拯救世人免于一切罪恶 包括圣罪及后天因触犯神的律法而有之罪 耶稣在世时便教导人们以相信神及诚实悔改而得救 三 教会之本质 为教会继承基督 完成拯救世人之使命 四 来世 为肉身死后 灵魂将升天堂 入炼狱或下地狱 二 东正教 1054年东正教脱离罗马天主教而独立 主要留步于希腊 俄罗斯 东欧 西亚 圣经 与 圣传统 为东正教教义之源 本派认为圣灵由圣父而出 与天主教及其他西方教会所认为之圣灵由圣父与圣字 所出不同 其余教义则无甚差异 东教义 行其认识 为其解释于天主道略有所议 三 新教 即狭义之基督教 源于1517年之宗教改革 包括许多派别 派之理 方式 日不尽相同 而教义与天主教 东正教略同 然于神与人之关系 有其特异之见解 一 认为人欲得救 唯须依赖神之恩典 非如天主教 主张教徒 可依心 及 而救 二 主张 唯有圣经 具有指导 信仰之权威 非如天主教 东正教 所强调 圣经 及教会 传统 皆为 信仰之基础 又基督教之传入我国 始于唐代征官九年传入 知涅斯托里派 635 时称 景教 景 细光明之义 会昌五年 845 朝廷禁诀佛教 景教一遭波及 而于中原地区 绝迹 元代时 天主教 吉涅斯托里派 父传入 两者通称也里可温教 或十字教 然流传不广 至元王又皆中断 明代时 耶稣会再度传入 清代鸦片战争前后 新教各宗派 一陆续传入 各宗派传教士 至我国各地 推广传道工作 建立教会 并设立各级学校 及芒雅学校 养老院 孤儿院等 亦有从事 易经工作 研究汉学 并将四书五经 亦为英文本 而西洋科学 亦随传教士 输入我国 对于学术文化交流 深具影响 P4449 唐 范语 P.R.S. The.Leona 即殿语之意 又称殿堂 即指公安置佛像 讲经或修行等用途之建筑物 与塔共位构成迦兰之主体 殿堂与塔庙 合称堂塔 印度建造各种堂语 如佛殿 大堂 布萨堂等名 散建于各经律 我国堂语 出现于诸种文献者甚多 或依安置之本尊而命名 如法王殿 释迦堂 研魔堂等 或供法会 修行等用途 如戒坛堂 赞佛堂 讲堂等 或依位置及形状而命名 如中堂 本堂等 或安置祖像及遗骨 如设立殿 开山堂等 亦有宫日常生活者 如斋堂 茶堂等 至于形状 除较特殊者外 多位正方形 长方形 北本涅槃经卷29 四分绿卷35 洛阳加兰记卷1至卷5 P4450 唐主 为严寿唐主之略称 系掌管严寿唐 并防 内一切事物之职 禅院清规卷四 严寿唐主 尽头条 万绪111449下 唐主需请宽心 耐事 悼念周旋 安养并森 善知因果之人 又水禄唐主 罗汉唐主 虽各执掌一唐 亦称唐主 然此特指严寿唐主 细以总称为别名 P4451 唐司 禅灵六之士之一 又作为那 负责僧唐指导之僧 为那之居士 称为为那寥 亦称唐司 为那之下 掌珠杂物之一僧 称为唐司行者 略称唐行 又戒腊牌 乃记载 森重戒腊 依戒腊 以定森重 为刺之牌 其中记载 唐司 戒腊 之牌 称唐司牌 赤修百丈 清规卷四 唐司 特为新旧 使者 茶汤条 禅院 清规卷 一挂答条 禅灵 向器 兼职为门 参阅 为那 五千八百九十 批四千四百五十一 唐屋里泛扬州 禅灵用语 扬州为我国货物集散之商业中心 此处转意为坐于市内 即能行如扬州之繁荣的商业买卖 以御纳森之自在庙用 从荣录第三十则 大四八 二四七下 输我当行乡买卖 唐屋里泛扬州 批四千四百五十一 唐班 唐内之班位 坐唐之时 其位置依身份而规定 批四千四百五十一 唐堂秘密 禅灵用语 意志绝对真理朗然呈现于一切处 同于 借不曾葬 异语 景德传灯陆卷十八 大五一 三四八下 雪峰有十位众约 堂堂秘密地 师出问约 是什么堂堂秘密 雪峰起立约 到什么 师退步而立 批四千四百五十一 堂头 原指禅院住持之居处 方丈 又隐身为禅灵之住持 又称堂上 堂头和尚 灵记录行录 大四七 五灵四下 手作云 如何不去问堂头和尚 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三入院条 禅灵向器间殿堂门 参阅 方丈 一千四百三十二 批四千四百五十一 堂 又做堂秤 即禅灵师森之失误 为达秤 范道克阿 之略称 止步失误 备用清规卷四间 点西堂头 手心令条 参阅 达秤 五千六百七十七 批四千四百五十一 然 一千零一十六 日本三论宗僧 京都人 俗姓藤元 幼年出家 学三论 密教等 素有登舞台拜文书灵迹 度中天主礼佛灵迹之志 以母在 魏果 永观元年 九百八十三 来宋 一年 入京县同契时 与品及日本职原令 年代季 唐月望孝金星 一个一卷 太宗赐以子医病 法纪大师 之号 其后 北游舞台山 巡礼文书菩萨灵迹 赴回汴京 永延年间 九百八十七 九百八十八 师参一席华门外圣禅院 并命人摩克院中之印度忧田王索克之 瞻谈世家相 请的大藏经五千卷 并携世家相 十六罗汉相等返国 世家相 即今日本清梁四之本尊 其间 师父浅弟子家 应来诵谢恩 献表及佛经 宴举 善窃 铁刀 金瓶等 长河五年世纪 世寿不详 有入诵日纪四卷 经不传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宋十列传第二五零 扶桑略计卷二十七 参天台五台山 计卷一 卷四 卷五 P四千四百五十二 婆 西弹字 BHA 幼座摩 父 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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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 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体闻五类身中纯身之第四 其意略举如下 一 自相潜略是作有 自意生密是作有不可得 大日经卷二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等位有之意 细范语BHA 因一婆 之转世 二 大品般若经卷五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等座破坏之意 细范语BHA 之转世 三 北本涅槃经卷八座负单 负荷之意 细范语BHA 之转世 四 新华严经卷七十六座宫殿之意 细范语BHA 之转世 五 大日经卷六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三等座休息 惯喜 观想之意 细范语BHA 之转世 光赞班若经卷七官品 大日经书卷七 参阅 西潭 四千五百六十四 P四千四百五十二 婆子作斋 禅宗公暗明 指旁行婆为离断一切邪念而设斋之故事 旁行婆 法系不详 五灯会圆卷六 万绪一三八 一一三下 旁行婆入入门寺设斋 为纳请一指 婆粘书子插相记后曰 回向了野 便出去 P四千四百五十二 婆子偷 禅宗公暗明 吉堂代赵州从沈禅师与图中所遇之婆子 吉偷笋之机缘问答而引发之一则公暗 吉笋 据禅院蒙求卷上载赵州于陆中寓议老婆 问其往何处去 老婆答言 偷赵州之笋 赵州又问 若遇赵州将如何 老婆及时打赵州议长 此处既以赵州之笋为禅之真实义 老婆以此表示万人万物皆平等 不拘于所有或非所有 P四千四百五十二 婆子眷属 禅宗公暗明 表示禅一体观之故事 据禅院蒙求卷下所在 有一森问独住安之意老婆有无眷属 老婆答曰 山河大地 其间草木皆为我眷属 此系是有情 非情皆为己之眷属 已表示禅之天地同根 万物一体之一体观 P四千四百五十二 婆子稍安 禅宗公暗明 又做婆子焚安 旨在禅室真实之修行 不仅需压抑一己之欲求 由须明白彻建一己之本来面目 五灯会圆卷六 万序一安八 一三 三丈 即有子公养 一安主 今二十年 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世 一日 令女子报定曰 正嫩魔食如何 主曰 枯木以寒言 三冬无暖气 女子举四婆 婆曰 我二十年之公养的各俗 岁 被遣出 烧雀安 此公安 皆安主 谨压抑一己欲求 而成枯木寒言之状态 并非真正修行佛道 P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尼 泛名BNI 为古代中印度杰若居蛇国 及驱女臣国 之大臣 又称变了 变了 据大唐西玉记卷五载 杰若居蛇国国王为东印度杰罗拿苏法拉那国 金尔国 所幼杀 当时大臣婆尼直望隆重 最拥王帝登位 号称施罗阿蝶多 及著名之戒日王 P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多喝迷失 意义无根 即位无眼 耳 鼻 舌 身等无根 是魔喝言论卷时 大三二 六六四下 其心专一 不能分别硬作 不硬作 如婆多喝迷失人 P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收楼多科 泛名BHurathya 意义为多文部 小臣佛教二十部之一 佛陀灭度后 佛教分裂为上座 大众二部 后逐渐更分为四部 五部 乃至二十部派 本部派教法中参有奥义书之哲学形态 参阅 小臣二十部 九百二十八 P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家 泛语BHAG 意义破 灭 又作婆 薄家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二五 四零八下 婆家 情言破 又泛语杂名一载 婆及破之意 大日经书卷一 P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家先 婆家 泛名BHAG 又作婆家婆先 婆家婆先 婆家先 意义为瓦师 无不答 祝皮舍离国 一苦行灵中之仙人 以释迦太子出家离城后 及至其地 问道疑速而著名 然其学说不详 依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所述 此仙人与共修之诸仙 皆修苦行以求升天 升被草 树皮 石花果 或行自恶之法 是水火 奉日月 或翘一角握于尘土 荆棘等 太子观此苦行 知谨可得升天之果报 并与拔家先及诸仙问答中 知其非真正解脱之道 遂此去 转往阿罗罗先处 亦说父皮舍离途中 遇此仙人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观诸易道品 大制度论卷 以P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家婆 饭与宝贝 亦为诸佛通号之一 幼做薄家饭 婆家饭 婆家饭 薄阿饭 婆地 婆地 薄家拔地 意义做有德 有大功德 有名声 众幼巧分别 能破 世尊 及具备众得 为世所尊重恭敬者之意 义及佛之尊称 关于婆家婆之语义 于大制度论卷二 佛的经论卷 以法运族论卷二 正敬品等诸经论中 皆有引用或是义 又据佛的经论卷 以玄印印义卷三载 婆家婆 薄家饭 义名总舍重德 故将其至于经手 此及指诸经手之 如是我闻 义时佛在 中之 佛 自 义自 婆家婆 由上所述 足正婆家婆之名 广为人之 此外 婆家婆 原无世尊之意 世尊 义此为一般人所义解 故自古以来 义者多以其为 婆家婆之意义 又据佛的经论卷 以举出 薄家伴六意 即 一 自在意 二 赤圣意 三 端言意 四 名称意 五 吉祥意 六 尊贵意 令据北本涅盘金卷十八 一列举出婆家婆七意 即 一 能破烦恼 二 能成就诸善法 三 善解诸法意 四 有大功德 无人能胜 五 有大名文 便于十方 六 能做种种大会师 七 于无量阿森指截土 即不受之意 女根 竟舍诸恶烦恼 此外 在印度一般人尊称神仙 贵人亦用婆家婆异语 此时之婆家婆则具有自在 正义 礼遇 吉祥 名称 解脱等六意 参阅 世尊 一千五百二十二 二位阿弥陀佛三十七号之一 于赞阿弥陀佛记中载有 我顶礼婆家婆 一语 及携取诸佛之通号而立名 此乃因十方菩萨为恭敬歌颂 阿弥陀佛无量广大之功德 故以具有大功德意味之婆家婆名 赞叹阿弥陀佛 增议阿含经卷十四 百论卷上 瑜伽师的论卷三十八 大乘一张卷二十末 义部宗伦论书记 翻范语卷一批四千四百五十三 婆利一范语法利诶法利诶 又坐昂巨舍 亦亦未驱沟 翻译名义集卷三 二范语VRI 又坐婆利 玻利婆耶 水之别名 翻范语卷九 大五四 一零四五下 玻利一约水也 北本涅槃经卷十二 P四千四百五十四 婆利阿修罗 泛名法利诶索 又坐婆利阿修罗 魏阿修罗王之一 据佛本行及经卷二十三所在 佛陀往席魏菩萨时 某次入王舍城内 该国城众见其威以显赫而 互相言说 指其为天王 龙王 或称赞其为婆利阿修罗王等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四 P四千四百五十四 婆利诗加花 婆利诗加 泛语VRIKA 意义坐雨时深 雨时 下身 下至 雨 又坐婆师花 婆利诗花 婆师加花 瓦师加花 瓦莎加花 婆利诗加花 婆利诗加罗花 学名Jasminum Sambach 产于印度 属木西科植物 乃素心之一种 花白色 甚香 花名之由来 乃因其花位于其时所开 或因此花于下时所生 会灵音一卷二十五 会愿音一卷上 西灵音一卷五 P四千四百五十四 婆利摩尼 泛名Balumae或Phalumae 意义朱利 又坐婆至末 守护众生之大叶叉 此大叶叉总领诸君 有神通力 以光明见称 能周行于世间 去除世间一切恼乱 灾害 孔雀王咒经卷下 P四千四百五十五 婆杀 请参阅阿皮达摩大皮婆杀论 婆杀四大论师 又坐婆杀四平家 四平家 加施弥罗国瑜伽逆色 加王统治时 五百罗汉剧集 平世发质论 编撰大皮婆杀论 其中以法旧 范德玛德蒂阿 妙英 范郝阿 室友 范法什米达 绝天 范布德德佳 等四大论师 其来及被称为 婆杀之四平家 此四论师 之立于法体恒有而说三世之别时 各有不同之见解 据大皮婆杀论卷七十七载 说一切有不有四大论师 各别建立三世有益 为尊者法旧说类有益 尊者妙英说相有益 尊者室友说未有益 尊者绝天说呆有益 参队三世时有五百四十 批四千四百五十五 婆杀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大皮婆杀论 婆斯扎 泛名法CHA 以幼座婆死色揣 父丝仙 婆丝仙 婆守仙人 略座婆丝 婆扎 系七大仙之一 十大仙之一 二十八不重之一 印度沸陀时代之仙人 盖婆斯扎于离聚沸陀时代 为代表婆罗门种族之仙人 以及离聚沸陀第七卷赞歌之作者 巨大制度论卷三载 网谷之魔皆 陀国王婆守因厌世法而出家做仙人 时有居家婆罗门与出家仙人 共论一四天时 应不应杀生但肉 以此就教于婆守仙人 婆守达约可 出家仙人乃则其非而告之应时 与婆守言四废陀中 为四天应杀生但肉 遂不改其说 彼婴儿的大罪 于是全身陷末地中 又大方等陀罗尼金卷一位 比仙人从地狱出 为列佛陀说法之会众 于密道中 位于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布之东方 形象为深沉白肉色 仙人形 上身裸露 右手持莲花 握拳腹腰 弯曲左手 持树珠 立左膝 坐于圆左 三昧耶行为树珠蛮 种子为 V 又为虚空葬院牵手观音之左斜视者 乃观音二十八不重之一 形象为肉色 苦行仙人形 右手举四弹指 左手持仙杖而立 三昧耶行为仙杖 种子为 RA 中阿韩卷三十八英五经 大日经卷五秘密曼图罗品 大皮婆沙论卷十四 大日经书卷十六 二佛陀弟子之一 又作婆西扎 长阿韩卷六小圆经仔 舍卫国有婆罗门名婆西扎 与婆罗堕婆罗门 范BHRFGA 八童 共一佛所 受佛陀教化 又增益阿韩经卷三弟子品 以之为声闻中第一支比丘 横喜三昧 缠月位时 三婆罗门女 又作婆斯色揣 婆四渣 其因丧失六子而神智狂乱 裸露形体奔窜于路上 与世尊相遇后 神智随即清醒 进而听闻世尊说法 乃正国位 杂阿韩经卷四十四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六 P四千四百五十五 婆纳婆斯国 婆纳婆斯 泛名弗纳斯 巴黎名弗纳斯 南印度古国民 阿裕王曾派浅乐器多 巴拉吉特 前往其地红布佛法 此国位置 约当今南印度 知悉尔西达鲁克 Sir Saitaluk 一的 善剑绿皮婆沙卷二 V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SN May John D. Cunningham Ascent Geography of India P四千四百五十六 婆舍斯多 三百二十五 祭兵国人 魏禅宗传法 第二十五祖 婆罗门出生 其母梦的神剑儿有孕 既诞生 左手握诸而不开 一日遇狮子尊者 显发素婴 出家为其弟子 尊者将斯多之名 与前世之名婆舍 何称为婆舍斯多 密寿新印 后受王家圣之礼遇 因诗子尊者遇害而前隐山谷 受当时国王天德之公养 后传法与太子不如密多 于东晋明帝太宁三年世纪 是寿不祥 宝陵船卷六 景德船登陆卷二 P四千四百五十六 婆拉纳 泛名VRAA 又做婆罗那 意义未流转 曾为梅西罗国之王 跟随家瞻眼比丘出家 入阿班的国山中修行 时阿班的国王带工人入山游猎 因婆拉纳容貌端正 工人围绕观看 为王所及田 即被鞭死而复活 欲回国新兵复仇 后蒙家瞻眼比丘 以方便利令的兵败 被捕之恶梦 遂取消新兵之念 家瞻眼并广未说一切诸法 譬如国土 甲鸣无石 李舍乌等别乌国土 乃至广说种种因缘 至义即为义非时事 无此无彼无怨无亲 王文法入道正果 为时书要卷上末 二时为时书即卷下 批四千四百五十六 婆多 亦指人生四大布条中之风大布条 人体游地水火风四大构成 若四大布条则有即患 南海纪归内法船卷三 尽要方法调引一方经之言 为四大布条 为一 巨撸 二 解脖 三 必多 四 婆多 婆多 即逢大布条 气息篡动 冲击 令人不适 金光明金卷三 法院株林卷九十五 参阅四大病箱 一千六百五十五 二掌者明 据阿玉王金卷七载 阿南玉入涅槃之际 父主舍纳婆斯 为佛陀以说其入百年后 应于摩托罗国幽曼陀山 大堤湖山 建四 持建四 四之谈月及该国长老之子 纳多 婆多二人 婆斯一言转告 二人遂受持建四 四名乃称纳多婆多 批四千四百五十六 婆斯 向财 子参访五十五位 善之士之地二十三 乃楼阁城之传师 右座传师 自在海师 泛法欧科娜 位于佛法海 生死海以善通达 故称自在 对于善才童子 所谓云和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而告示种种方便 教化众生 即所成就大悲壮行 其化度众生 不失珍宝 法财 令的利益 安乐 以传运诸商众 令的安稳 无有恐怖 复卫说法 无不欢喜的大利益 四十华严经卷十四 参月 五十三餐 一千零四十八 批四千四百五十七 婆山婆眼帝 主夜神 婆山婆眼帝 泛名V.Santa V.A. Yantai 右座婆散多婆眼帝神 婆罗婆萨那神 婆娑婆陀神 拔森多神 亦亦春和神 春生神 春主当神 或依止不畏之神 单称竹夜神 夜神 细善才童子参访 五十五善之事之地三十二 于夜暗处处恐怖 救护众众生 及诸苗架 能生万物之神 巨星华严经卷六十八入法界品载 此夜神于虚空之中 触保楼阁香莲华藏诗子座 身真金色 目法干清 情貌端严 以众宝阴若未严是 身符诸一 手带犯官 一切星宿秉然在体 于其身上之衣衣毛孔 阶线 画度无量 无数恶道之众生而令离显难 知相 俗传 若厌悟梦 诵此神明 得稀除恐怖 六十华严卷一 四十华严经卷十七 华严经书卷五十八 华严经探玄记卷十九 批四千四百五十七 婆诗 亦婆丽诗家花之略称 素星之一种 花白色 圣香 参阅 婆丽诗家花 四千四百五十四 二赞叹之义 乃北逆之转音 参阅 北 四千零七十二 批四千四百五十七 婆诗波 范名非婆 巴利名发 又做婆诗婆 婆沙波 婆夫 婆婆 婆婆 婆范 婆 亦亦起气 长气 泪出 正语 细佛于路也愿出转法轮时 最初所度五比丘之一 增议 增议阿含金卷三弟子品列举佛弟子中各种第一比丘时即位大二五五七上乘虚教化亦无荣祭所谓婆婆比丘是又佛陀入灭后与大家业各于窟外窟内之二处结集时婆诗波为窟外大众之上手自领界外大众结集三藏成为大众之一 大众不知之祖 此罗汉 此罗汉应常悲念众生苦而恒自堕累 故称累出 中阿含卷三破经所载家为罗为国有一式种 明破,初从尼甘子,后应受世尊教化而归依佛门,此或与婆师波妃同依人。 佛本行及经卷三十四转妙法伦品,皮尼姆经卷一,三论玄义卷下,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二本,P四千四百五十七。 婆妻鸟,及雾鹰 四额略小,黄土色,嘴翼橙黄色,未沾类之一。 四鸟有秘身法,与巫、旧、野干等皆围绕于燕摩天之风曼图罗中。 大日经卷五秘密曼图罗品,大日经书卷十六,P四千四百五十八。 婆妻舍,八立名V.A.G.S.A. 为佛陀弟子之一。 又做婆妻沙,彭妻舍。 乃佛陀弟子中,最著名之诗人,常以即性之诗记赞叹佛陀及上座弟子。 此外又擅长言辞辩论,无有一致。 曾做,焰离记,以激励自己,又于正的漏镜之时做记赞叹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镜明,其后于并重时迎诵,无上记,而斑涅盘。 曾义阿含经卷三,大二,五五七中,我声闻中第一比丘,中略,能造计宋探如来的,所谓彭妻舍比丘事,言论变了而无一致,亦是彭妻舍比丘,P四千四百五十八。 婆,指晓儿之发生。 北本涅盘经卷二十,大一二,四八五中,所谓婆,者有位,婆者无位,是位婴儿。 参阅,多多婆合,两千三百二十九,P四千四百五十八。 婆婆合合,禅灵用语。 原意为模拟婴儿言语不清楚之状态,转欲如来言行之不偏不挡。 戏比喻南本涅盘经卷十八所在婴儿行之一种用语。 瑞州洞山梁架禅师语录,大四七五二六上,如是婴儿,五香玩具,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合合,有惧无惧,终不得悟,与未正故。 参阅,婴儿行,六千四百一十五,P四千四百五十八。 婆提,一范名Badrika,巴利名Baliya。 又坐拔提离家,拔陀罗,拔提。 意义小贤,贤善,人贤,有贤。 略作贤。 五比丘之一,世尊出家后,与阿若交臣如等供奉进犯王之命,奉世世尊,供修苦行,后世尊臣道,于陆也愿出转法轮时,未得道之大弟子之一。 有关其种姓,各说不同,方广大庄严经卷六,以施魏加皮罗臣中大臣之后代。 中阿汗卷八世者经,四分律卷四等,以施魏是种子拔提王。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二,大唐西玉记卷七婆罗斯国条中,以施魏是尊之一族。 参阅,拔提,五千两百八十七,二范宇佛娜,右座婆娜,傅尼,意义为零。 华严经探旋记卷十九,范宇杂明,P四千四百五十八。 婆斯仙,范明发CHA,巴利明发CHA。 因一婆死色揣,婆斯色渣,婆斯色差,喜色他,傅斯色,婆斯,斯,婆渣。 意义最甚,无上。 系七大仙之一,十大仙之一,观音二十八不重之一。 印度离聚费陀时代古婆罗门种族代表性之仙人,及离聚费陀第七卷赞颂之作者。 又系羽心蛇提仙人,十仙之一,同时之邪见外道。 大日经书卷十六载,思仙人及婆守仙人。 婆守仙人于密教胎藏界曼图罗中,位于虚空藏院及外院东方。 其形象深沉白肉色,裸露上半身,右手持连握拳至腰部,左手屈而直竖竖,竖左膝,左圆左。 大日经卷五秘密曼图罗品,绘灵音一卷二十六,参阅,婆斯扎,四千四百五十五,P四千四百五十九。 婆斯仙后,系婆斯仙之妃。 位于密教胎藏界曼图罗外金刚部东方,婆斯仙北侧。 形象为赤肉色女型,两手持莲花,做圆座。 种子,HA,三昧耶行为开肤之莲花。 参阅,婆斯扎,四千四百五十五,P四千四百五十九。 婆耶,范语B.H.R.E.E.E.傅。 又坐婆里耶,婆里也,婆语。 即子妻,妇,妻妾,女,夫人等。 据启示经卷十载,杰出之时,大地有地位,地皮,灵漫,精米等, 先后自然而生,色香味俱足,众生以赐地使用笔诸味之故, 行色碎线,我慢见生,知髓,皮肉,筋骨,浓血,重脉等一流不全生, 男女根相貌彰显,染心爱欲意随之而生, 便有男女于平处行不尽之欲法, 于人见而斥多之,使笔众生,男,急生惭愧, 堕在不善诸恶法中,便得,波帝,知名。 其后,同行欲者之妇人送饭食来,以供敬食, 而诸波帝已堕于诸恶法之故,修脑不快, 见以妇人,即位,大一,三六二上,乳有堕也。 乳有堕也。 遂立名为,婆耶。 婆耶,乃,饭食,知义,而于随代之时, 即义出启示经之时代, 饭食,义词,即是,父,之义。 启示因本经卷食,P4459。 婆赫,饭语VHA。 意义,即可容纳二时驱离之器具。 驱离,即一壶,相当于石斗。 幼,婆赫麻, 意词,婆赫为器具名,麻,则指胡麻。 翻译名义即卷三, 大五四,一一零七上, 据舍云,二不妥寿量, 如依婆赫麻,百年除一境。 此言疑,二十胡麻,百年之间除去一生,除尽麻食, 二不受闷也。 据舍论光纪卷十一, 玄印英译卷二十四,P4459。 婆须达多,泛名非苏德塔, 意义才师, 有善师行。 据八十华言卷六十二载, 文书师立制服成,六十华言则未绝成, 附近大塔妙处说法, 十臣中圣多优婆赛网易文书师立, 婆须达多即为其中之一。 六十华言卷四十五, 慧愿英译卷下, P1460。 婆须达多,泛名法苏密塔, 英译法苏密亚罗,婆须达, 婆须达多罗,何须达多。 意义是有,天有。 义华言经五十五善之事之一, 乃善才同子所参访, 参访第二十五善之事。 据旧华言经卷五十载, 婆须密多居于显南国宝庄言臣, 容貌端言, 生出大光, 以成就离遇时期清净法门, 即为众生说离遇法门, 以得清净。 摩喝止官卷二下, 大四六, 一七下, 当于二中而修官慧, 中略, 何须密多营而泛行, 提婆达多邪见吉证。 八十华言经卷六十八, 参阅, 五十三参, 一千零四十八。 婆须密所及论, 请参阅尊婆须密菩萨所及论。 婆须密经, 请参阅尊婆须密菩萨所及论二佛陀入灭四百年后之大论师, 婆沙慧四平家之一。 乃家逆色家王于家师弥罗国解吉萨婆多部之三藏时, 居于五百贤圣之上座。 参阅, 事有, 一千五百一十五, 辟四千四百六十。 婆塞杰罗法魔王, 婆塞杰罗法魔, 泛名B.H.Scaravarman, 为七世纪东印度加魔吕波国国王。 据大唐西玉记卷十载, 婆塞杰罗法魔王, 好学理贤, 虽不纯性佛法, 然进穆博学之沙门, 听文, 至那国, 沙门, 及玄奘, 在摩基陀国那烂陀寺修习佛法, 及在三殷勤言请, 并表白仰慕大唐, 西记朝贡之心愿。 P.4460 婆塞阿修罗, 泛名B.H.Scaravarman, 阿修罗王之一, 又坐跋持阿修罗, 跋至阿修罗, 莫利阿修罗。 婆塞, 亦亦未被赴, 五处被赴, 五恶, 即被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 饮酒等五恶所赴, 不得脱离, 又称为有妇, 乃为帝氏天所赴之矣。 或因永见, 故又亦未有力。 妙法莲华精卷 以天平妙法莲华精卷 以法华文具卷二, 法华玄赞卷二, 华盐经随书演义超卷三, 慧愿音义卷上, P.4460 婆塞, 范语法德纳 声明学中, 指多言声之矣。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大四四, 九四上, 一声明, 一言云婆达男, 二言云婆达尼, 多言云婆达, P.4460 婆达罗陀, 范名B.H.Drapada, 细印度立之六月, 又做婆达罗巴陀, 巴陀罗巴陀, 巴那罗婆那, 婆那罗婆那, 婆那罗婆那摩席, 亦亦贤, 孟秋, 相当于我国英立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十二元申祥瑞金卷上, 素药金卷上, 大唐西玉记卷二, 参月, 立六千两百二十七, P.4460 普尔罗巴阿蛇派, 普尔罗巴阿蛇, 泛民佛阿帕, Syria, 印度教皮施奴派, 泛Viu, 之分派, 创始者普尔罗巴阿蛇离, 其继承法规定, 为开组织子威达鲁纳达, 泛菲特恩THA, 知直系男子方能统帅此派, 主管僧院, 此派特色, 乃对教祖狂热的皈依, 信徒尊称教祖魏阿蛇离, 泛Syria, 后更尊魏大王, Maharjia, 重奉如最高神吉利瑟拿, 泛Ka, 又此派所流传许多用俗语所作之宗教师, 为其另一特征, 故以十六世纪后半之盲诗人苏尔达斯, SRDS, 为首, 出现许多情诗诗人, 信奉此教之区域有现金谷加拉特, Kudrat, 等地方, 泼尔罗巴, 1479, 1531, 自称为火神阿奇尼, 泛Agni, 之化身, 受吉利瑟拿神之直接启示, 以论破伤杰罗派学者而闻名, 学说为, 清静不二说, 认为以, 知, 可得解脱, 强调因以性爱, 泛巴克特, 崇拜最高神吉利瑟拿吉配偶神罗达, 泛RDH, 主要著作有 Anabhiya, Sophoden, Tathfadpa, Nibbentha, Praké, Sedenterahajia, 等, P4461, 婆婆说, 泛语Pravitese, 意义光明, 光, 幼座婆婆杀, 父婆杀, 经光明最圣王金书卷一, 大三九, 一八零中, 经者振云苏巴纳婆婆说多摩罗蛇苏达兰, 苏巴纳, 此云金, 婆婆说, 此云光, 严光明者, 岁岩遍也, P4461, 婆婆娜娜龙王, 婆婆娜, 泛明发尔雷, 又座妇撸拿龙王, 意义水天, 为一切鱼类, 龙之王, 十二天之一, 护士八方天之一, 乃西方之守护神, 密教宪图胎藏戒曼图罗中, 位于外金刚部院西门之北侧, 深沉赤色, 头上有七龙头, 右手持轮锁, 左拳插腰, 大方等大吉经卷五十八, 华严金探旋记卷二, 参阅, 五大龙王, 一千零六十一, 水天, 一千四百八十四, P4461, 婆措, 亦为佛陀弟子之一, 又坐婆皆, 常修苦行, 为佛陀所称赞, 增益阿含经卷三, 大二, 五五七下, 我身闻中第一比丘, 中略, 苦身漏作, 不必风雨, 所谓婆皆比丘事, 二位佛陀时代之人, 据阿含经典所在, 曾多次请教佛陀及佛弟子大木尖连等人, 有关命与生之关系, 如来有后死或无后死, 有我或无我, 世间常或无常等问题, 杂阿含经卷三十四季在其世纪时, 称之为, 婆措种出家, 肉家, 婆措源为印度种族名, 此处指婆措种之出家修行者, 燃其所皈依出家者并非佛教, 而戏一位外道之出家者。 三位泛民VTS,Pudria之略义 又做法挫 全民为婆挫妇楼,拔司府抵离语 意义为独子部 即小臣二十部之一 此部派系游说一切有部分演出者 主张非即非离运之我 并设之为五法藏中之 不可说法藏 而成为其教义之一大特色 据日本学者赤爪至善之说 此部派名称之由来 系由于该部派内之诸师 乃当时印度十六大国中法挫国 范法萨之比丘 故部派之名称遂为VTS,Pudria 又婆挫一称 或指此部派 或犯指属于此部派内之某一比丘 若指后者则又称罚挫犯制 阿挫子 参阅 独子部 六千六百六百六十七 批四千四百六十一 婆挫那婆 犯与VTSNBHA 毒药之一种 其药性强烈 据大宝基金卷110所述 佛陀 佛陀曾对大药王子言 若取为量如戒子之毒药 如婆挫那婆与赫罗赫罗 犯豪拉豪拉 即与须弥山之二大龙王南陀 与幽波南陀服食 即能令之素即命中 乃以此辟玉神时虽微小 然以因缘之和和 显现业力之故 的成就大果报 批四千四百六十二 婆罗 一范语VIA TRAVELA 全称皮和罗波罗 异议次第 互四 为那之别称 即禅林中 斯森众次第顺序之之称 阿唐西玉求法高森传卷上 记载纳烂陀四之四至 大五一 五下 若坐藩直 典掌四门 及和森白侍者 名疲赫罗波罗 亦未互四 四分绿山反捕却 形式超卷下 二参阅 为那 五千八百九十 二范语VIA 亦亦因 于此为正义 另有一位 毛 者 乃与有 毛 之意的泛语VLA 罗 相混淆而产生之物意 为时书要卷上本 参阅 凡夫 七百三十 三范名 BLHA 全称婆罗赫 意义云马 马王明 止轮王之马宝 已能游行空中而迅速无碍 故称云马 华严金探旋记卷八 旋印音译卷十二 P4462 婆罗比利托歌纳 泛语VLA PSAGNA 意义于一身 又做婆罗比利他歌纳 婆罗比利他加舌纳 BLA 意义于PSAGNA 意义一身 即凡夫 以凡夫于痴暗明 无有智慧 但起我见 不能生起无漏慧 随夜受报 多种种去中 色心向类各有差别 故称亦生 又就亦做小儿别生 小儿凡夫 应于凡夫 以凡夫于痴犹 似小儿 而亦于圣生 大批婆沙论卷四十五 大日经书卷一 玄印音译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参阅 凡夫 七百三十 意义 五千一百五十一 P4462 婆罗纳陀 泛名Ferranda PRA的 孔雀王咒经卷下所述之夜插名 又称波罗纳陀 南朝梁带一座大身 为皮沙王诸兄弟之一 众兄弟皆具神通力 有光明称语 统领诸君 守护世间众生 灭除一切灾害 恼乱 为射寿教化而油化世间 又大孔雀王咒经卷中所在 罗纳陀要插 犯PRA的 意味大声 犯名与婆罗纳陀相同 P4463 婆罗门 犯与BRHMA 又做婆罗赫摩拿 婆罗霞莫拿 梅罗汉摩 意义进行 犯行 犯制 晨习 印度四姓中 最上位之僧吕 学者阶级 为古印度一切知识之垄断者 自认为印度社会之最甚种性 长阿含卷六小圆经 卷十五种额经 惠灵阴一卷二十九等 皆在此阶级由梵天之口生 言茂端正 清静高节 以习废陀 思祭四位也 依摩奴法典规定 四姓中婆罗门有六法 即学习废陀 教授废陀 为自己祭祀 为他人祭祀 不诗 寿师 故四姓中 除最下之首陀罗族外 其于三姓皆的宋废陀 自作祭祀 然为他人祭祀 教他人废陀 寿师等则仅限于婆罗门 婆罗门一生可分四其 一 范行 范 Broma Sering 其 八岁旧师 其后十二年学废陀 席祭祇 二 家住 范GHA STA 其 返家结婚生子 祭祖灵 淫俗物 三 零七 范VNA Prestho 其 年老则家产让子 七居树林修苦行 专心思维 入宗教生活 四 顿氏 范SAN New York 其 爵士俗之执着 被粗衣 持水平 游行便利 顿氏其婆罗门之行法 其后为佛教沿用者不少 如游行 启食 与安居等即是 又此其行之婆罗门称比丘 范Picu 沙门 范Roma 游行者 范Pere 范Picu 亦是立正 杂阿含经卷十七 卷二十九 中阿含卷四十八 马亦经 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七等 更以沙门与婆罗门同意 长阿含卷十六 三明经 列有宋十流 不费陀之婆罗门阿摩 婆摩 婆摩提婆 婆婆西 皮婆沈 伊尼罗斯 蛇婆提加 加叶 阿罗纳 取坛魔 守之 婆罗笋陀等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九 更别婆罗门为三类 即 一 生于婆罗门种之家者称为种姓婆罗门 二 假呼卫婆罗门者称为冥想婆罗门 三 屈并恶不善法而行善行者称为正行婆罗门 杂阿含经 卷四 长阿含卷五 典尊经 增一阿含经卷十一 卷四十六 金刚真论 诚实论卷七 三叶品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七 玄印英译卷卷十八 参阅 四信 一千七百零五 范至 四千六百三十二 批四千四百六十三 婆罗门子命中爱念不离经 全一卷 又坐婆罗门子命中爱念经 爱念不离经 东汉安市高益于建和二年至建宁三年 一百四十八 一百七十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本经语中阿含第二一六品 爱声音 阿吏本中部第八十七经 Pyotika Sata 增议阿含第十三品 第三经 深经第十五品 子命过经等位同类本 内容叙述 佛陀在舍未成指数给独元时 疑犯因丧子而痛意念不 佛陀乃未知说 若深爱念 则受幽悲苦恼不乐之苦 波斯逆王文得此语及 浅婆罗门纳黎央家前往 请示于佛陀 佛陀乃广位之解说 波斯逆王即性归一 为幽伯塞 历代三宝记卷四 开源是教路卷一 P4464 婆罗门子命中爱念经 请参阅 请参阅婆罗门子命中爱念不离经 婆罗门仙又称半天婆罗门 细鬼道之一 为师恶鬼会中师时对象之一 据旧拔宴口恶鬼陀罗尼经所在 师与百千纳由他横河杀树之恶鬼及百千婆罗门仙等各一壶饮食 并为其供养三宝 可令免恶鬼之苦并生天上 世门正统卷四 万序一三零 四零一下 所谓旷野鬼并喝力地母者 经为佛弟子美食必出生犯者 是也 所谓宴口鬼及婆罗门仙者 经为佛弟子至心所辩胡食者 参阅 师恶鬼会 三千八百三十一 批四千四百六十四 婆罗门臣 佛常入此婆罗门聚落 岂时不得 遂空而返 系佛陀依过去所造之夜 于现身所受九恼之一 据大制度论卷八所在 佛出舍婆提国后 阿南从佛游行诸国 遇至婆罗门臣 臣王之佛神德能化众人 恐此后将无人信福王 遂事先献至臣民 不能施语佛时 不能听顺佛语 致佛空而返 参阅 九恼 一百四十六 批四千四百六十四 婆罗门国 泛名B.R.Hamana,DA 印度之一名 我国亦称西兰为婆罗门国 习印度种姓 族类群分 特以婆罗门为清贵 故从其亚称传以成俗 而无经界之别 总称为婆罗门国 又是家方制卷上载称雪山以南 名婆罗门国 与湖隔绝 南海纪归内法船卷三支柱 大五四 二二二上 五天之地皆约婆罗门国 大唐西域纪卷二 批四千四百六十四 婆罗门教 B.Romanism 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 而发达之印度古代宗教 源于更古之废陀信仰 约形成于西元前七世纪 尊废陀 信仰多神 遵守死性制度 主张婆罗门至上 众世祭祀 以其身天涅槃之教派 后来也为印度教 亚利安族自中亚迁徙入印 定居于印度河上有五河地方 当时为多数自然之宠者 信仰经由多神之恩惠可得幸福 对诸神之赞歌 且编为离聚废陀 梵聚废陀所说之诸神 共分天空 第三界 阿踏婆废陀则在三界之上立光 也然以三界为基础 又说三界各有十一个天 而成三十三天 因此在婆罗门教乃至佛教 既指天神 亦指空神级的神 一、天界诸神教著名者有 一、特尤斯、范德尔斯、魏亚利民族中 最具原始形态之神 约在印欧民族驻时代 即已出现 细光明之神格化 对于德姆而言 此神被称为天父 此神之形象为母牛状 乃于称降与之云为母牛者有关 二、婆罗那、范法尔雷 为废陀神界最有力之神 起源己古 乃威信之司法神 亦为苍穹之神格化 故以天为座 以火神为面 以太阳女为眼 以风神为呼吸 此神为宇宙之大王 规律 范TA 之保护者 佛教所谓转伦王之思想 即由此神之特性演化而来 三、代表太阳恩惠之密特罗 范埃TA 代表太阳玉体视线之女神苏利耶 范埃SREA 代表太阳活动之沙维特利 范SAVET 代表太阳养育之不嫌 范皮恩 代表太阳出于东 金鱼中而梅鱼之皮修奴婆 范FIREA 四、乌者 范US 乃代表黎明之女神 为天父特尤斯之女 夜神拉托利 范RTRI 之妹 日神苏利耶之母 assessor 祝福 或许 零 零 零 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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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虽已老,而日日新生,勇如少女,为废陀中最美之女神。 五,阿虚云,范Avan,为海陆之神及医药之神,对人类做广泛之救济,若能飘游于黑暗之海洋,及的大船来救,能给观者一眼,给者静者一脚,给观者一气,给寡者一夫。 二,空基督神教著名者有,一,英陀罗,范Avan,为废陀神界最雄大,最威猛之神,乃为庭之神格化,其母为云神聘牛,范之爱,此神裂破其母之邪而生, 三,身后即为勇者,震动天地,手中长直金刚储备武器,故又称金刚手。 二,罗特罗,范Avan,为废陀之神而化有关,亦与杖力之气及雷电之力有关。 三,马尔书,范Murats,以罗特罗为父,母牛,云神,为母,通常是群体活动,其数或为二十一,或为一八十,十一暴风之神而化。 四,巴尤范Viu,代表风速之神。 五,巴尔强耶,范Parchania,代表降雨之神。 三,地界诸神教著名者有, 一,阿奇尼,范Agni,为火之神革化。 二,伯利哈斯帕蒂,范Bihaspati,为祭坛之神。 四,苏摩,Soma,为酒神,后来演变魏月神,在离聚废陀中,有苏摩与太阳女神苏利耶结婚之传说。 四,萨罗斯法蒂,范Soresfat,原为何女神。 能为人类除慧,给予财富,勇敢,子孙。 后来被视为羽神,又发展为梵天之妻,吉祥天女,变财天等。 除了三界之神,上有动物之神格化者,如马神,野羊神,野猪神,鸟神,蛇神等,植物之神格化者,如森林之主,森林全体之女。 又有魔神阿修罗,范阿修罗,罗莎,范瑞克斯,异舍者,范派西耶。 此外,废陀经典以人类皆惜神之子孙,祖神分为神,死二界,生界之祖神是魔。 范阿修罗,最先之死是耶魔,范阿修罗,及耶迷,范阿修罗,兄妹二人,成为死界之祖神,与魔同位变造神皮婆斯法特,范阿修罗,与宫巧神之女梭拉,由范瑞瑞瑞瑞,所生,人类之初祖即是魔。 亚利安族约于纪元前一千年东一制恒河上游,距离距沸陀之猿人歌载,由猿人的投证。 神婆罗门种姓,由天生沙地利种姓,由腿生沸耳种姓,由族生守陀罗种姓,此四种姓即是祭师,武士,工商,奴隶等四大阶级,每一阶级皆为代代世袭。 神权时代之先米斯者为利能通神,虽为武士亦须听从祭师之指导,以至形成先知先觉者必出于祭师阶级之信念,并见产生祭师阶级拥有无上缺之观念,因而亦形成婆罗门教智之处。 婆罗门教所规定者,即是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而有其他三个阶级的设立,确立四性制度,规定个性之地,以物。 四性之中,特以婆罗门阶级为神圣优越,废陀之传池教授是其特群,又视为尤比等之祭祀以利能之配宇宙万象。 由此,又编语为奉废 accommodation,几乎藏書 transition. 婆罗门教之三大纲领设立了婆罗门教之三大纲领,以奉陀天企主义,四废陀中之所有技术军系出于大泛天之起事。 二,婆罗门至上已。 婆罗门性之阶级最高。 3. 祭祀万能主义 成立于西元前六世纪至二世纪间之婆罗门教圣典经书 范Estra其有关费 有三种 1. 法经 范DharmaEstra 记录有关四性个别之义物 社会法规 日常生活规定而成 2. 天启经 范DharmaEstra 说明记官所思之大祭典 3. 家庭经 范GHYA 说明各家庭由家长司祭之一世 此系婆罗门教在实际生活中之宗教制度 其实际生活祭以祭祀为众星 每日有定时恒克之祭祀 每月有新月及满月祭 每年有例行之年祭 其中种种时祭 又有数年一次之大祭等 祭祀仪式大体分为三类 1. 家庭祭 包括受胎 出胎 命名 出游 养补 劫法 替法 入法 归家 结婚 丧葬等 2. 供养祭 包括新月祭 满月祭 火祭 祖先祭 初岁祭 四月祭 公寿祭等 3. 苏摩祭 凡是家庭祭及供养祭以外之大祭皆属之 包括领祭 国王集卫祭 火坛祭 古代以人做牺牲之人 4. 国王计划 并吞4. 林小国之马 4. 等 家庭祭之私人为家长 供养祭及苏摩祭均是天启祭 司祭者为专门祭官 可知并非所有婆罗门阶级者皆为司祭官 不过除婆罗门阶级外 便无权利司祭四之职 故否祭祀 4. 必须理请婆罗门阶级行之 在高畅多神教之梵神论 信仰离聚废陀中诸神之同时 赋予其上认定一个梵神论之至上神 以之为统一原理来解说宇宙万有 最初戏以身主 梵Pojpati 为至上神 四代之以梵 梵Promen 至奥义书 梵Penet 时代更以我 暗腾们为宇宙生成之原理 后又主张轮回转身 由世火等法以其升天 佛典之中 如常阿含卷十三阿摩咒经 卷十六坚固经 杂阿含经卷四 卷四十四 摩登经卷当世跟食品等英文中 接载有识婆罗门教徒之信仰及有观之刑法 据常阿含经卷六记载 婆罗门阶级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 余三种性卑劣 婆罗门种清白 余皆黑明 婆罗门种从犯天出 由犯口生 宪法中得清净解 后意清净 又如常阿含经卷五记载 婆罗门阶级自称具有无法成就 一 七世以来 父母真正 不受他人几毁 二 通力讽诵种种不同之意学之书 善能分别 伯宗是典之优为 善识大人之相法 明察及兄弟四之礼仪 三 言貌端正 四 持戒具足 五 智慧通达 故聚魔无法典 范恩纳佛 达玛 斯托 等之规定 为婆罗门族可谓祭师 可教导他人废陀圣 可受他人衣食等不失 并有向四个阶级中各取一名女子为妻妾等之特权 幼此阶级之男子将一生过程分作四个时期 每其各有其一定之本物 令巨神十六卷七三页品 记载 一婆罗门教之观点 世间有四品人 各自有不同之法则 一婆罗门有六法 自作天词 作天词之济师 自读废陀 教他人读废陀 不失 受不失 二 沙地利有四法 自作天词而不作天词之济师 从他人受废陀而不受他人废国 不失而不受师 守护人民 三 废舍有三法 自作天词而不作济师之师 自读废陀而不教他人 自不失而不受师 四 守陀罗有义法 攻击以上三种性之人 由于婆罗门教阶级制度之不平等 取妻续切之数目亦有等级之别 于佛陀时代之前后 由于反婆罗门之学说薄心 在婆罗门之间随编制各种规定祭祀内容之经书 如上文所说之焉启经 法经 家庭经等 均于此时期完成 规定各种祭祀之方式 并严格强调四种性制度之等级差异 其后 由于时代之地善 见产生哲学思想上之分化 而分演出数论 瑜伽 生论 弥漫措 废坛多 等学派 其中 弥漫措 废坛多派继承犯神论 提倡废陀乃 常驻绝对 属于正统婆罗门 与此同时 崇拜范天 皮色奴 纳罗延天 师婆等人格神之信仰一兴起 后来对皮色奴与师婆二神之崇拜建成 而形成此三神位等位 即一体三分 知学说 其后复分化位 以皮色奴位至上神之皮色奴派 即以师婆位至上神之师婆派 一般即以原始婆罗门教为旧婆罗门教 或单称婆罗门教 而称皮色奴 师婆二派为新婆罗门教 或印度教 Hinduism 龙树时代 新婆罗门教已经确立 据中论卷一载 或有主张万物由大自在天 即师婆 而生之说 或有主张由为纽天 即皮色奴 所生者 提婆之百论卷上舍最服品一列 举出为纽天 摩西守罗 大自在 天 加皮罗 幽罗加 勒沙婆等 外道小陈涅槃论 所说二十种外道中 维陀论诗诗 纳罗严论诗 伊舍纳论诗 女人眷属论诗 摩陀罗论诗 摩西守罗论诗等 及新婆罗门教之分派 又于大日经卷一入真言著新品 及大日经书卷一所举出之三十种外道中 尊贵外道及如同外道及皮色奴派之之派 十、建立、流出、自在天、辩言、义生等六种外道及师婆派之之派 此外 由玄奘大唐西玉记全书多主之记载 皆举出当时印度诸国圣行大自在天之信仰 可阙之六、七世纪以后 师婆派之势力极为兴盛 又印度教之圣典富兰娜、范佛埃 亦于玄奘时代之前后编程 书中详述有关宇宙之创造、破坏、诸神诸仙之系统 世界各时期之状态、古代之王统 及印度教之综艺仪式等 西元第八世纪请 费谈多学派友商杰罗、范A.Kara 初、提倡绝对议员论、谋复新正统 婆罗门思想、大力排及佛教、游士 婆罗门教教运再度蒙起 而后、诸分派续身 既有主张至现一元论者、不一不一论者、神人二元论者、清静不二论者 七十九世纪、兰姆汉罗伊、R.M.M.O.N.Roy创设饭协会 B.R.H.M.A. S.M.J.系受基督教影响意图改革印度教 另有沙热斯婆的 Denandasarasfat 古吹复古思想 主张以沸妥主义为基干 强调纯印度之民族宗教 长阿韩卷十四梵洞经 卷十五纠罗谈头经 大皮婆沙论卷四 卷七十七 卷一九九 成为十论卷一大唐西域纪卷二 卷四 卷七 卷十一 印度史刚要 李志纯 婆罗门教神官 圣言 婆罗门教教制 圣言 EW Hopkins The Religions of India J.N. Farguhar Outland of The Religions Literature of India 参阅 四信 一千七百零五 印度教 两千两百二十五 废陀 两千八百二十 婆罗门 四千四百六十三 P四千四百六十四 婆罗门僧 指印度婆罗门 种姓之修行僧 或原信仰 婆罗门教之外道 转而依佛陀出 加入佛道者 例如 佛陀弟子中 智慧第一之 社利福 其母为摩接 佛陀国王舍成 义婆罗门论师之女 初一外道三舍 耶皮罗之子出家学道 后遇佛陀弟子阿说是 马圣比丘 为其说 佛陀所说之 因缘法 遇佛陀出家 入佛教僧团 又如佛陀弟子中 神通第一之 目间连 亦为婆罗门女之子 与社利福清交 初与社利福同一外道三舍 耶出家修学 后闻社利福 为其说 佛陀所说之 因缘法 及与社利福同时 投入佛门 此外 佛教东传后 来华之僧人 有祭兵婆罗门僧 佛陀波利 于田婆罗门僧 求纳拔陀 天竺婆罗门僧 达摩及多等 皆为史传所在 官有 婆罗门僧 知沙门名 杂阿含经卷16 卷二13 中阿含经卷5至卷7 卷9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序 历代三宝记卷10 卷12 批4469 婆罗门必死经 全一卷 东汉安市高益于建和二年 至建宁三年 148 170 又作必死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册 本经相当于增益 阿含经 第三十一品 第四经 内容叙述 四婆罗门仙人经 进修的善法 五通 常畏惧死亡 移入于空中 移入大海中 移入山腹中 移入的内 欲必死其 然皆于所入之处命中 并教士欲解脱生死 虚思为诸行无常 诸行苦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又出三藏寂集卷4 众经目录 法经 等亦载有词经 然亦者不详 批4469 婆罗阿蝶多王 婆罗阿蝶多 泛名B.L.Ditea 亦做新日 幻日 又做婆罗智底野望 据大唐西御记卷九载 为印度摩基陀国之王 深信佛法 广见塔寺 曾见哲家国大族之抱主 并哲扶之 后出家献沙门生 然婆守盘斗法师传则宰 其乃是清 又称天清 时代统治阿蝶蛇国之王 为太子时 旧是清受戒 其母义出家为是清弟子 即位后 请是清止住阿蝶蛇国以供养之 关于其生平 史密斯 V.A. 史密斯 认为新日王位吉多 范高普塔 王统中之沙姆陀罗吉多王 范西姆陀高普塔 其在位时 并有阿鱼蛇及摩基陀国 故称为阿书蛇国王 摩基陀国王 是罗伐西底国王 释迦方至卷下 只居意图及卷十九 M.A. Stein Calhanna's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nsas M.R. VA 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参阅 新日王 5,466 P.4,469 婆罗浮屠 Borobudur 亦亦为山上之金舍 又坐波罗浮屠 舍婆罗浮屠 为极壮观之佛教圣地 位于印尼沼沙瓦岛中部日热市 Jok Jakarta 之北马吉朗之婆罗浮屠村 可亦美我国万里长城 埃及金字塔 柬埔寨吴歌窟 印度太基马哈林 为世界伟大建筑之一 建于西元九世纪塞朗杜拉斯王朝 历经八十年始告完成 建筑本身为一阶梯状金字塔 长宽个一二三公尺 高四十二公尺 后因塔顶大佛堪尖端被雷击毁 经实际高度为三十亿公尺半 分成十层 其形式呈现大成佛教与密教之结合 整个建筑物犹如一具大支曼陀罗 下广上间 无故定出入口 祭坛 座处 为露天元十庙宇 其上 中 下层分别代表无色界 色界 玉界 最基层未雨的齐瓶之底坛 由一百六十块代表玉界之浮雕石板组成 以戏剧性之手把表现作 作恶之下场 具有浓厚的善恶果报之劝 是一位 一顺十针方向绕行重叠盘旋之梯坛而上 共有五层 各层廊道时必不满代表色界之一千三百余快福雕石板 其上课会二千六百佛佛本身故使及佛像雕刻 分别取材于大叶分别精 普耀精 本身满精等大成经典 全长共计五公里 鬼斧神宫 堪称雕刻艺术之珍宝 每格树部及有一佛堪 内置一座禅佛像 共四百三十二尊 副像上行 浮屠突然由方便圆 雕刻风格易由副力转曲朴石 三层环状坛上共有七十二座镂空之小石佛塔 每一佛塔中各有一尊佛夫座像 所有佛塔如众星拱月 环绕位于最高一层散型塔中之释迦牧尼佛 而共同构成无色界 整个建筑物共计五零五尊大小佛像 雕刻手法大多习字极多士 雕法极妙 以规模而言 不仅为当时 亦为今日世界最大之佛教建筑 西元1006年摩拉匹火山爆发 引起毁灭性之地震 火山灰掩盖英梅夏之婆罗浮屠 因而被遗弃淡忘八百年之久 亦因而避过回教传入找挖石之劫难 1814年 然不幸于1985年1月21日印尼反政府制暴徒 于佛塔中安装11颗炸弹 其中有颗炸摧毁九座珍贵之佛像 P4470 P4470 婆罗流之 泛名巴罗罗塞 又作婆流之 乃阿蛇士王之别称 亦亦者止 无止 阿蛇士王出生时 乡者言凶 其父遂令人从楼上抛下而不死 但断损一止 故以为名 法华文句卷二下 参阅 阿蛇士王 3687 P4471 婆罗赤树 婆罗赤 泛语BAL Kansas BAL KICK 又作梭罗赤树 意义为白鹿 此植物生存力强 知今虽断 油能生长 不似多罗树结断后 即无法再生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九所树 马齿草 梭罗赤树 尼加罗树 虽断其知今 仍能继续生长 佛陀以此比喻众生 即使触犯四境 及五无见重罪 若得听闻涅槃经 油能再生菩提因缘 惠灵音义卷二十五 P4472 婆罗婆差 范语BALA PHAK 恶鬼之一 意义为十小儿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六所述 一切恶鬼皆因前世时 多其度及 破坏之恶心 广造深 口 一三恶业及时不善业 而生于恶鬼道 为恶业所迁 受一切苦 不得脱离生死 此类恶鬼所食 亦是造杀业而生于人中之众生 幼恶鬼既有三十六种 其第二十四者即为婆罗婆差 乃十小儿之恶鬼 正法念处经卷十七 P4472 婆罗多巴蛇 泛名BARGA 亦婆罗多巴蛇天 为八十天之一 亦亦众与天 乃菩萨为度众生所修八十天好象之一 据北本大班 涅槃经卷二十四所载 菩萨摩赫萨修持无量福德 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后 复修八十众好 此乃因世间有人奉饰八十种神 即十二日 十二大天 婆罗多巴蛇天 功德天等 为度此类众生而修八十天之相好 以庄严自身 菩萨摩赫萨 以此修清净身 使众生随其所性所见更增进性 得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二指婆罗门森婆罗朵 据长阿含经卷六载 佛助舍为国亲信灵园路母讲堂时 有二婆罗门 以信心兼顾网易佛所 出家未道 此二婆罗门及婆西扎与婆罗 堕二人 批四千四百七十二 婆守 范明菲斯 右座婆 婆守傅斯 系奉婆罗门教之仙人 习之摩接陀国王 后出家未仙人 长衣四废陀法之赞言 主张杀身四天 后堕入地狱 赴经佛之教界 史归三宝 而居于捕陀落山路解草安 供奉观音 旧婆守仙人 遵奉婆罗门教之说而言 相通于婆斯扎为婆罗门族代表性仙人之说 故一般以为婆守仙人及婆斯扎 又密教将之安于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不愿之东方 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大制度论卷三 参阅 婆斯扎 四千四百五十五 批四千四百七十二 婆守天 范明菲丝 德法 意义是天 慧灵音一卷二十六意义时 第五 据婆守盘窦法师传载 此天为皮纽天之子 世清菩萨 婆守盘窦 集系岛于此天而生者 故以明知 印度教称此天乃气离色拿神 范KA之父 参阅 皮纽天 3853 批四千四百七十二 婆守盘窦法师传 权益卷 南朝城 真帝义 婆守盘窦 为范语非Saventhu之音义 又作婆守盘陀 法苏盘窦 婆修盘陀等 婆守意味天或是 盘窦意味清 亦籍天清 亦籍天清 世清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册 此书内容记载 古代北印度妇罗沙妇罗国 国师教师家有三子 皆称为婆守盘窦 长子别称阿森家 亦位无者 第三子别称比林池拔婆 中子 世清 独以通明而著称 三兄弟皆于说一切有不出家 后无者 世清转宗大臣 而成为大臣佛教于家行派之创始人 本传主要为无者 世清之传略 批四千四百七十三 妇人玉姑经 权益卷 悉情圣兼益 又作佛玉对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本经内容叙述 以妇人突玉丈夫 儿子 娘家父母 夫家亲人 短时内相继死亡 因遭此不幸 内心愁忧不拒 以致发狂 后致只述给孤独猿 佛为其说 大一四 九四四中 人命无常 何会有别 生者有死 无生不忠 一切本空 妇人遂发无上 正真道义 批四千四百七十三 婚姻 又作结婚 结夫妇之缘 即以性结合为基础之两性持续关系 其种类自为开化时代之乱婚 群婚 经过一夫多妻 多夫一妻之形态 而至今日一夫一妻之单婚制度 其他婚姻形态有足内婚 足外婚 掠夺婚 买卖婚 赠予婚等 医民法而言 以男女双方之意愿为基础 而产生共同生活之关系 此系法律所允许之行为 其成立条件需根据户籍法 其时制条件 则两者均需到达世婚龄 且无重婚 敬亲之情形 佛教教团 由于比丘 比丘你有不迎戒 故竟指出 家男女间之交往 若有破戒者 必被逐于教团之外 在家信徒则 必遵守五界之不协淫界 此即承认正当夫妇间之交往 夫妇以外之男女关系 乃被禁止者 日本净土真宗不立出家 与在家之别 而承认婚姻关系之存在 例如青鸾自身 及有七会姓尼 明治以来其他各宗派 亦多承认之 批四千四百七十三 密牛宫 范明比爱 因一匹黎沙 十二宫之一 右座牛密宫 金牛宫 牛宫 相当于黄道太阳四月之位置 于密教胎藏县图曼图罗中 位于外院之东方 塑药金卷上 大二一 三八七下 帝十卯三族 必四族 资二族 太白为燕 其神如牛 顾名牛宫 其形象于诸曼图罗皆为 俘卧之母牛行 批四千四百七十三 密王 指密教教主大日如来 大日为新王 故称为密王 批四千四百七十三 密父 又座密寿 密父 即师家亲自密密传父佛法与弟子 一级禅宗之以心传心 又学人了物自己本来之真面目 并由其师给予证明应可 称为密传密父 与密传 一词同意 瑞州洞山梁架禅师与陆宝敬三昧 大四七五二五下 如是之法 佛祖密父 如今得之 宜善保护 环悟心药 批四千四百七十三 密立 即依寻纯密教之法事所组织之法会一事 为 显力 之对称 所谓显力系将显教法事用于密教 而密教之特有法会则称为密立 批四千四百七十四 密印 亦根据密教之根本教义 诸佛菩萨皆有本事 为标示此一本事 常以两手食指或某一特殊身式动作 显现种种相 是为本事之印相应器 故称之为 印 又以其所标志之意里指去即为秘密深奥 故称之为 密 大日经密印品 大一八 三陵上 身份举动住址 印之皆是密印 舌相所转众多言说 印之皆是真言 二于禅宗 禅图一旦撤见本性而了物生死迷惘之根源 诗佳及于弃当之机缘 及语应可 此种应可证明之境地 乃师家与学人间直接 亲切之心印 非他人所能亏之者 故称密印 三级明末清初之灵纪宗森真传 号密印 故事称密印真传 参阅 密印真传 4474 4474 4474 密印4 位于湖南宁乡县西之大围山中 唐代元和 806 820 年中 围山林幼 771 853 应陪修之请所开创 围山弟子养山会祭出 本四岁成为为养宗之发祥帝 四中以藏金阁 培公安 培公墓 养山居士遗迹 香盐盐 回兴桥 盘陀石等位著名 清康熙年间曾重修 直至近代毁于冰火 大清一统治卷277 P4474 密印真传 1625 1678 明末清初灵纪宗僧 旭州 四川省 人 俗姓礼 号密印 灵影印文之法四 自幼出家 文艺老僧言教外别传之宗旨而归禅 后诗是灵影 驻湖南前阳县广福山 圣角寺 举阳宗峰 康熙十七年世纪 享年五十四 这有密印禅师语录 P4474 密印禅师语录 凡十二卷 明末清初密印真传 一千六百二十五 一千六百七十八 转 如尾等编 收于明藏中 十二卷之内容集 卷一至卷三位上堂语 卷四小餐 卷五 卷六开示 卷七法语 牧牛诵 十五语诵 卷八积元 堪辩 念问代诵 卷九诵谷 卷十三居 集诗 水居 卷十一杂技 朱赞 真赞 卷十二杂技 书影 塔禄 P4474 密印灌顶 即步行聚之灌顶之一切做法 而仅传授印器真言之灌顶 系特别针对机性教幽之弟子而行者 或相当于印法灌顶 或以心灌顶 为于心想之灌顶 所谓聚之灌顶 即指资格较生 能力较强之弟子的无尽浮尸之果 聚足众元之分而受洒水之灌顶 参阅 聚之灌顶 三千零七十六 P4474 密印 亦如来证悟了一只果德明密密藏 而达到此密密藏之阴形 称为密印 密 乃经上所说之陀罗尼 非凡小所能之 故称密 密集印 能言义书卷八之二 大三九 九三三上 三世果人入密密藏 以此为因 密之因也 又此大定据一切行 而非凡小之所能之 故名为密 密集因也 守能言经序 大日经卷五 二指佛菩萨之本地 能言义书卷六之二 大三九 九一四下 真圣立物 终不可测 以成佛制 不忘漏谢 此圣真因 为圣自正 故于密因 首能言经卷六 P4475 密在如边 禅灵用语 亦为佛祖所传之法 并非密密者 而系在自己之身边 无门观第二十三则 大四八 二九六上 如若返照自己面目 密却在乳边 P4475 密多罗 泛名 Maitra 意义朋友 为婆罗门教 印度教之神明 乃被陀中之咒神 其威力 智慧与婆罗那 泛法瑞 相同 常与之行成配偶神 称为密多罗婆罗那 密多罗统治白咒 婆罗那特黑夜 二者共同统治天语的 保卫世界 惩罚罪恶 故有 宇宙大王 真理主宰 等称号 离聚废陀中 对其赞颂之师多语 有关婆罗那之赞颂 同时并举 单独的诵此神者 谨第三 第五十九 P首 P4475 密字 指诸尊种子之字 以其理去深密 故称为密字 例如与指经一切如来内护魔金刚鬼一品 大一八 二六五下 金刚语言诵 密字化珠宝 打破珠修罗 及一切塑料 经文中 密字一语 乃至金刚语菩萨之种子 RA 字 密 即止于密 以或焚烧一切有相之言语 使归于无言 P4475 密行 即为细护持戒行 亦即三千微移 八万细行等 稀能持守无缺 亦如罗罗 即以持戒兼顾而为佛弟子中密行第一 然依天台宗之义 密行有大 小臣之别 为戏之户持为密行者 为小臣之义 若具法华之义 罗罗元为法身之菩萨 驻于元顿之妙界 然今世现身闻之身 持小臣之粗戒 而隐秘本地之妙界 故称密行 法华经卷四受学无学人祭品 法华玄义是千卷八 P4475 密行忍禅诗语录 樊三卷 明代密行记忍传 明广等编 清康熙年间 1662 1722 堪行 全称横周开封密行忍禅诗语录 本书内容 卷一为上唐语 卷二为有关上唐语之机缘 法语 直视榜 安禅榜 卷三收录 诵谷 诗记 赞等 P4475 密成别义 乃天台宗未显示五时中班若时 淘汰之义 之用语 为此时能于明密兼臣就融通大小法门 服却执着之利益 又称明成别人 急于班若时 行人自身虽不绝 他仍亦不知 然明密之间 以成熟入识之机 且至等其别教之成就 日僧之空之四交 以及驻伴自谈卷一 全是台宗九祖湛然所说之密 成别义 为密 及明密 自他具不知之义 成别义 即义成代表佛说大乘之法 能了之界内外之法门 因此 若就内在时机成熟之情形 相当于全世界内外法门之别教之义 故称为成别义 非止修行别教法门之义 天台四交 以及驻卷上 蒙润 参阅 转教融通 6622 P4475 密城通义 天台宗未显示武时中方等时 但喝之义 知用语 乃台宗九祖湛然所说 又作密成通人 天台之藏教二圣 于方等时虽遭佛但喝 然不知不时钟 入时之机成熟 而蒙大臣出门的通教之利益 指官府行传红诀卷十之二 大四六 四四六中 方等旁用三藏 正用三教以赤二圣 令二圣人密城通教 天台四交 以及驻卷上 蒙润 四交 以及驻半字弹卷 以P4476 密村 为西藏佛教格鲁派寺院中 隶属于康村下之一级组织 亦为一户口 一户人 一般以同一地区或同一部落之僧人 及何谓亦居住单位 人数有五人至五 六十人不等 设有密村隔干及密村及米二执事 前者为密村之长老 监督指导密村中僧徒之戒律与学业 后者负责管理密村之前两等事 P4476 密工 依据密教法轨所作供养之总称 集密教为实现教义之理想所逐渐发展出之种种宗教仪式 此类宗教仪式均载于教义经典 其后行轨逐渐复杂化 遂产生专门详说规范之经典 此种经典特称为以为 范靠巴 供养法乃密教式相 教相之对称 上颇重要之部分 随着造相技术之发达 供养法一逐渐繁琐 原始佛教礼拜之对象 仅为苏独播 菩提术 法轮 佛仪物 佛足基等 代至坚陀罗之希腊式神像美术薄新后 即受印度教神像之影响 佛教使有佛像之造力 密教仪轨原本大部分即描述佛像之造像法 伴随造像法之描述 于佛像前颂咒 供养等以法意见发达 而形成密工仪轨之另一部分 实际上就密工之情形而言 则仅只供养法 而有别于造像法 三国无知之千亿 华基陀罗尼神咒经 大二一 八七五上 若善男子能于此华基神咒 若读若诵 世人当于三月 四月 九月 从八日至十五日 一心一念如来相好 夜中三送华基神咒 日中一三 至月圆时 当已相华 登竹于行向前而修功养 此戏于佛向前修功养法最早之记载 其后密工逐渐发达 如意于南朝良代之墓离曼陀罗咒经载 先令三页即为清静 又定义有设立之塔 简则好十月日 即从白月一日至十五日为好十日 若用一日做法者亦可 而以每月十五日最为殊胜 香汤喜悦 者心静一 供养诸佛 一切菩萨及金刚等 燃灯四盏 取应时之花以为供养 当吃三种白石 绕塔及曼陀罗 行道一扎 送咒一遍 如是送满一百零八遍及成就此功法 由此可知密公仪是剑刺发展至鬼则整备之一般 至唐代 由不空一之无量寿如来修观形公养一鬼等 更见出密公受印度风俗之影响 法式与教理意剑刺密合 因阿舌离之创意语解释而产生种种流派 P4476 密咒原因网升级 全译卷 宋代至广 慧珍编辑 收于大正藏第46册 本书收集金刚状所译诸金之神艳密咒 包括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星咒 阿弥陀佛根本咒 大佛顶白散盖星咒等 共33首 亦说29首 所列举之陀罗尼多被认为具有往生成佛之功用 旨在倡导如法念诵其中任意陀罗尼皆能往生净土之思想 与显密原通成佛心要集 一书相类似 此二书乃了解五台山华言密教之必读书集 P4477 密宗 右座真宗 瑜伽宗 金刚鼎宗 毗卢遮纳宗 开元宗 密密城 依真言陀罗尼之法门 旧五相 三密等妙行 以其集生成佛之大臣宗派 我国十三宗之一 日本八宗之一 主要以金刚鼎金为金藏 苏婆呼金为绿藏 是摩合眼论为论藏 称密教之经典为密经 此宗派通称密教 显教之对称 者 系显示自宗所权之教理最为尊密 而鄙视其于诸臣教派未浅显 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之金刚界 胎藏界两部教法 方位佛自内政之境界 深妙奥秘 故以密称 又不得对未冠顶人宣誓其法 故称密 难就取之 教而言 本无显密之别 为其设理成规所宗上之行鬼特殊 未屈比其余派 故称密宗未宜 又密教之炫于 修行称为密学 密教之宗家或修学密教之僧徒 称为密家 静転通병 有性格 做小而言 retrāt 并 支构 社沷 修行密教之徒众,称为密众。密教修学之道场,称为密长。 印度密宗起源于古埃陀地及其后流行于民间各阶层,佛教在其发展过程,逐渐渗入民间信仰。 这词的有数密之影像家这曲,作为护教徒,竹栽,埃障之后,古通常,为杂密。 密宗并将废陀以来之诸神,用交换神教方式重新组织佛教,而出现许多名王,菩萨,朱天真也有语。 其大文经典中出以陀罗尼,VHRA被主持经典,巴利律藏及经藏中,有说护身等纪之经典,西兰等地佛教徒,将其编辑,称为明护经,巴巴巴,其经人传颂不已,又有如《大会经》,收于《长阿寒经》,被列出听法会众之名的经典, 此等被认为是密教陀罗尼及曼陀罗之起源。 其后七四世纪左右,出现专说咒法之独立经典孔雀明王经,认为口念真,内心统一,立方圆之土坛,供养诸尊,严修以礼,即可产生不可思议之功德。 极致世纪后半,印度佛教进入全圣旗,以有经有教,有鬼有仪,真正密教方式开展,以真、妥、佛尼为中心而增益大成佛教哲学,以奠定其基础。 此为纯正密宗,纯密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主。 在七世纪后半时,成立于中印度之大日经,将杂密经典所诸最大日经,如来中心,即大成儿成胎藏界曼陀罗。 其理论可能成自华言经之说法,主张在现实之事相上,直观宇宙真相。 金刚顶经成立稍晚,流行于南印度系传,法治佛教于家派说,以心实为中心而言五香成身,在心身中具备五香与本尊同一之观法。 以此二经为代表之纯密,在印度不久即告消灭。 八世纪时,纯密由善无畏传至我国,后再传至日本成为真言宗。 密教兴起于七世纪时,至十一世纪印度佛教衰亡旨,在中印度维新圣,融入信力派,范卡拉特,教说之后,成为左道教。 此派由其强调散见在隆秘金刚顶经中之大乐说,范玛苏卡,菲德。 八世纪以来,传基藏, 遂成为喇玛教之骨干。 至十,十一世纪时,其部分经典已在中国流传并翻译,但在思想上则未产生影响。 因此从发达史而言,在先心中, 经起,继而纯蜜及大臣与纯蜜平行者,为融入印度信力派等教说之左道蜜教。 据传,为大日如来月三世之一时,余色尽天之法界心殿, 对金刚萨朵等从心流自内政之内眷属, 为自受法乐而宣说大日经,又于真言宫殿宣说金刚顶经, 后由金刚萨朵截及之,日本台密魏阿南亦参加。 后于佛陀入灭后约八百年寝, 龙猛、龙术、菩萨师咒于七粒白戒子, 以之打开十六杖, 表示金刚戒之十六菩萨、南天竺之铁塔, 亲从金刚萨朵寿两部带经, 台密则称大日经系于铁塔外由于书菩萨所传授。 后龙猛传与龙之附近七百年左右, 相传龙至岁寿八百年, 才寿代金于善无畏。 顾密教以龙猛为开山祖师, 根本教典为大日经及金刚顶经, 信奉之教主系大日如来, 大疲努这那佛与世尊之说法不同, 故自称为金刚成。 金刚成, 一字, 于日本系纸纯蜜, 于印度及欧人之间则贯指左道蜜教, 英文为Tundraic Buddhism。 广义之金刚成分为二派, 一、六派, 以大日经为主。 极致纯蜜, 赋予稳健之神秘主义, 欲及咒助实现宇宙与精神之合一, 以知被自然与人士, 此派又称为真言臣, 梵门扯一链, 自我国传至日本, 称为真言宗, 称为唐密。 蜜或东蜜, 令在日本天台宗流传之秘教称为台密。 二、 左派, 以金刚顶巾为主, 即左道密教。 肯定人之本能, 欲于此发现真实, 称为金刚成, 义行臣, 法斯赫亚克, YNA, 或敬立派, 重视双身法, 以原始佛教立场言, 此系左道旁门, 九世纪以后与印度教合而, 驱兴隆, 后传入西藏, 成为, 藏密, 之骨干。 藏密, 乃西藏佛教密宗之简称, 系八世纪时游莲华生, 济护等传入, 浅宏其佛教中, 西藏所行之法多行, 是二部, 史称旧密, 十一世纪初, 仁清桑波等翻译多种瑜伽密教经典, 史称心密法, 而后瑜伽部及无上瑜伽部密法遂盛行于西藏佛教各派中, 成不绝。 而密宗之东处我国亦有此二阶段。 密宗东传, 当以东敬伯师黎密多罗一大冠顶经, 孔雀王经未薄使。 三国无知之谦所亦八吉祥神咒经, 无量门为密池经, 阿基陀罗尼神咒经, 池聚神咒经, 摩赫班若波罗密咒经, 七佛神咒经等一颇著名。 唐以前与密宗关系最深者则推东进竹谈吴兰, 亦有陀灵咒经, 摩尼罗诞神咒经等凡二十五, 皆属密宗经典。 唐十一密经最多者为意境三藏, 有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 漫书是立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 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十余部。 唐埃元四大事, 善无畏, 金刚至, 不空, 传来纯密前, 中土业以广义密宗经典, 此外, 显教经典中之咒文陀罗尼有不胜枚举。 东静博师黎密多罗译出大灌顶神咒经咒术, 雷燕, 首都健康盛行咒术, 此后杂密更不断传译。 唐玄宗开元年间, 七百一十三, 七百四十一, 善无畏, 金刚至二纯密大师先后于长安译出根本经典, 建立灌顶道场, 我国密宗是真正成熟。 令有不空, 异形, 惠果, 变红惠日, 为上, 异元, 异明, 空海, 异操, 惠泽等, 传识纯密。 其中, 日本空海, 弘法大师, 于真元二十年, 八百零四, 来唐, 就惠果受法, 返国后, 持不绝, 是为日本真言宗之祖。 慧昌法南之后, 家以唐末五代兵险不断, 战乱平人, 密宗经书销毁殆尽, 而后所谓瑜伽, 但存法式而已。 宋代虽有法贤, 师户, 法焰等, 传译密宗经轨, 亦未能光大久远。 且此时之密宗已异于唐代, 唐代密宗可谓未有体系之宗和密宗, 宋代则是分化的, 通俗的, 以崇拜特定之本尊, 宋持其真言陀罗尼为主, 如宣扬宝窃应陀罗尼, 观音六字明咒, 准提咒等即是, 又宋代因输入十轮达特罗之印度密宗, 故以威猛之愤怒明王本尊教多。 元代定喇嘛教为国教, 喇嘛教时即以密宗为骨干之西藏佛教, 其后以原意识棍优待喇嘛教, 导致腐化, 乃有宗喀巴之改革, 而形成新旧之皇教, 红教。 显密二宗最大不同点, 在修持上之传承与仪轨。 显宗理论固然有师臣传授, 而修持法门不一定要严格之师臣, 仪轨, 如于家之五众为实观, 天台之大小之观, 即无师臣亦可得习。 反之, 密宗之以礼凡复, 世界诸宗教中无出其佑者, 自初归冠顶至金刚上师有一定之程序, 不可列等, 与显教之简易方便迥异其去。 旧教义而言, 显教未应身佛说法, 密宗则以法身佛说法。 依显教修行者, 认为须经三大阿僧止节, 修六度万行使得正佛果, 依密宗者, 则认为仅修三密之妙行, 现身即可成佛。 又有六大缘起之说, 六大吉地, 水、火、风、空、石, 此六大乃一切诸法之本体, 能造一切佛, 乃至一切众生之根生器界, 即自信等四众法生, 众生国土等三种世间, 皆为六大所生。 依此六大缘起, 顾立身佛平等之意, 大、三、法、 结等四种漫图罗意 由六大缘起现法身得相。 众生若依三密妙行修持, 气正性得实, 即以父母所生生力正大爵位。 所谓, 三密加持妙行, 即手结硬气, 口诵诸佛真言, 心注三摩地。 如说修行时, 行者之身口义能与诸佛之身口义相应, 则可塑的成佛。 诸佛之身口义, 即大、三、法、 结等四种漫图罗, 大漫图罗即诸佛之身密, 三摩耶漫图罗即易密, 法漫图罗即语密, 结摩漫图罗即其余三漫图罗之夜用。 要知, 四种漫图罗具有诸佛之三密而不阙。 又此四种漫图罗该设一切漫图罗, 一大日经建立之漫图罗称为胎藏界漫图罗, 一金刚顶经建立之漫图罗称为金刚界漫图罗, 前者表示本觉之以, 故又称因漫图罗, 后者表示始觉之至, 故又称果漫图罗。 又对一于经所立之别尊漫图罗而言, 此经胎二不称为总得漫图罗。 此外, 一切佛菩萨等乃从大日如来法身所流出之别尊, 各代表其别德, 为一门之本尊, 对于此, 大日如来即是总得谱门之本尊, 一门之诸尊中, 阿, 宝身等四佛表大圆境等四智, 四佛又各有四菩萨, 合为十六大菩萨, 与四波罗密, 四摄, 八宫等, 继三十七尊, 凡此皆不外从大日法界体性质流出者。 行者若常以白境之信心, 自助金刚萨朵三昧, 修五相成生等妙行, 极限的气阵佛制, 圆满佛身, 成就立他事业。 本尊又一大菩萨, 普提心论等创立之助心之说, 从一身低阳心至极无自信心等九星为世间, 初世间, 小臣, 大臣, 二圣, 一臣等之助心, 第十秘密庄严心及真言密宗之助心。 一己本以凡圣, 恩不二位宗谣, 一臣以法皆驻本出之源, 昔为三摩地之心地固, 虽上根圣会之人, 起居动作, 开口发声, 心思念想, 皆成无相三密, 而下根列会之机, 依有下之三密门, 能与三部诸尊之德相应, 以现在身正佛菩提。 要言之, 本宗思想之特质, 自教主方面观之, 显教为应化之世家所说, 本宗为法身佛之大日如来所说, 自法身立场观之, 显教法身为理体, 理体法身无形无相, 密宗法身有形有相, 且能说法, 自所说法观之, 三论宗八部之中道寂灭境界, 法相之离言圣意地境界, 天台之一念三千不可思议境界, 华言之信海果分不可说, 实佛境界等皆必尽可说, 自真理之表现观之, 一切诸法皆是真理象征, 此种象征之具体表现, 即密宗之遗鬼, 自成佛持宿观之, 除禅宗外, 其余诸宗君需经三阿森止结, 密宗则主张即生成佛, 自宗教之立场观之, 密宗两部曼陀罗表现以人格主义思想为基础之世界观, 由无量无数之诸佛菩萨, 构成一级一切, 一切即一之轮源具足之世界, 自教义体系观之, 密宗为一种, 理智不二, 之宇宙人生观, 大日如来即具此伟大人格, 至法身之世界称为金刚界, 理法身之世界称为胎藏界, 由修持之力, 可将至之世界扩大至与理智世界一致, 此即理智不二。 参阅六大, 一千两百五十一, 四万象大, 一千七百五十五, 即生成佛, 三千七百六十, 真言宗, 四千两百零四, 批四千四百七十七, 密宗道次第, 请参阅密宗道次第论, 密宗道次第论, 西藏明Nax, Rimchen, Pio, 宗喀巴者, 原明圣主大金刚持道次第开显一切密要论, 又称真言道次第, 密宗道次第, 与菩提道次第并为宗喀巴二大论书, 此二书代表宗喀巴对佛教之完整看法与其思想体系, 菩提道次第乃修习显成之次第, 本书则为修习密成之次第, 本书成于明永乐四年, 一千四百零六, 其内容系将修习密成之次第判分为五品, 一, 清净菩提心, 此与显成相同, 二, 四类灌顶, 此西通于四部密点, 三, 守护律以及三昧耶, 律一为菩萨共戒, 如菩萨帝及及菩萨学处论所说十八重四十六清等, 三昧耶则为密成部共戒, 依各种咒点而各有意说, 四, 成熟根气之身起次第, 五, 西的解脱之缘满次第, 主要系已无上于家之时轮, 密集等诸法未止归, 此论未有略论, 其弟子克主大师, 遂依之而作, 原名, 续部总建立广式, 及经之密宗道次第略论, 乃密宗必学之要点, P4481, 密林山部, 泛名A.G.Rick, 因意沙纳利加, 山托加尼科, 右座密林柱部, 密山柱部, 山部, 六成部, 小成二十部之一, 乃佛灭后三百年中, 由上座独子部所流出之一派, 以住处未不明, 义部宗伦论书记, 万续八三, 二二陵上, 密林山者, 近山陵墓稳遇凡密, 部主居此名密林山, 从所居未明也, 文书问经明山部, 教义与独子部略同, 分派知其因乃就, 以解脱更堕, 堕犹贪富孩, 或安喜所乐, 随悦行至乐, 移送之解释有差异, 而主张退法, 司法, 护法, 安住, 堪达, 不动等六种无学, 即位以解脱为司法, 更堕为退法, 第二具知堕犹贪为护法, 富孩为安住, 第三具为堪达, 第四具为不动, 设立福问经, 不执义论, 十八部论, 参阅, 不派佛教, 四千八百一十四, 独子部, 六千六百六十七, 批四千四百八十二, 密陀会, 为一种油化, 即油中加入各种颜料, 再加上干燥剂, 称为密陀森之一种氧化铅, 以此种油化颜料所描绘而成者, 即称为密陀会, 佛教徒会常使用之, 所谓密陀森, 系波斯与摩迪森之音译, 渊源自波斯地方, 批四千四百八十二, 密室, 一, 指四面关闭之事, 摩赫指关卷七上, 大四六, 八九中, 定中关至, 如密室中登照物则了, 二, 比喻绝对之境界, 景德传登陆卷十六, 大五一, 三三陵中, 问, 如何是密室, 诗曰, 景步就, 曰, 如何是密室中人, 诗曰, 不坐上游, 三, 指密教修学之事, 此外, 禅陵中亦有义, 密室不通风, 亦语, 表示无有禅的活泼运作之境界, 或比喻师徒之间亲密无减, 人天眼目卷六, 大四八, 三二九上, 门云, 密室不通风, 独自归家座, P四千四百八十二, 密家三藏, 指密教之经, 律, 论三藏, 右座密教三藏, 即金刚, 胎藏二不知代经为经藏, 苏婆呼同子经及大小城之绿点为绿藏, 菩提心论, 是摩喝眼论为论藏, P四千四百八十二, 密师白兔, 禅宗公案明, 唐代禅师密师, 神山森密, 与曹洞宗之祖洞山梁架之对话间, 显示灵机应变, 不拘泥于贵剑高下之灵活机法, 从荣路卷四第五十六则, 大四八, 二六二下, 密师伯与洞山行刺, 见白兔子面前走过, 密云, 郡灾, 山云, 做魔身, 密云, 如白衣拜相, 山云, 老老大大, 做这个语化, 密云, 耳幼做魔身, 山云, 鸡带三阴, 暂时落薄, 白衣拜相, 表示平民荣身为高官, 乃向上之矣, 其后洞山所达则意为高贵人落魄, 乃向下之矣, 整则公案即表示向上, 向下皆同等而能随机应变, 灵活运用, P4482, 密特罗教, 密瑟瑞森, 古代波斯, 伊朗, 之宗教, 流行于罗马帝国时及秘密宗教之一, 属于先教之直系宗教, 其圣典, 阿凡士塔, Sandavasta, 中, 举主神位直属马哲达, Ahuramasta, 之重要神格, 主神位密特罗, Mithra, 故称密特罗教, 摩尼教即源自此教, 密特罗原为上古印度, 伊朗神灵之一, 约始于西元前二千年, 可见于离聚废陀, 先教兴起后, 不再被提及, 后又经流布, 由美索布达米亚而西传, 于西元前三世纪寝寝, 伊朗, 印度等地以密特罗为天空之主宰神而信奉之, 见被视为太阳神, 光明神, 万物丰壤之神, 而加以崇拜, 可与印度沸陀神话之密多罗, 泛麦拉, 对比, 四位印度, 伊朗之间共通知太阳神, 乃未印欧教语言学, 比较神话学等有趣之题材, 此教就教义及信仰内容而言, 可说只属先教系统, 细畅导平等官, 有以尽圣参, 使信徒皆能无差别地获得福音, 而到达复活境地之说, 善, 恶二元斗争之现实世界, 亦由于有密特罗之降临, 而有, 善者复活不死, 恶神死灭, 之教法, 西元前六十七年传入罗马, 至帝国时期, 以其为主神而形成密特罗教。 西元二世纪时, 该教成罗马帝国之圣事, 而在欧洲流布, 遂有发展为世界性宗教之趋势。 后以基督教兴起, 乃于四世纪请衰为, 其教徒或改信基督教, 或改信模拟教。 在密特罗洞穴神坛, 中流有描绘宰杀圣牛仪式之石雕, 具有古伊朗风格, 可能与求取新生命及祈求封年有关。 洞穴神坛中亦有诗头怪神雕像, 具有伊朗古代神灵楚尔凡之形象。 入教者被分作七个等级。 新参加者需要经过严峻考验, 以确定其胆量和虔诚。 罗马帝国基督化后, 密特罗教使见衰为左一名中, 载有该教之神话故事、 教义、礼仪和制度等, 其中有不少与后来之基督教相似之处, 如礼拜密特罗之最大祭日为十二二十五日, 不拜太阳神之诞生日被认为对圣诞节之制定, 有相当大之影响, 又,星期日, 亦是来自礼拜密特罗之祭日。 故该教对早期基督道之行成响声。 正深。 P4483 密利是, 泛民格伊奥巴菲特拉, SAA, 因译散纳。 即守护佛法之夜叉神。 又作执金刚神, 密金刚, 金刚密, 金刚力士, 密士, 密。 据大日经书卷一载, 其为夜叉王, 身, 口, 亦等宿即隐密难了之, 故就亦密。 又以其清净佛, 愿闻佛之密密士, 故称为密。 此神执金刚处守护佛法, 故又称金刚神, 金刚守, 执金刚。 一般于寺院门两侧所安置之二王, 其中之一集为密利是。 大宝基金卷九密金刚力士会, 大唐西玉记卷六, 玄印英义卷一P4483。 密金刚力士哀炼经, 全义卷。 全称佛入涅槃密金刚力士哀炼经, 又作佛入涅槃哀炼经, 力士哀炼经。 前情, 351、431, 年间所议, 议者不祥。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内容乃叙述佛将入涅槃时, 密金刚力士见佛灭度, 而悲哀懊恼, 赞叹如来犹如生死大海中之大传师, 却将舍彼等而入计, 哀炼不以以致昏厥, 事实大地震动, 山崩兴落, 四方火起, 后游地势制止, 佛碎宣说, 大一二, 一一一七下, 诸行无常, 无得住者, 不可体性, 事变异法, 等于, P4484, 密金刚力士会, 凡七卷, 西境主法护义, 又作密金刚力士经, 密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一册, 即指大宝基金卷八至卷十四部分, 内容首先阐明菩萨, 如来之深密, 与密, 易密, 最终有秘密主之请求于佛陀入灭后五百年中护持本经, 又本经之别意味如来不思义秘密密大成经, 参阅, 如来不思义秘密密大成经, 两千三百四十七, P4484, 密院, 西藏拉萨三大四系统中专修密宗之学院, 又称举八, 有上下两院, 每院以五百人位量, 上密院又称居堆, 下密院又称居脉, 重视苦修, 主要修习秘密, 圣乐, 大威德三金刚及其他金刚护法的密法, 其中之僧众可概分为二, 一, 位在三大四考取格西而植入举八者, 称为吉然八, 以学习密不知以鬼事相为主, 对教理则较少研究, 二, 于三大四中显教学院休息五部十三学级课程后, 考取格西, 赴京寺院考试及格者, 则授与多然八学位, 即经拉萨大法会考试及格者, 复授拉然八学位, 唯有取得拉然八格西学位者, 方能于密院中按年资升迁, 于担任举八之纠察儒, 格贵, 翁泽, 等之时之后, 使渴望身为举八之, 堪布, 在身法王, 于甘丹寺上下密院之法王上可后缺身任, 甘丹持八, P4484, 密勒大师全集, 西藏密勒日八者, 民国张成基以, 汇聚出版社出版, 全称密勒日八大师全集, 原文为藏文, 本书包括, 密勒日八尊者传, 与, 密勒大师十万歌集, 二书, 前者为张世就藏文原本所作之编译, 劫略之处甚多, 后者则照接近原点, 绝大部分戏医原文竹句译出, 密勒日八位西藏, 实践佛法, 之代表, 亦为西藏之伟大佛教师人, 本书所收, 虽非密勒大师之全部红法资料, 却是最能代表密勒大师思想与行持之主要作品, P4484, 密勒日八, 1038, 1122, 藏名米, LARAS, P, 魏西藏高森, 加尔居派创始者尔巴, 藏MARPA, 之底传高图, 生于尼泊尔附近之KIA, TSA, 七岁丧父, 常未报叔父, 姑母夺产之仇, 修习咒术杀人及降薄之法, 碎灶黑夜, 继而生悔意, 乃学白夜正法, 上师马尔八位清净其罪业, 故意给予无数大小苦行, 终至罪业清净, 受冠顶与修持口诀, 师以苦行文明, 更善歌永, 有, 十万歌集, 藏Grabang, 传颂于世, 此外, 为利益众生, 长寻西各地教化, 故被称谕为密尔尊者, 师所传之教, 及尽神秘主义, 弟子颇多, 据传的大成就者有二十五人, 及学说之大成者, 则为其高族达宝哈姐, 藏Bwag, Pohar, RJ, 1077, 1152, 这有菩提道次第随破宗庄严经, 该书融合密勒日八之大手印法语, 阿提沙之菩提道次第, P4485, 密勒日八大师全集, 请参阅密勒大师全集, 密安沙盆, 禅宗公案名, 即宋代禅师密安, 密演, 贤杰于其师天同印安谈华之座下获得印证之公案, 武登会圆卷二十, 万序一三八, 四一四下, 一日, 印, 安问, 如何使正法眼, 诗句达曰, 破沙盆, 安汉之, 正法眼, 未照破迷惑之智慧眼, 破沙盆, 原出自雪峰一存之语, 比喻不通用, 无价值之物, 语, 甘使诀, 亦语同意, 对于印安所问, 密安已所见绝对无限之真实回答, 故其师不得不悍之, P4485, 密教三三妹们, 即密教之三解脱门, 亦即行者于行法之初, 中, 后座此官, 三三妹为欧字之三摩帝, 其欧字具有三解脱之德, 据大日经书卷九所在, 真言以最后欧, H, 字未体, 巨足三密解脱门, 未欧字上有空点, 即大空之意, 亦即空解脱门, 本体未, HA, 赫, 字, 以离因缘, 故未无相解脱门, 下有, 乌, 字三妹点, 以本不深, 故未无作解脱门, 如是三门, 一切诸障所不能屈辱, 密藏记超卷四载, 先于行法之初做之, 次于行法之中将入自轮观时再做此观, 次于行法义, 附做此观, 空点, 表示远离有空之所作, 观诸法平等, 不愿生死, 涅槃, 故至空解脱门, 喝字本体表示无相, 即空意空之意, 断除空之执着, 污字, 为本不深之意, 故魔所愿求, 即无作解脱门, 三三妹之见利, 显教多就这情绪直之观而说之, 密教则就生意, 与表德之上而论之, 或以空, 无相为遮情去直, 无愿为表德, 若就表德之意而言, 空为一切诸法无碍摄入之意, 无相为万得轮远无尽之意, 无愿, 即行者本来具足金刚, 胎藏二部曼陀罗之德, 故魔所愿求, 密藏记卷本, 三月, 三三妹, 五百二十一, 批四千四百八十五, 密教五大, 即相对于显教所诠释五大位有位无常之法, 于密教则以五大位诸法之本体所立之法, 细如来之三妹耶身, 三妹耶, 为本事, 标志之意, 即以地, 水等五大标志法身如来无相三密之妙境界内容, 以及法身之本事, 此即所谓密号名字, 密教胎藏界以五大色法为大日如来之礼法身, 其种子为。 五方五佛之种子, 以及以此五大配一五方之五佛, 唐代善无畏义之尊圣以鬼仔、以地、水、火、风、空顺次配荡东、西、南、北、中、及史觉上转之修身金刚界东因之义 唐代不空义之塑药经,则以空、风、火、水、地配东、西、南、北、中、及一本觉下转之本有胎藏界中因之义 此二种说法之图是解说如下 一、尊圣以鬼之义尊圣以鬼之五大乃一、东因发心之义 一、得大、配东方阿、未发心之慰 即以修身之菩提心慰应、生起大悲之万行 犹如的未生万物之根本、又菩提心兼顾不动如的、悟阿之标记慰不动 其大圆境之之认识一切诸法语的知能认识万物相应 位于东方、表示修身之始、黄色位不变色 即与菩提心之不变相应 二、水大、配西方弥陀、未成菩提之位 此菩提心之自信清静及无量光之旧静圆明、犹如水之圆明 其妙观察至、说法断移之德、犹如水之能洗涤成垢 位于西方、与行政之中即相应、白色与无量光相应 三、火大、配南方宝身、未修行之位 以其修成万行、犹如火热能成熟万物 其平等性质、断灭一切虚妄差别 使之平等易如、犹如火之能烧尽万物 四、风大、配北方不空成就、未入涅槃之位 即表示涅槃之寂灭万物、犹如风大之能破坏万物 位于北方、与涅槃之高位相应、黑色与涅槃之悠然生妙相应 五、空大、配中央大日、未方便究竟之位 表示大日圆成四德、含荣自利利他之一切功德 犹如虚空之含荣一切万象 其法界体性质之周辩法界、广大无边、亦同此义 位于中央、与周辩法界相应、青色与涵荣一切相应 二、塑药经之义 塑药经之五大乃一、中阴发心、之义、一、的大、配中央大日、未发心之位 此乃表示以本有之菩提心、兼顾不动、为诸法本源之体性、其性犹如大地、亦如法界体性质之为诸法本源、黄色与菩提心之不变相应 二、空大、配东方阿、为修行之位、修万行、行行远距而无缺少、犹如虚空之含荣万物、亦如大圆境之之含荣万象、其为东方者、以东方为万物之始、故与万行之始相应、青色含荣五色、故与含荣万行相应 三、风大、配西方弥陀、为涅槃之位、阿弥陀意义无量光、乃表示涅槃之而、其妙观察至、说法断以生性之功用、与风大之能善能成二得相应、相对于东方为万物之起首、西方则为万物之中归、亦即涅槃、白色与无量光相应 四、火大、配南方宝身、为成菩提之位、以其万行成熟、开菩提之花、犹如火热之于寿木、故配于南方为赤色 五、水大、配北方不空成就、为方便就尽之位、此以利他之方便成就利他之妙夜、能应众生之机、断除迷惘、犹如水之方圆随气、 能洗涅成垢、北方、印度之俗为盛方、故与旧敬畏相应、黑色为染色之至极、与旧敬畏之至极相应 大日经卷三西的出现品、卷五阿舌利真实制品、参阅、中英发星、一千零一十七、东英发星、三千两百九十五、阿字五转、三千六百一十三、P四千四百八十六 密教四波罗仪、一般比丘界有杀身、偷盗、淫欲、妄语等四波罗仪罪、于密教则救佛性三昧耶界、别利四种重境 即、一、不舍正法界、如来之一切圣教皆当修行 二、不舍离菩提心界、菩提心为菩萨万行之壮旗、若丧失之、则万行一魔所依循 三、不应千令法界、诸圣法为大圣之遗才、若千不与、则与道三宝物同 四、饶益行界、于一切众生不可作不饶益之行、应普赦一切众生、未入道之因缘 大日经据原品诸此四波罗仪之计、称为三昧耶纪、同经学处品则称为四种根本罪、大日经书卷九称为四波罗仪 又大日经书卷十七、大三九、七五七中、如前三世无障碍界中、先令不舍三宝、又令不舍菩提之心 此即菩萨真似崇敬也 故意不舍三宝为三、与不退菩提心和称为四波罗仪 若犯此四种戒、则施真言臣之命根、恰如断头手、断除根本善业、则一切功德皆不生、种种修行遂不得其功 灌顶时、于三昧耶纪谈、由阿舍离传授此四种戒 参阅、四崇敬、一千七百四十、批四千四百八十七 密交四无量观、四无量观、又作四无量心观 即真言行者观想佛之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乃家夫作、令身心端正、即驮定而观之 据牵手牵眼以鬼远上 在、一、慈无量观、为东方普贤菩萨之三摩地 行者注于慈无量定、以情境之心、便观六道四身之一切有情、皆六大 按之如来、巨神、口、一支三金刚 并及大慈善、修三密之功德、使一切有情与普贤菩萨等同 作此观以、诵大慈三摩地之真言 1. 归命、佛魅、摩罗耶娜、阿封、asmithreya? 2. 大慈、苏扑罗、斯菩萨、普遍、意即 2. 另大慈周辩 2. 卑无量观、为南方须空葬菩萨之三摩地 行者注于卑无量定、以卑敏之心 辩观六道四身之有情、沉默于生死苦海、不悟自心 望其分别,其种种烦恼, 是以不达真如平等过虚空横杀功德, 故愿使一切有情与虚空葬菩萨等同。 如是观以,送大悲三摩帝之真言, 安、欧,归命,摩赫加鲁拿叶, Mah,Kroia,大悲,苏婆罗,Sphara,普遍。 三,喜无量观,为西方观自在菩萨之三摩帝。 行者注于大喜无量定,以清净心, 便观六道四身之众生,本来清净, 犹如莲华不染克尘,自信清净。 愿以我修三密之功德力, 使一切重恩与观自在菩萨等同。 作此观以,送大喜三摩帝之真言, 安、欧,归命, 俗陀罗摩那, 阿达普遍,喜无量, 苏婆罗,Sphara,普遍。 四,舍无量观, 为方虚空库菩萨之三摩帝。 行者注于舍无量定, 以平等心便观六道四身之众生, 皆离我,我所,与法平等, 心本不生, 愿以我所修三密之功德, 使一切众生与虚空库菩萨等同。 作此观以, 送舍无量三摩帝之真言, 安、欧,归命, 摩护必起撒, Mahopake,舍离, 梭婆罗, Sphara,普遍。 密藏记卷本, P4488 密教法器, 所谓法器, 乃佛教中修道或法会时之资具, 包括工具与用具。 西藏密成特色之一, 即为其特重凡复之以轨与特定之法器。 其法器之来源, 主要是晚其印度佛教吸收印度教中可取之物而传入西藏, 并融合部分磅教之法器, 故名目极多, 就所使用场合之不同, 可分为六类, 一, 礼禁时所用者, 一, 夹沙, 是如腹脖之方丹, 缠身而漏其右肩, 与中国之一, 一同而适宜。 二, 挂珠, 凡一零八颗, 有菩提子, 金刚子, 莲子, 水晶, 珍珠, 珊瑚, 琥珀, 玛瑙, 玻璃, 青金, 白金, 木子, 人头骨等, 依所修法之不同而使用不同之珠。 三, 哈达, 此为薄卷所特制之长方形沙帛, 有红黄蓝珠色, 大者杖鱼, 小者三, 四指, 送礼, 拜客, 叶剑喇嘛, 乃至于有通信, 均需赠线哈达, 以表示敬意, 其色别, 大小, 长短, 阔辖等, 需就身份阶级之不同而有所定制, 不可混用。 二, 称赞时所用者, 一, 中, 有大小各式。 二, 夺, 及大灵, 有金蛇与木蛇两种。 三, 骨, 有大骨, 腰骨, 结骨, 铜骨等类。 四, 零。 五, 脑薄, 大者称脑, 小者称薄。 六, 碧力, 其壮四敌, 其身碑, 故又称碑力, 碧力。 七, 骨敌, 以人骨为之。 八, 六贤情。 三, 供养时所用者, 一, 香炉。 二, 凳台。 三, 水鱼。 四, 弓陷器, 如瓶, 盘, 碑, 碗等。 五, 状, 有羽毛, 宝石, 金饰, 丝卷等类, 形饰有如其节。 六, 帆, 饰如船用风旗, 及其扶之下垂着, 有大小, 长短个饰。 七, 华盖。 八, 阴落, 为以珠宝醉成之事物, 带于头上者为 卫阴, 卦于身者为裸。 九, 花蛮, 用诸种花宝制成, 有长, 圆圈, 条等式。 十, 花笼, 为圣花之器具, 以金银竹木等位之。 四, 持艳石所用者, 一, 曼陀罗, 即修持密法所用之弹, 又称道场, 弹城, 轮, 轮坛, 轮圆巨足, 有方, 圆, 三角等式。 二, 念珠, 又名树珠, 佛珠。 朱立教挂珠位小, 且其颗树部四挂珠固定位108颗, 而教有伸缩性, 自14颗至1080颗皆可。 三, 金钢柱, 有一谷, 三谷, 五谷三种, 植料有金宝与香木之别。 四, 灵柱, 一分一谷, 三谷, 五谷三种。 五, 轮, 又称者吉罗, 适样颇多。 六, 谷, 分大谷, 鸡楼二种。 七, 隐庆, 与我国内地所用者相同。 八, 木鱼, 与中国式相同。 九, 灌顶壶, 喇嘛为弟子做秘密灌顶时所用之秘密水壶。 五, 护魔时所用者, 一, 满图罗。 二, 炉, 分方, 圆, 三角等三种, 随法而用。 三, 护身佛, 以同住佛像装于银河内, 或顶带于头, 或配于胸。 四, 秘密符印, 分方, 圆, 三角三式, 又分护身, 护家, 护国, 镇宅, 驱邪, 除灾, 增幅等类。 六, 劝导时所用者, 一, 摩尼轮, 其形如统, 中观一轴, 可旋转, 上课六字观音轴。 二, 祈祷筒, 是如摩尼轮而叫阿, 以风力, 水力或器械已旋转。 三, 祈祷壁, 刻六字明咒于板上, 挂之于壁。 四, 祈祷状, 状上写有六字明咒, 以干接于屋顶。 五, 祈祷时, 将刻有六字明咒之时, 置于山路或图中。 P4488, 密教美术, 密教特之美术。 密教像以本尊之修法为重点, 在造像会, 画方面依据以鬼而有特殊规定, 故应修法之需要, 于佛像, 法际, 曼陀罗等方面之美术表现, 最具特色。 佛像应受印度教多神崇拜之影响, 遂使诸尊种类增多, 且多属到人类之造型, 如多面, 三面, 十一面等, 多臂, 四臂, 六臂, 四十二臂, 牵手等, 成分怒香, 持各类武器等。 盖此类形象其意义不外乎象真人类为达到极真诚佛之境地, 于现世之修行须享福诸摩, 克服人类内外之障碍, 而表现出立即神秘幽玄之感觉。 至于法器, 一般有金刚柱, 金刚灵, 金刚盘, 轮宝, 结魔, 火舍, 花瓶, 六气, 死觉, 泛石器, 二家筒, 护魔炉等。 以西藏密教, 喇玛教, 为例, 可分六类, 一, 礼静用, 如夹沙, 行事如腹脖之翻, 这时缠身陋右肩, 挂珠, 修法之挂于景象, 哈达, 以薄卷所致, 长方形, 等。 二, 称赞用, 如中, 夺, 大灵, 灵, 薄, 臂力, 右坐卑力, 骨, 骨敌, 以人骨为之, 六贤情等。 三, 供养用, 如香炉, 灯台, 水鱼, 攻陷器, 平, 盆, 盆, 等, 壮, 翻, 滑盖, 阴落, 花蛮, 有长, 圆圈, 条等式, 花龙等。 四, 持艳用, 如曼陀罗, 念珠, 拔折罗, 即金刚储, 有一股, 三股, 五股, 金宝, 江墓等之别, 灵储, 分一股, 三股, 五股, 者吉罗, 吉伦, 骨, 隐庆, 物鱼, 行有二, 团圆之于菱形, 挺直之鱼形, 万顶弧等。 五, 护魔用, 如曼陀罗, 如, 护身佛, 秘密福音等。 六, 劝导用, 如摩尼伦, 祈祷筒, 祈祷壁, 祈祷状, 祈祷石等。 上祭之中, 胎藏, 金刚两部曼陀罗最足表现密教美术特有之形式。 曼陀罗, 范摩拉, 亿亿未谈, 伦坛, 乃密道修行时所供奉之佛画像。 胎藏界曼陀罗与金刚界曼陀罗各象真理, 日耳世界, 而诸尊相之集会, 则表现密教伦缘玉族之世界观, 其样式, 或方或缘。 胎藏界曼陀罗系于中央画一佛或一菩萨像以为本尊, 本尊上下左右四方以及自于各画一佛像或菩萨像, 景晨一辅式之莲花, 其中央联台上为本尊, 周围八个连伴上各有一项, 总成为中人。 在其外围又画有一层或二层之菩萨或护法诸天象, 而成为外人。 金刚界曼陀罗则有九个曼陀罗会所组成, 图相以上端为西方, 纵横等分为三, 正当中为成生会, 其下向左依顺序为三昧耶会, 维系会, 公养会, 四映会, 一映会, 礼去会, 将三世会, 将三世三昧耶会。 其中礼去会之图相有如整个金刚曼陀罗之缩影, 一映会则仅由大元伦中之大日如来所成, 呈现一尊独坐一会之单纯图样。 其余七会之图是大致相同, 均由中央之主尊及四方四佛, 或菩萨、 金刚等, 四余之四公养菩萨所组成。 绘画曼陀罗化时, 必须遵照各个本尊之经轨中所规定之一则。 如胎藏界曼陀罗需依据大日经, 而会, 金刚界曼陀罗需根据金刚顶经, 而会。 义伏之东, 有众多佛菩萨层层分布, 称为普门曼陀罗, 或都会曼陀罗, 普门会曼陀罗。 义友义药师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等为中心之曼陀罗, 样世较简单, 称为义门曼陀罗, 或别尊曼陀罗。 如刻在居庸观时刻动圈顶上之佛化, 即属尊圣佛顶曼陀罗化。 此外, 修密之行者持诵显教经典, 如法华经, 仁王班若经等而会化成之法华曼陀罗, 仁王曼陀罗等, 总称为经法曼陀罗。 要知, 密教认为其教理乃法深大日如来内政之秘密法, 故以具体之两界曼陀罗来表现教理。 即金刚界曼陀罗象征外现之世界, 拍葬界曼陀罗象征内在之世界。 结合此二者使成真理, 而将此二者人格化者, 即两界之大日如来, 由此再演化出两界曼陀罗之诸尊, 故一般密教寺院皆安置大日如来为主尊。 然大抵而言, 密教所长全显之妙用乃在于教令伦生之不动, 将三世、君徒利、大威德、 金刚叶叉等五大尊明王, 及爱染明王, 其中不动明王为大日如来之变身, 呈现愤怒相, 各种修法皆以此尊为中心。 于佛像方面, 其造型特征在于色, 行皆具有重要之意义。 密教美术为表现人类经由修行而达, 即身成佛, 知境地, 人类所应克服之内外障碍, 及降服此障碍之能力, 而尝试种种表现方法。 例如佛像常具有观能肉体之张力, 或夸张的愤怒形象, 或强调现实感等各种强烈凸显效果之造型。 幼密教之诸尊, 除将尊相神格化之外, 亦呈现鸟兽之神格化。 神格化之表现方法有三目, 十一面, 八手, 六足等特殊造型。 例如十一面观音, 如一轮观音, 码头观音, 孔雀明王及五大尊明王等皆是, 又再进一步, 将此等神格化之姿态, 形象, 食物等确立规定而制定仪轨。 密教于绘画, 雕刻, 及表现于公义方面之法具等, 大都呈现神秘幽玄或诡异破人之气氛, 此乃将对神秘力量之未竟敢加以概念化、 组织化, 而显现未风格特异之艺术形态, 由以对神秘性的强大压力之要求与阴暗气氛之营造, 致神秘教艺术作品长打破均衡对称之传统艺术造型法则, 而表现出强硕射人之气势, 与淫逸于内外之力感, 此类倾向之追求, 往往大致无可限量, 且因而唤起富有感这力量强烈, 内在感受。 参阅, 曼陀罗, 4400, 密假器, 4488, P4490, 密教纲要, 凡四指, 日本全田雷辅者, 民博王宏愿意, 本书共分三边, 首边记述有关印度, 中国, 日本之密教, 第二边说明密教教理, 第三边解释密行事, 仪式, 内容提案窃领, 为了解密教教法之入门书籍, 参阅, 王宏愿, 1509, P4493, 密教颤法, 及密教所行颤悔礼佛法, 有胎藏, 金刚等二重法, 胎藏戒之颤法为九方便, 金刚戒之颤法为五悔, 胎藏戒之九方便, 细一应明节颂等方便利, 真实成就之九种事, 或为此九种位所修法之前的方便, 九方便为, 一, 做礼方便, 为恭敬礼拜归命十方三世三宝, 二, 出罪方便, 为行者忏悔无始以来所犯之烦恼业重罪, 三, 皈依方便, 为皈依随从三宝, 虽作礼, 皈依皆属皈依三宝, 然有前者为恭敬, 后者为随从等意义上之差别, 四, 施身方便, 为以行者之身奉献诸尊, 五, 发菩提心方便, 为发菩提心并企化一众身之大悲心, 六, 随喜方便, 诸佛菩萨, 二圣, 众身等之修复至善根, 西皆随喜, 七, 劝请方便, 即请诸佛菩萨注释, 长转法轮, 八, 奉请法身方便, 令众身安住法身, 九, 回向方便, 行者所修之善根, 回向一切众身, 九方便表示行者转九时而开显中台八页九尊之内阵, 或表示三三平等之义, 经刚戒之忏悔礼佛法为五悔, 乃总举一切佛菩萨之行愿, 以表示礼拜忏悔之义去, 一切诸佛菩萨之行愿不出普贤菩萨之十大愿, 五悔与十大愿开合虽不同, 然法体一味, 故五悔又称为普贤行愿, 即, 一, 至心归命, 为清净三业, 应情净礼归命三宝, 二, 至心忏悔, 为至心忏悔过去世所造罪业, 三, 至心随喜, 为余佛菩萨, 二, 一切友情等级聚福至善根福德, 能至心随喜, 四, 至心劝请, 为至心劝请现在十方一切诸佛, 长久注释不舍悲愿, 永转法伦利益众生, 五, 至心回向, 为布施以上四种功德, 不退转菩提心, 常随诸佛学习, 常生圣足, 得四辩, 六通, 十字在, 诸禅等功德, 普皆回向无上菩提, 千手千眼以鬼经中所具五悔之名称与此稍易, 天台之五悔顺序易稍有不同, 经胎二界颤法之不同, 或以胎藏界为因曼陀罗, 故一因为之九十而说九方便, 或以胎藏界为三部门所建立, 故一三三平等而说九方便, 而以金刚界为果曼陀罗, 故表示果位之五智, 或因金刚界为五部门所建立而说五悔。 大日经卷七, 要略念诵经, 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献正大教王经卷上, 卷下, 连华不兴仪轨, 如一轮仪轨, 批四千四百九十三。 秘眼和尚语录, 全一卷, 或作二卷。 右座秘眼贤结禅师语录, 秘眼录。 宋代森秘眼贤结, 一千一百一十八, 一千一百八十六, 传, 松原重月, 笑眼了雾等边。 笑宗纯夕十五年, 一千一百八十八, 堪行。 收于大镇藏第四十七册。 边路甘明禅院, 太平新国禅寺, 华藏禅寺, 天同景德禅寺等七会之语录, 即小参, 普说, 宋赞, 祭宋, 法语, 塔明等。 卷首有章资之序文。 批四千四百九十四。 秘眼贤结禅师语录, 请参阅秘眼和尚禅师语录。 秘眼录, 请参阅秘眼和尚禅师语录。 秘云禅师语录, 凡十三卷。 明代秘云原物,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四十二, 传, 山翁道吻边。 明代堪行。 内容集, 卷一至卷四位上堂语, 卷五位上堂开示, 小餐等, 卷六位问答机缘, 卷七看便机缘, 法语, 书问, 上卷八书问, 下卷九举骨, 粘骨等, 卷十带骨, 颂骨, 上卷十一颂骨, 下佛祖赞, 自赞, 卷十二计, 佛式等, 卷十三收录塔明, 形状, 年谱。 批四千四百九十四, 密意, 隐藏之旨意, 即止佛特殊之意去, 盖佛之真意与众生所理解者不同, 故称为密, 此即言, 即使详细说明, 众生意难以理解测之佛真实之意, 故佛所说者, 皆为方便教说, 此外, 止密意方便教, 乃对显了真实之教而言, 又以密意所说之语, 称为密语, 以及止佛陀真实, 秘密之言语与教是, 例如, 如来说涅槃乃隐去如来常住之意而说, 故称密语, 罪圣王金卷1P4494, 密意, 止生奥秘密之意理, 首轮言金卷1大19, 106中, 清奉辞言将求密意, 即使如来夫作燕安, 为诸惠中宣誓生奥, P4494, 密号, 亦即不能以表面文字通解所隐含之真意之语, 如比喻山有进菩提心不动转之意, 或比喻的有穿无名著的且去妄想心构之意, 此二种生意, 非常情能测之, 故称密号, 又如杀害三界有情, 亦语, 就隐藏之含义而言, 则未灭却受生于三界之因的祸业, 大日经书卷4, 大三九, 六二零下, 此漫图罗法门亦父如是, 如来以世间因缘世相, 你一旷欲不思义法界, 以辅逮群姬, 若可承懒, 便能浦门性解, 永静修行, 即以蒙三密加倍, 自见心明道时, 乃之种种明言皆是如来密号, 亦非彼长情之所图也, 如言三月持诵, 乃至性静原明中三转方便, 岂可但做久寻解耶, 又如东方宝状佛, 乃是出发进菩提心意, 起得但做四方解耶, 二又称金刚明, 灌顶号, 即密布佛菩萨所具之金刚明, 如大日如来称变照金刚, 无数沙摩明王称火头金刚, 阿弥陀佛称清净金刚, 又布现于佛菩萨, 行者受传法灌顶时, 义得称此密号, 三纸密教真言之义称, 大日经书卷一, 参阅, 真言, 4201, P4494, 密语, 一纸佛陀真实, 秘密之言语与语教是, 佛陀真义自表面之理解而言, 是隐藏的, 称为密译, 例如说如来以涅槃, 细隐去如来常住之义所说之语, 二纸密教之陀罗尼真言, 密藏记卷本, 参阅, 陀罗尼, 三千六百零七, 真言, 四千两百零一, P4495, 密谈, 密密谈之略称, 即止修行密法之谈, 广义而言, 大谈亦称为密谈, 然一般系只相对于大谈, 至于佛前之常方形的谈位密谈, 于密谈上放置有庄严之物, 如金刚盘, 火舍, 六气, 饮食器, 灯明台, 花瓶各一对等, 不能如大谈至放四面器, P4495, 密基, 即堪于寿教以修秘密真言之根基, 首轮严经卷五, 大一九, 一二五下, 退葬密基, 即佛明寿, P4495, 密藏, 一, 指密密之教法, 乃诸法之显法而自然所示之教法, 比教法超越肉身之佛, 身身佛, 所说之教法, 二教论, 大七七, 三七四下, 法佛谈话未知密藏, 严密奥识说, 二, 只属于密教之经, 律, 论三藏盛典, P4495, 密藏开禅诗以稿, 凡二卷, 明代密藏道开传, 卷上包括上慈圣皇太后, 木课大藏文, 课大藏愿文等共五十篇, 卷下包括上本师和尚, 与徐海关居士等六十四篇, P4495, 密岩塔, 为古代建筑宝塔形式之一种, 佛塔亦采用之, 为多砖之结构, 一般成八角形, 亦有十二角形着, 塔下有须弥作, 底层塔身较高, 其上出岩九, 十一, 十三层等, 两岩间之塔身极短, 布设门窗, 仅有一小孔, 内部亦多位时星, P4495, 密岩海会, 指以身与一三密庄岩之诸佛净土, 海会, 比喻众多, 大日经书卷三, 大三九, 六零八中, 由三密方便, 自新陈禁固, 诸佛密岩海会西于中线, 上影之中, 密, 又作, 密, P4495, 密岩净土, 指以身与一三密所庄岩, 未如来所依止之真如法性自受用之净土, 又作密岩国, 密岩佛土, 密岩佛国, 密岩世界, 密岩道场, 此净土乃修德之果圆满, 远离诸过患, 具足智慧, 神通之观行者所依止之处, 又此净土以如来藏无够净时未体, 密教特指为法身大日如来之净土, 盖若以九十拟配五佛, 则第九阿摩罗无够时相当于大日如来, 故此以无够时未体性之净土为大日如来之住处, 此净土为密岩经所说金刚界, 胎藏界二部法身之一处, 亦相通于华严经所说之华藏世界, 净土门所说之极乐世界。 大臣密岩经卷中显示自信品, 发菩提心论, 密岩净土略观, 密岩经书, 法藏, 卷三, 大日经书卷三, P4496。 密岩华藏, 即密岩国与华藏世界之和称。 前者为密岩经所说, 后者为华严经所说, 皆为清净庄严之佛土。 于纸经卷上, 大一八, 二五四上, 为此佛差, 竟以金刚自信清净所成密岩华严。 参阅密岩净土, 4496, P4496。 密岩经, 凡三卷。 全称大臣密岩经, 泛名高纳, VYHA, Astra。 一本有二, 亦为唐代日照, 的婆赫罗, 亦, 另一位唐代不空三藏所译, 两本皆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本经旨在产说一切法乃心时所变, 全经济分密岩卉, 妙生生, 胎生, 显示自作, 分别观形, 阿赖耶建立, 自食境界, 阿赖耶维密等八品。 初, 佛出过三界, 于密岩国土, 大日如来之净土, 映如实践菩萨, 金刚藏菩萨之请问, 而宣说法要, 是以如来藏不生不灭之礼, 金刚藏菩萨附对来会之菩萨众宣说, 阿赖耶时之能释现重法, 染尽诸法恒以此时未所依, 更阐明阿赖耶时随迷雾之缘而别凡神。 于本经中, 皆出实地, 华言, 大树, 神通, 圣满等经之精明。 又经中阐明五法, 八十, 三信, 二无我之义, 阿赖耶时之冉禁二分, 复以海比喻阿赖耶时, 以风比喻境界, 以波浪比喻七风, 以及八十九时之说等, 凡此, 皆同于人家经所说。 此外, 本经与法相所依, 经时, 论中后言, 言经相同, 为本经说第九时, 言经本, 则说五性个别, 现经流通者为日照之义本, 西藏义有本经之义本, 系由四卷九品所成, 与汉义本略有出入, 本经之书书有法藏之秘言经书, 大致刊定重经目录卷移开原式教录卷九, 致原法宝刊通总录卷三, 卷四, P4496, 秘言经书, 凡四卷, 唐代法藏, 六百四十三, 七百一十二, 转, 又作大臣秘言经书, 收于万序葬第三十四册, 第一卷以散诗, 本书为帝婆赫罗所义大臣秘言经之著誓书, 约传于唐武后则天天寿元年, 六百九十, 法藏之著作可分为两类, 亦为产世华言五教叛之作, 另一为如来藏经论之四宗叛著誓, 本书即属后者, 对秘言经各品细分科断, 并详加注解, 然首卷一诗, 难以了解本书之指趣, 亦难断定其正确之价值, P4496, 既木造, 日本佛教艺术用语, 以木造之对称, 即造佛像时, 使用术根木材结合之方法, 日本自平安中期之定朝, 为日本造佛师之祖, 起, 各不知寸法与皆法因流派而异, 然人有一定之规则, 由于大木难得, 加之以小木节省时间, 效率增高, 木星不易腐坏等原因, 故盛行即木造之方法造佛像, P4497, 继位五相, 华言宗以继位显示教门深浅之差别, 如继别教义成位之顺序于宗教等, 据华言经随书演义超举出华言经入法界品中之既为五相, 即, 一, 既为修行相, 为善才童子出参文书菩萨, 为既实性之位, 乃由致名身性, 发菩提心起进行, 而难行参诸善之事以修圆顿自性, 是为既为修行相, 二, 会缘入实相, 缘, 即一切是法, 实, 即一真之礼, 为善才童子游参摩耶夫人至参弥勒菩萨, 为既等觉之位, 乃献大怨身而便满虚空, 含舍一切众生, 三是诸佛皆各助自法而安助不动, 荣会诸众事缘已归于实礼, 是为会缘入实相, 三, 设得成因相, 得, 即果得, 因, 即修因, 为善才童子参得云比丘至参渠波女, 为既三贤实胜之位, 乃显是不可思议设三是圣贤实行之德, 而成一念皆具之因, 是为设得成因相, 四, 至兆无二相, 至, 即时至, 兆即兆了, 为善才童子出参文书菩萨, 后立参五时三善之事, 于赴参文书菩萨时, 仍不便初心, 始终不二, 至理相合, 是为至兆无二相, 五, 显因广大乡, 为善才童子鱼如来前, 见普贤菩萨身上依依毛孔皆是现无边光明云, 普贤菩萨摩其鼎而为其解说诸法, 善才及的一切佛差为陈述三昧门, 与诸佛所正同等, 是未显因广大象, 参月, 五十三参, 一千零四十八, 寄显, 四千四百九十八, 批四千四百九十七, 寄花五境, 即以花寄于第四禅之五境天, 盖第四禅以上无三灾之坏, 以其无风灾, 故花于此处便不枯萎, 安乐极卷上, 大四七, 七中, 寄花五境, 风日不萎, 覆水冷河, 是汗不洁, 批四千四百九十七, 继父, 又作继父, 寄境, 为捐赠财物于僧寺, 以供应三宝之用, 乃为祈求天下太平, 家门凡昌, 或超见祖先等, 幽婆赛借经卷三, 大二四, 一零四八下, 财物不应继父四处, 一者老人, 二者远处, 三者恶人, 四者大力, 如是四处不应继父, 中阿含经卷四十七,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四, 批四千四百九十七, 祭库, 即于身前欲先焚指钱, 做佛事, 即托明官, 以祭死后取用, 此时所焚之指钱, 即称为祭库钱, 佛祖统计卷三十三, 大四九, 三二零下, 恶主王傲, 常买指钱做祭库, 龙书增广净图文卷五, 大四七, 二六五中, 与便揽藏经, 即无应付祭库之说, 奉劝世人, 以祭库所费, 请僧为西方之功, 一心西方, 则必得往生, 若不为此, 而为应付祭库, 则是志在应付, 此必入应付矣, 禅陵向器兼钱财门, 批四千四百九十八, 即唱, 止于唱卖王森衣物时, 顺便赴卖众人或常驻衣物, 禅愿轻规卷七, 万绪一一一, 四五七下, 亦不得祭唱众人及常驻衣物, 恐涉嫌疑, 如常驻或堂投入众唱衣, 即许人祭唱, 批四千四百九十八, 祭僧明, 我国天津一带风俗, 为父母者聚其子女多病或腰伤, 乃往庙中导住, 求僧人为其子其一名, 称为祭僧明, 中华全国风俗至直立天津小儿跳墙之风俗条, 批四千四百九十八, 祭贺, 世人为护持孩儿, 乃令福森一, 称为祭贺, 据世事要揽卷下所在, 唐中宗孝和皇帝出生时, 圣位端正其特, 神光满院, 好为佛光王, 吉寿三规, 被迦沙福, 至满院请法师替法, 此即为祭贺之使, 开元世教路卷八, 批四千四百九十八, 既显, 不直接显示某种意义, 而既其意于他方面已解说之, 又作既其, 既在, 既说, 华言宗多用此法, 如既别教义成位之顺序于宗教, 再由此显出其教门浅身之差别, 于此, 特称位继位, 于天台教义, 则界别教义显示原教之位次,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 大三五, 二九九上, 约方便记法, 显得差别, 如下文出二三地公同世间, 四五六的同二圣等, 又既禅之道品诸地原生, 已显得别, 令仲因此表解的义, 盖以菩萨时的圣身, 难知其分其, 故济世, 初世等三世间及五圣等法, 已显示其意象, 又如大臣其信论义记卷三则即生, 助, 义, 灭四象之粗细, 已显不觉, 相似, 随分, 就近四觉之分其, 华言五教章卷上, 华言经书卷三十一, 五教章通路记卷六, 批四千四百九十八, 寄显四相, 欲托身, 助, 义, 灭四相, 游粗, 灭, 义, 助, 至细, 身, 以显示史诀断或知四位, 即大臣其信论义记卷三所在之, 寄身, 助, 义, 灭四相之粗细, 身相畏细, 其他三相畏粗, 以显示不觉, 相似, 随分, 就近四觉之分其, 十性畏中之凡夫, 就三系六粗中之其夜相, 乃觉之前念之起恶, 止息后念之恶业不起, 称为觉之灭香, 然就恶业而言, 尚不觉之无名或知一分, 故此为人称不觉, 二圣三贤之仁觉之寄明自相, 直取香, 即止觉之一相, 虽觉之无名不觉之一分, 然上位地前笔官之位, 故称相似觉, 地上菩萨觉之助香, 虽未断离为戏夜相, 即觉之二障, 故称随分觉, 觉之第一之夜相, 即觉之身香, 此乃觉之最即为戏之祸, 故称为旧静觉, 此盖以四相即显四位, 以免于刹那四相, 生, 住, 亦, 灭四相刹那刹那于诸法相续, 混同, 批四千四百九十八, 即, 又作灭, 涅槃之别称, 乃至度脱生死, 即静无畏之静地, 森传中, 森尼之死即称为继, 未继灭之略称, 含有入涅槃之矣, 密教以大日如来自正之静地, 称为继, 参阅,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灭, 五千五百零七, 批四千四百九十九, 继子铺敬, 禅宗公案名, 继子, 及唐代森养山会计, 此则公案系会计当众打破其师为山林又送来之镜子, 借此以显示破除执着两端各有所偏之见解, 而呈现自由自在境界之教室, 据禅院蒙求卷中载, 会计因其失灵又送来一面镜子, 接祸后便上堂问大众, 万序一四八, 一二零上, 且道是为山境, 养山境, 若道是为山, 又在养山手里, 若道山底, 又是为山送来, 道得及不打破, 道不得及打破, 三问大众, 无人回答, 遂将镜子打破。 批4499 继子丹和禅宗公案名 唐爱森为山林又知法寺养山会计, 从田里丹道回来, 为山及问道之首, 为首以策之养山之得处, 景德传登陆卷九, 大五一, 二六五中, 诗问养山, 从何处归, 养山云, 田中归, 诗云, 何好意也为, 养山云, 好意也, 诗云, 做清剑, 做黄剑, 做不清不黄剑, 养山云, 和上背后是什么, 诗云, 子还剑魔, 养山念起和岁云, 和上何曾问这个, 诗云, 此事鹅王则辱, 鹅王则辱, 为鹅王对于水辱之混合能则辱而隐, 用以比喻能辨别真伪, 此处细显示超越熟, 为熟知真实佛法, P4499 既有, 唐代义金森, 泛明英义弥陀山, 赌获罗国人, 自幼出家, 由诸印度, 辩学经论, 午后时来唐, 与时差南陀共义大臣入伦家经, 又与法藏等共义无构进光陀罗尼经, 是必辞归, 午后斥后礼见之, 开元是教路卷九, 宋高森传卷二, P4499 祭天, 宜泛明达罚, 又座祭母天, 女宿, 耳聪宿, 二十八秀之一, 居北斗曼陀罗外院北边又第三位, 或胎藏陷途曼陀罗外院西方, 孔雀经载位是罗莫拿, 一座听文, 学问, 其形象, 于北斗曼陀罗中, 此尊生成肉色, 献菩萨香, 者皆摩依, 以天依未落, 有四臂, 左右第一手持罗背, 坐吹状, 高举左右第二手, 又持绿珠, 左持轮, 沉金赤鸟, 胎藏陷途则为右手垂臂竖掌向右, 稍驱拇指, 左手竖掌, 驱拾指, 中指, 无名指, 持连上赤珠, 交角座圆座, 三昧耶行为连上心, 二泛名Antidava, 西藏名是, 西元第八世纪请印度之学森, 苏罗氏挫国, 范梭萨埃之王子, 初十名记凯范, Antivarman, 又受诸意, 特从意修复者习快利文书失利成就法, 范梭萨埃, 感见文书失利之尊荣, 父王登, 于即位前夕, 文书失利梦告彼至纳烂陀寺, 依圣天, 范昭达德va, 出家, 遂改名祭天, 于同寺, 这大臣及菩萨学论, 范埃克, 菩萨埃行经, 范菩萨埃法, 凯瑞埃法拉, 诸精药集, 范埃斯特, 西莫克拉, 其后, 远赴南印度市利达士纳寺, 范尔多卡拉, 论破外道, 最远抵摩洁托国西部, 更常破赤婆罗门商杰罗天, 范埃卡拉德va, 受家特皮赫罗王, 范卡拉德va拉, 及其人民之皈依, 著作除上纪外, 西藏大藏经令收有巨声歌, 范斯哈达, JT, 生命中至今著, 范瑞太阿耶珍阿, MW, Mah YNA, Astra, VTTI, 1. 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lletin, Stone, and the Aspects of Mah Y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NA, EJ. Thomas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 P4499, 既用战然, 既, 真如体性里有味之诸相, 用, 能生世间, 出世间之善法, 此既用, 即大臣其性论所说三大中之体用二大, 而体即适用, 此二者常住不灭, 故称战然, 观金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六上, 横杀功德, 既用战然, P4500, 既光, 亦为长既光土之略称, 又作既光土, 天台宗四土之一, 即皮卢浙纳如来所住之净土, 参阅, 长既光土, 四千五百二十八, 二指礼至二德, 既者, 真理之既静, 光者, 真智之光照, 物得此真理, 真智之静地, 称为既光田地, 大日经书卷一, 三, 一千五百八十, 一千六百四十五, 明代律宗千华派之组, 广陵, 江苏江都, 仁, 俗姓钱, 自三媚, 二十一岁出家, 从雪浪红恩习贤首之教官, 彻其宗臣后, 便寻民宿, 受子伯真可, 云七诸红等人所器重, 同时从慧云如新寿巨族界, 经严皮尼, 后立恒山, 登庐山, 为江州之众所言请而驻东陵寺, 石池中白莲不重自身, 符合会远再来之称, 赴字塔勘中得敬太位陶侃所奉之文书经相, 诗流西横山智坛时, 驯服坛下之怪龙, 于五台山见龙华大会讲解, 兴为阳, 兴为阳, 石塔寺, 于精灵报恩寺说戒之际, 该寺塔放光二十余夜, 又受兜人之请, 新保华山龙昌寺, 开迁华大赦, 学旅云集, 红光元年, 一千六百四十五, 涉坛于精灵, 帝特赐子一, 白经, 文武百官营业余寺, 竟称国师, 同年六月, 于宝华山端舵入地, 是寿六十六, 四额, 光明金刚, 世号, 竟致律师, 松祺一身, 足迹遍海内, 灵坛说戒凡百余回, 修建佛四达一, 二十所, 专宏律法, 为律宗千华派之祖, 这有范网经直解四卷, 清乾隆石入葬, 十六观战法, 宝华山在寄光之后, 成为我国界学之中心, 宝华山至卷七, 星序高森船卷二十八, 批四千五百, 寄光海会, 只集会于长寄光土之无量大众, 寄光, 指长寄光土, 乃皮卢遮纳如来所住之净土, 海会, 指诸尊圣众之汇聚, 十方圣众来集会长寄光土, 犹如万川之潮涌大海, 故称为寄光海会, 大日经书卷三, 大日经义士也密超卷四, 参阅, 长寄光土, 四千五百二十八, 批四千五百零一, 寄至果经, 全义卷, 东静竹坛无蓝义,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本经相当于巴历文长布第二经沙门果经, 未长阿含第二十七经沙门果经之意义, 系佛陀应阿舌世王之请问, 而详述沙门之日常生活及现身所受殊胜之果报, 因而令阿舌世王忏悔是父之罪且归依佛, 有本经义可知佛陀时代印度人之思想生活, 以及当时印度六师外道之思想, 批四千五百零一, 寄人, 亦只寄尽无畏与堪忍受辱, 十步二门只要超序, 大四六, 七零五上, 被寄人之一, 据大词之事, 二清代灵济宗森, 云南义良人, 俗姓谷, 好密行, 生族年不祥, 十四岁从竹子山竹林寺之顺宇替法, 十九岁于来自基族之德海坐下参学五年, 又往邓江府, 云南邓江, 与罗藏山念佛, 亦曾参访宴居等诸诗, 至四川梁山县双贵, 参礼破山海明, 顺至十三年, 1656, 得其法, 其后曾驻旭州府, 四川仪宾, 喜悦院, 邓江府华藏院, 恒州, 湖南衡阳, 开封南云寺, 宝庆大碑林, 北京, 河北, 慈县寺, 这有语录三卷, 卷末附有四法门人四灯原印之语录一卷, 武登全书卷七十, P4501, 继承派, 西藏佛教新派, 藏执沙, 马, 帕之一, 继承, 西藏语虚, 拜, 能灭, 习灭之意, 右座西洁派, 丹帕派, 藏邓, 帕, 帕, 创始者为南印度出身之游行僧丹帕桑格, 藏丹, 帕SAS, Rugius, 1117, 丹帕桑格曾于印度各地, 如金刚座, 恒河河畔, 西塔福, 范什特佛那, 之火葬场等处修行禅定, 并送迟密教诸尊之密咒, 此外, 又曾五度至西藏参访, 故其教法广宏于藏土, 且后记者辈出, 1092年丹帕桑格居止于藏州, 藏区斯, 之鼎立, 藏德, 而爱, 僧院, 其后此僧院即成为本教派之中心地, 丹帕桑格自身并为组织宗派, 而由其后继者形成多系统之教团组织,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初传, 中传, 后传等三系统。 一出传之系统, 主要传承者为 喇穷额色, 藏布拉, 朱欧迪, 主要教授席灭灯, 大威德等。 二, 中传之系统, 重要传承者有丹帕马, 藏丹, 帕美, 索穷跟敦巴, 藏搜区, BA, 1062, 1128, 港治状等, 教授包括显密两教之无量法门。 三, 后传之系统, 有滚嘎, 藏康, DGA, 1062, 1124, 8X共8, 藏帕, 帕斯根, 帕, 1077, 1158, 杰瓦登内, 藏区区, BA10, A1, 1127, 1217, 主要传习大应无构典型池。 本教派之修行只去, 盖位依循其教法即能袭灭业利或, 非人, 知损脑所致身心之重苦, 主要法门系以修行般若经义来断除生死一切苦恼, 强调保持简朴之宗教生活, 并需经常独自闲处, 修持漫图罗, 以获得灭苦, 寂静。 于日课行法中, 常以人类大腿骨与头盖骨, 或其余各处之人骨作为法器, 以之为, 无常观, 教义之实际阐事。 于哲理思想上, 主张一切万法之显现皆为无人意识之创造物, 而非有实体之存在。 能体悟此理者, 乃最高智慧之表现, 而此依最高智慧之觉物系自单若之观而实现者。 此教派以眼形之游行集团为其特色, 不少著名秘教僧旅皆属其派别。 此教派之另一特色乃教团中之比丘尼游行僧特多, 此为西藏佛教其他诸派所少有者。 比丘尼游行僧中以马基克拉普顿, 当马基克拉普顿, 当马基克拉普顿, 为最著名, 此诗常于魏州藏Dibius, 南部洪宣记成教义, 皆隐信徒甚重。 然至皇教祖宗喀巴之时代, 十五世纪, 修持此教派者位数已少, 其后即逐渐衰微, 乃至断绝不存。 LA 我道, The Buddhism of Tibet, H Hoffman by Religion and Tibets, The Religions of Tibet, J2 Chui Tibetan Pentate Scrolls, P4502 既定, 泛语三代, 止禅定之境, 位于诸法不起妄想妄念,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上, 广普既定, 深入菩萨法藏, 又于密教, 止记尽清凉之三美。 大日经书卷四, 大三九, 六二二下, 于北方观布洞佛, 坐离热清凉注于既定之相, P4503。 寄案, 即止寄灭无畏之彼案, 亦即涅槃之义,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 参阅, 涅槃, 4149, P4503。 纪念, 即禅定, 禅定时, 律念寄静, 称为纪念, 原决经, 大一七, 九一八中, 于陀罗尼, 布施纪念及诸敬慧, P4503。 寄之子体, 即止止众生原来具有之寄之位本体, 乃南宗禅合则神会, 六百七十, 七百六十二, 一系之主要教义, 为人人所具有先天空寄之之, 乃凡胜之本体。 据宗密之原诀经大书超载, 万法皆, 空, 心体本, 即, 即即法身, 诸法本体, 了知此空即之理体即是真智, 一即菩提, 涅槃, 广, 真, 如, 此系众生本源之心, 自然本有之法。 就无人心性之本质而言, 产生万法之, 十, 乃妄念, 若对妄念加以否定, 即剩下无任何分别活动之空寄之心。 此种心性, 具有一种不媚之灵之, 称为, 空寄之之, 简称, 寄之, 或称涅槃, 真如, 菩提, 真之, 法身, 佛性, 系人人皆有之心性灵之, 佛教之修习, 旨在旨旨之见, 了解自己本有之寄之, 不必于心外求佛, 故强调, 知, 知一字, 乃众妙之门。 禅元诸全集都续卷二, P4503。 济世录, 请参阅永元济世和尚语录。 济流明菩萨, 济流明, 梵明四Vahavidya, 因一师父父喝味的也, 师说父喝, 师父。 乃密教莲华不知愤怒声, 列于胎藏界曼陀罗观音院第二行第七位。 密号定光金刚, 系定门之尊, 取迹尽心流之意, 故称济流明。 在胎藏献图中, 其形象为生成肉色, 带经献观, 左手疏食指, 屈其余四指至于胸前, 又长向外高举。 这天一, 两端飘扬, 立左膝, 坐鱼赤莲花。 种子位, S.A. 三昧耶行为开敷莲花。 不空所神辨真言精卷十五, 苏西的杰洛精卷上真言相品, 诸说不同纪卷三, 胎藏界七纪卷上, P4503。 既长即止涅槃盘, 既无烦恼之意, 常无生灭之意。 轮延精卷一大一九, 一零九上, 世尊。 我等经者二丈所禅, 梁犹不知既长心性, P4504。 季透, 1674, 1710, 清代黄博宗森。 福建游西人, 俗姓陈。 史称慧彻。 自别光。 头骨山四横涛出家。 康熙四十八年, 一千七百零九, 度日, 参学于长期重拂四大横海拳, 并四齐法, 成为重拂四支第八世。 一年世纪, 世寿三十七。 黄博东渡森宝船卷上, 黄博宗建路, P4504。 既然, 即止寂静无视之状态, 或心中呈现平静沉彻之境地。 维摩金卷上地子品, 大一四、五四灵上, 法常济然, 灭诸相故。 正法华金卷一批4504。 济然界, 即正物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之无性空, 乐达诸法及空之理而舍离部分法治之境界。 乃三圣共行之菩萨所证物之境界。 以不受孕, 处, 戒之能直, 所直动摇, 故称济然界, 正此济然界时, 见过二圣境界。 又住于此境地之菩萨, 称为济然界菩萨, 此类菩萨乃三圣共行之菩萨, 而非仅属大臣之菩萨。 大日经书卷二, 批4504。 济然护魔, 济然, 范语Antica, 应益善底加。 五种修法之一, 又作习灾护魔。 密教行冠顶时, 为诸弟子灭罪, 而修习灾之护魔, 称为济然护魔。 大日经书卷八, 参阅, 五种修法, 1182, 批4504。 济传, 1664, 1731, 清代黄博宗森。 福建福清人, 俗姓陈。 自道本, 浩辰亭。 五十六岁时, 受其诗灵园海迈之兆, 康熙58年, 1719, 度日, 驻长旗圣寿山重拂寺。 擅长诗画, 多语文人默克交由。 雍正九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这有宵明草一卷。 黄博东渡森宝传卷上, P4504。 纪元, 1207, 1299, 宋代曹洞宗森。 少定元年, 1228, 阴仰慕曹洞宗祖道元禅师而东渡日本, 道元祭后, 参业孤云怀壮, 并受新颖。 于日本府井县大也创建宝庆寺, 成为纪元派之祖, 隶属日本曹洞宗道元派之一。 日本正安元年世纪, 世寿九十三。 严宝传登陆卷七, 宝庆游续记, P4504。 继夜狮子, 又作世狮子救世, 世家狮子救世。 乃世家之别称。 世家之范语Kia, 原义为能人, 然依自门之权是, 则为一切法本性记, 之义Kansas为一切法造作, 之义吉业, 故称吉业。 狮子, 则细探德之称。 大日经书卷四, 大三九, 六一九下, 继夜狮子, 能以自在神通救世间者。 大日经义式眼密超卷五, 参阅, 世家, 6823, P4504。 祭灭, 范语Faipaama, 巴利语Fipasama, 略作灭, 即止度脱身死, 进入寂静无畏之境地。 此境地远离迷惑世界, 含快乐之意, 故称祭灭为乐。 曾义阿含经卷二十三, 大二, 六七二中,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必不死, 此灭罪为乐, 盖位对生死之宣动不安而言, 不生不死之即静安稳即称为寂灭。 又特指小臣之涅槃。 僧传中, 僧尼之死通称为, 即, 义是寂灭之略称, 含有进入涅槃之义, 又常作世纪, 入纪, 原纪。 杂阿含经卷二十二, 北本涅槃经卷十,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 大制度论卷九十四, 参阅,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批四千五百零五。 寂灭香, 即涅槃之相。 以涅槃远离一切诸法之相, 故称为寂灭相。 大制度论卷八十七, 大二五, 六六八中, 涅槃即是寂灭相, 又远离一切差别之相, 称为寂灭无二。 法华经卷一方辩品, 圆绝经, 参阅,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批四千五百零五。 寂灭无二, 涅槃乃远离一切差别之相, 故称为寂灭无二。 圆绝经, 大一七, 九一五上, 圆绝普照, 寂灭无二, 批四千五百零五。 寂灭未乐, 巴异与菲普三马斯卡, 远离迷惑世界之境地。 寂灭意味涅槃, 范尔菲, 之意语, 死境地对迷惑之生死流软不安而言, 和快乐之意, 故称寂灭未乐。 北本涅槃经卷十四, 批四千五百零五。 寂灭场, 又座阿兰若法菩提场。 即只位于中印度摩基陀国家耶成南菩提树下之金刚座, 为世尊臣道之处。 略称寂灭场, 寂场。 此菩提树又称寂灭树, 寂场树。 华严经探玄祭卷二位, 寂灭有四亿, 一、障灭, 为、性灭, 及、至灭。 二、正灭, 为正物寂灭之礼固。 三、显其灭德, 为释献佛之时生及普贤等法。 四、义物沉灭之故。 燃心华严经意味阿兰若法菩提场。 华严经书卷四世其字意味阿兰若及寂静之意。 菩提场者、菩提及觉之意味能证悟大致云明究竟之境场及证悟菩提之处。 又历来之华严说法会作有七处八会之说然至眼之华严经大一纲目至以之法华玄一卷一下等皆以寂灭到场为华严之总会处。 法华玄一卷十上、卷十下、法华文句卷二上、卷九上、卷九下、华严游义、华严经略策批四千五百零五。 寂照、一寂、寂静之意、照、照见之意。 至之本体为空寂、有观照之作用及作禅之当体、止观。 大臣无声方便门、大八五、一二七四中、寂而常用、用而常计、即用及计、离乡明计、寂照照计。 寂照者、应姓起乡、照记者、涉相归姓。 二、九百六十二、一千零三十四、日本天台宗森。 又作寂招。 京都人、俗名大江定基、三和盛。 赤浩元通大师、宋真宗赤赐。 世称文章博士。 痛诗爱妻后出家卫僧。 诗试寄心、庆资宝印。 随元姓学台教、随人海学密教、其后尤寻诸国。 魏九、或准入宋、于长宝五年、一千零三、渡海来宋、参业真宗、蒙赐子一。 又至天台山参访礼拜,且成上元姓所托付之天台宗一问二十七条。 后遇归返日本,为宋朝僧借所挽留。 仁宗锦幼元年世纪于杭州,世寿七十三。 诗学通内外,持律严阵,道俗归养,相传有非寿斋,文书灵感等之应验。 四名教行归卷一、卷四、佛祖统计卷八、卷二十五、卷四十四、续本朝网深传,批四千五百零六。 寄照三摩地经,请参阅寄照神变三摩地经。 寄照神变三摩地经,全义卷。 唐代玄藏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 又称寄照三摩地经,寄照神变经。 本经相当于西藏义本三部中之初部。 系佛陀在灵山时,贤护菩萨就菩萨之一处,大会至,方便化度等法请问佛陀。 佛陀遂达有依,三摩地,称为寄照神变,设菩萨所行之佛的,菩萨能安住其中,于一切诸法皆的圆满。 更就此三昧之意义,德性等详加叙述。 P4506 寄照神变经,请参阅寄照神变三摩地经。 寄照唐古响集,凡石卷。 日本波如运长传。 略称古响集。 解说有关佛教种种故事杂问。 第一卷收录牛王宝印等六十项, 第二卷有法生塔等六十项,第三卷有和沙等五十八项,第四卷有法生计等六十五项,第五卷有剑驼古自家沙等六十八项,第六卷有结魔金刚等六十八项,第七卷有贤平等八十一项,第八卷有不动王本世二宋等七十二项,第九卷有召魂法等六十一项,第十卷有孔王本世二宋等七十二项,第九卷有召魂法等六十一项, 但六十一项有闪却背等七十七项, 成书于源路二年,一千六百八十九。 作者又于童年更传,继照唐古享续集,十卷, 即第一卷收录于蓝棚会等六十四项, 第二卷有记年用岁杨岁英明等六十九项, 第三卷有皮琉璃王等六十三项 第四卷有青莲华尼伯罗门等四十三项 第五卷有天龙八部赞等七十八项 第六卷有本觉下转等七十五项 第七卷有法华盲人辟等八十七项 第八卷有清静行者步入涅槃等四十项 第九卷有六师外道与佛教神力等三十九项 第十卷有精静泰过等五十七项 故想及与续集同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一四九卷 诸宗章书录卷三P4506 既调音所问经请参阅如来所说清静调福经 既调音经请参阅如来所说清静调福经 既种只声闻原觉二圣心乐趣入涅槃寂静之种性 便写调调教论卷上大七七三七五上 既种之人高荒之病医王拱手 参阅种姓五千八百七十P4507 既静一心凝住一处之平等安静状态 远离本能所起的精神动摇称为记 断绝一切感觉苦痛之原因而呈现安静之状态称为记 盖由修禅定可令心止于一处远离散乱等且设持平等 显阳圣教论卷十三六门教授习定论 往生论二指涅槃之寂灭无相 无生即祭 无灭即净 涅槃境界远离诸苦 湛然常住 无生无灭 故称为寂静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九有于一及无于一的各说四种寂静 一有于一中 一 苦寂静 未永静诸漏 即断除后有之重苦 而得荡来不生之法 二、烦恼寂静,为断除一切之烦恼,而得必静不深之法 三、不损恼友情寂静,为永断烦恼,不造诸恶,修习诸善 四、舍寂静,为横住于舍,性之中,不喜不忧,安住于正念正知 二、无于依中,依,术教寂静,为诸术及严教等并习 二、一切依寂静,为有于依中虽有施舍依乃至后阳依等八依,经于此境界中总断离此等诸依 三、依依苦寂静,为依准前述之八依,永灭除众生之苦 四、依依苦生疑虑寂静,依准前述之八依,苦之疑虑不深 法运族论卷四、卷六、班若登论卷二、十八空论 究竟一成宝性论卷一于余家论寂卷二十四、P4507 既静行,即生文,原觉二圣所修习去入涅槃寂静之行法 华言经探旋记卷五,大三五、二一一中,既静行有三亿,亦已比二圣修离生死宣杂行故,二领修正入人空既静行故,三无于涅槃明既静,修比明行,P4507 既静门,即指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本来皆无,是为既静之性质,故称为既静门 一切言说,则是既静门显示既静 大方广宝窃经卷上,大一四、四七以上,文书又问,善男子 若法十方求不得者,为是和门 答言,文书 都无有门 文书又问,善男子 而是既静颇有门不 答言,文书 是亦无门 善男子 以是亦顾,我说诸法是既静门,一切言说是既静门显示既静,P4507 既静相应真言,指与既静法,习灾法,相应之真言 据大日经书卷七载,若真言中有纳摩,沙父赫等字,即是修三摩地既静相应之真言 要略念详,要略念详,与既静法相应之真言,最初用,按字,最后用,沙赫,字 其中,纳摩,为胎藏界所用,金刚界则用,按字 P4507 既静阴夜天,泛名PRNV,Ruta,Escarovat 又座寂静海阴 即指华言五十五善之事之第36位 常为善才童子说三十七类众生,而化岛三十七门,此即既静阴海夜神化岛三十七门 新华言经卷七十一,P4507 既静涅槃,指于,A,阳,A,让,A,拿,N,A,囊,摩,摩,摩,等五字上各加涅槃点,A,二,分布于其之观法 为涅槃之意 做此不自观时,以三不自伦之应加持其 四宋真言,脑末,脑末,闹末,闺蜜,三满多,Samantha,普遍,梅陀南,Budhenem,诸佛,涅罗拿,Nervae,原记,二,A,种子,虐若诺诺末,A,N,M,Soha,Svh,陈九 大日经卷五字伦品,P4508 既静涅槃,既静,范语Antica,英译善底加 与既哉,既然,习哉等同意 又做既哉真言 大日经书卷八解说既然互摩石 说此真言,即,南摩,Noma,闺蜜,三满多,Samantha,普遍,伯陀南,Budhenem,诸佛,阿,种子,摩赫善底多,Mahantigai,大济世,善底结罗,Mtikara,既,罗闪摩达摩祖若多,Prosama, Dermanicita,最圣政纪法生,阿婆,ABHVA,无自信,萨婆达摩,Sarvabevatharma,一切自信,三满多,Samantha,普遍,极平等,罗多,PRPTA,获得,沙赫,Svh,陈九 此真言已出阿位体,阿乃诸法本不深之意,此阿字门会形具足,能焚除一切障概,的大纪涅盘,故称为寂静真言 大日经书卷八,大日经义士卷六,大日经书演奥超卷二十七,P4508 季末外道,六种苦行外道之一 祝师灵总监,常末而不语,以修超现象界而禁忌审末禅定之外道 北本涅槃经卷十六,参阅,六种苦行外道,1304,P4508 计乎,七百,七百六十,泛明的,Rakita 印度森 大乘佛教中观学派演化出之于家中观派创始人 纳兰陀寺,范妮兰的,著名学者 西元747年,印西藏起双提赞王,藏克里,S.R.O.D.S.A.N.之请 与莲华申上师,范帕玛,S.A. Bhava,加摩罗什罗,范康姆拉,LA 同志西藏传部真言密教 又称敬命大师 曾模仿中印度之欧丹妇离,范阿德普拉,大四 与西藏首府拉萨南方建立桑渊寺,桑普森,Yas,又一桑耶寺 并任该寺第一任看部,招请有部十二僧人 与莲华申上师共同红法 这设真实论,范太法,S.A. Graha,凡四千计 论破各派学说,亦传述极多汉为人知的学者之学说 与佛教史上之意义甚举 参阅,莲华申,六千一百四十九,P.四千五百零八 肃心前会,亦及依肃习之善根,得能相会而清静参学 传法宝纪,大八五,一二九一下,汉有知者,为道玉,慧可,肃心前会,经节求知,即止道玉,慧可,于禅宗出祖达摩初来中国,上汉有人知识即能跟随求法,此因素及善根之故 P.四千五百零九 肃氏,范与平佛,巴利与帕巴 肃即九,九,古之义 肃氏即前身,前世,过去之义 肃氏之生存状态,称为肃命 肃氏所有之习惯,称为肃习 肃氏所结之因缘,称为肃因,肃源 肃氏所造之业,称为肃业,肃行 就业之善恶,于肃氏行善业,称为肃善 而于肃氏专造恶业,不造善业者,称为无肃善 依肃氏业因而感知果报,称为肃报 肃氏心所执着不离之善恶 信赫,称为肃职 肃习之意愿,肃习之愿意,称为肃义 法华精卷七妙庄严王本食品 无量寿精卷下,兴起行精卷下 十玛麦肃源精,梁高森船卷三求 纳伐摩船,旭高森船卷十七至乙船 批四千五百零九 肃氏因缘周,法华精所说三周之一 佛对下基者说肃氏因缘,而又令政悟之说法 化成玉品之说法即是 参阅,三周说法,五百六十,批四千五百零九 肃因,过去世所造之夜因 因虽通善恶,为肃因一般君止善因而言,如夜虽有善恶,而肃夜多止恶也 参阅,肃氏,四千五百零九,批四千五百零九 塑形本启经,请参阅修行本启经 塑助随念智力,梵语 佛实力之一 为佛能了知过去世种种世之智力 大P- 毗河沙论卷三十,大制度论卷二十四,参阅,石粒,三六十一,批四千五百零九 宿注随念至正通,梵语Pirifer, Neuphesnasum Titanium, JNA,巴黎语Pirifer, Neuphesnasum Titanium, JNA,巴黎语Pirifer, Neuphesnasati, A 五通之一,六通之一 又做宿注随念至通,宿注至通,宿命至通,宿命通正,时宿命通,宿注通,宿命通 为能随意知悉自己宿习注视之生死,性名,寿命,苦乐等之通力 此至已会为自信,随意念之势力,能知诸过去生于欲,色界中之自他有漏五蕴,故称宿注随念至,又此至因依色引发,故为局限于欲,色界,不通无色界 能义知结束,大皮婆沙论卷一零零位外道由二万节至八万节,大智度论卷五位大阿罗汉,辟知佛可至八万大节 据摄论卷二十七载,修行此通力之加行,先审查灭于此前之心,见逆观此身份为以前之差别至洁生之心,乃智能意念中有前之一念 即义门族论卷五,设立福阿皮坛论卷十,陈时论卷十六,顺正理论卷七十六,参阅,六神通,一千两百九十,批四千五百零九 素座外道,又座素座论师 外道十一宗之一 相当于外道十六宗之诸因素座宗,即尼甘子外道之素座因论 素座外道即只主张一切众生所受苦乐之报,西一素是本业而定之外道 华言玄坛卷八载,素座外道以现世之苦乐果报皆一过去世之本业因缘而定 故认为若能持戒精进,令身心受苦,则能坏尽本业,本业寂静,众苦尽灭,众苦尽灭,即得涅槃 此外道未灭尽苦因,于是主张修自恶投言等苦行 由于此外道为以素作为现世果报之一切因,不认为现在之功力能感果,现在非因,故成邪直 瑜伽师的论卷七,大皮婆沙论卷一九八,摄大臣论是卷二,玄藏一,天青摄论是卷二,真地义,参阅,外道十亿宗,一千八百六十九,P四千五百零九 宿房,日本佛教用语 又做宿房 原指日本高野山,比瑞山参议者所住之房舍,契经人言用之 此外,僧吕自身之僧房,即檀月,一般信徒,自己所属之寺院,亦称为宿房 P四千五百一十 苏赫多国,苏赫多,SWT 北印度之谷国 位于建陀罗国之西,乌藏那国之南 依法显传载,国中佛法鼎盛,尚存有佛语本身修菩萨行时,代歌歌肉四应之遗迹 此国后四与乌藏那国合并,大唐西玉纪卷三载,歌肉圣纪位于乌藏那国蒙接离臣之南,而位列此国名 此的已有经营所示之塔一座 塔为阿玉王所建,传说佛于过去世为师皮家王时,尝于此的修持功德 会抄网五天竹国传监事,古经图书集成编译点第六十三A Cunningham mentioned Geography of India,参阅,乌藏那国,四千一百七十五,P四千五百一十 宿命,过去世之命运 又称宿主 即总称过去一生,无量身中之受暴差别,善恶苦乐等情状 若能知此情状,分为宿命通 凡夫不知宿命,故长焦慢,不畏造恶果报,不应尽于万善 恒水晶,无构称晶卷二,平等绝晶卷四,法院诸林卷二十六,参阅,素氏,四千五百零九 宿注随念至正通,四千五百零九,P四千五百一十 宿命至陀罗尼经,权义卷 宋代法贤义 又称宿命至经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细叙述是尊对阿南说,若有众生闻此宿命至陀罗尼,受持之,可灭及众罪业,终生不断受持者,可知七聚之节间知前生事 寄之列举陀罗尼文 P四千五百一十 宿命至今,请参阅宿命至陀罗尼经 宿石,止隔夜之食物 一戒律有比丘禁食宿石之戒,称为食禅宿戒 食宿绿卷四,大二三,二六下,但素食,不受食,不受蚕食法,广问如上种种恶不尽事,又前一日剩余之冷饭,称为素冷饭 P四千五百一十 宿根,宿世之根性 金泽范指修行之根基 参阅,宿世,四千五百零九,P四千五百一十 宿善,范语 前世,过去世所作之善跟功德 若以一身为陷,从前契经所作之善是亦称素善 又称素作福,素福 过去善业系文法信寿乃至网生成佛之因缘 由此又有相关之素因、素缘、素叶、素息、过因等名称 我国,积善之家有于庆,知观念,与素善亦去相同 而印度于路旁坐辐舍功旅行者之用 或施惠于孤独者,皆是积善之行 素善不单只往昔所修之世间善业 于前世清净佛道,亦为素善,更甚于世善 如释迦牟尼佛曾于修菩萨行之初 即因功花与然,然,登佛且礼拜之 而得来世成道之受祭 原诀经,经光明最盛王经卷五 大吉经卷十八等诸经中一位 得文姓寿经上所说法者,皆是往即所执善根之故 又素是所执之善根功德,经是开发结善果 称为素善开发,素质开发 长阿含卷九,时尚经,法华经卷二性解评 无量寿经卷下,批四千五百一十一 素善往生,念佛往生,之对称 未由于素是善根之开发,而能往生净土 安乐即卷上,西方要觉世已通归 往生要即卷下末皆以为即使造恶 若得文经,念佛,命中往生,皆是有素善者 故无素善者,不得闻佛名,亦不得往生 然日森这海鱼决定往生即则举出四种积累 一,闻西方净土教门,诽谤悔资而不修行者 二,或虽不傍,然因五欲禅心而不愿往生者 三,与弥陀佛有素愿缘,闻净土教愿求净土 而复谢代,更造食恶,或重病失心,或不逢善有者 四,烦恼轻微,愿行俱足,即得往生者 以上,前二类是无素善者 第三类有远生结缘之意 若因前之为善,闻经并修念佛,义得往生 此数主张未必具备素善方的往生之说 参阅,念佛往生愿,三千两百一十二,批四千五百一十一 素直,指于素是直即善根 又做素直 法华经卷七妙因菩萨品 大九,五七上 素直得本,众人爱尽 素直善,素直善根 皆指素是所直之善,即善根之意 素直深厚,素直纯厚,即指素直善根深厚 法华玄赞卷九本,观音义书卷下,批四千五百一十一 素债,素是所负之债 即在过去是所造恶业富有往后当虚偿还之国报 仅得传登陆卷三会可章之柱,大五一,二二以上,乐及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需长素债 参阅,素善,四千五百一十一,批四千五百一十一 素页,饭与拼佛,卡尔玛,巴利与帕巴,卡尔玛 过去是所造之善恶业因 又称素作业 即指于现世感素业之国报 而现世之行业又成为来世招国报者 唯一般多以素业指恶业因,另以素善指善业因 长阿含经卷二十二是本原品,据舍论卷十八,参阅,素善,四千五百一十一,批四千五百一十一 素主,比丘于住处主时,称为素主 戒律禁之,若犯则称素主罪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继卷上二之一,大四零,二零二下,十戒者,摄十以杖森,令无素主罪 参阅,摄十戒,六千八百四十八,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素德,即指德望重,见史高之老僧或其老 素,即遵素,其素之义,德,即有德之义 素老作老素,指其老或生机修行之僧 禅怨清规卷七,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素缘,即素是因缘,指过去世所结之善恶因缘 新起行经卷上孙陛粒素缘经,铜骨结凡藤因缘经等,以素是之二缘位素缘,新华严经卷十五 高森船卷三求纳拔陀罗船,法经禄卷七则旧素是之善缘说溯缘 新华严经卷二十五,华严经书卷十六,决定网升级,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素药,又做新秀 印度之天文法,新秀可分七药,九直,十二宫,二十八秀,或二十七素,等 素药一词虽取自二十八秀七药之略称,然亦指九直十二宫等 此等素药为神之助处或神之字体,可反映人界,天界一切现象,由此现及凶乡,又依其运行可预测人界命运 素药经卷上,卷下,舍头剑太子二十八秀经,素仪轨,参阅,利,六千两百二十七,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素药经,凡二卷 唐朝不空义 全称文书师利菩萨及诸仙 说几十日 善恶素药经 收于大正藏一二十一册 共分八品,内容细以七药,十二宫,二十七素与人诞生日之关系 占卜一生之命运与每日之吉凶 信用力 于战法上,乃以印度区谈先,范高腾马,所造之立法卫本,与中国之立法相调和 密教举行习栽,增议,降服等修法前,需依照素药经选则即日 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素药仪轨,拳一卷 唐代一行传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本经之初列举须空藏菩萨,文书菩萨,普贤菩萨等于素药有关之诸尊应名及九药真言,九之药天应,二十八秀应,能及祥真言,北斗七星真言等 中则引述金刚大成就经及祥成就品,宣说修行习栽护魔,让除恶塑药之法 然所引之金刚大成就经不祥 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宿愿,即止于素是,过去是,前身,往昔所发之事愿,广义而言,一般指是间,出世间之愿望 又称心愿,宿愿 可就佛于因为之事愿而言,如观无量寿经所载之如来宿愿力,即止阿弥陀如来于过去因为所发起之大愿力,依此宿愿力用以成就众生 或指众生于过去前身之往生愿心,于现世中曾发起之愿望等 大阿弥陀经卷下,观经定善意传通纪卷三,批四千五百一十二 玉池以森,七世纪唐代画家 于田人,亦说土火罗人 玉池未信,以森系相对于其兄,甲森,之称而言,并相对其父玉池拔直那,大玉池,之称,以森则称为,小玉池 父子君善常会画,父拔直那善常会至外国故时,佛像,鸟兽等壁画,唐诸授以宿为官,且封俊宫,以森义善于丹青,用笔锦径,如屈铁盘丝 唐贞观初年,受该国国王推荐,以化义士于太宗,唐氏授以宿为官,封俊宫 纪年与年寿均不祥 作品有长安慈恩寺之千碧千万书师利菩萨像,光宅四七宝台后之将魔变,洛阳大云四三门东两臂之鬼神及佛殿菩萨六尊,净土经变等 其画丰寿伊朗因影晕染之影响,迥异于中土,是称凹凸化 历代名画纪卷二,卷三,卷八,卷九,太平广纪卷二一一,宣和画谱卷二,图绘宝剑以僧传,画剑,P45113 专心,及一心,无二心之意 一及止及中心思,不杂于念 如杂阿含经卷三十九所说之,专心禅思,善导之观经书散善意之教人,专心念佛,皆为子力 教行性正卷二,参阅,专杂二修,45114,P45113 专心,为专修一善 即舍弃于法而专心一法 教行性正卷六,参阅,专杂二修,45114,P45113 专念,专心细念某一对象 常阿含经卷二,大一,一五中,佛四神族以多修行,专念不忘,又念虽有称念,心念二意,净土宗之专念则特指专称阿弥陀佛名号之修行 如善导之观经书散善意中之,一心专念弥陀佛名号,一句即是 P45113 专性,禅灵用语 于禅灵中,应处理特别事物所派遣之使者,称为专使,专使所持之书信,则称为专性 禅院轻规卷六,万序一一一,四五五下,专使于助持人前两斩三百,一斩云此持专性,得奉尊言,下秦无认,瞻仰之志,又一斩序寒暄,乃处理三百 P45113 专修,为专门修习仪式 反之,混合其他而修,则称为杂修 在净土宗系指往生极乐世界之修行而言,亦即行为及心境皆与往生净土之正道契合,而专心奉是阿弥陀佛之行持 通常只读读,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等五正行,或只以正信心修五正行中之,称名,此又称专修念佛 反之,杂修系指称念其他佛,菩萨之杂行,或因五正行中正定业称名以外之行为,助业,为往生之因而共修称名,助正奸行 又保持专修及杂修之心,称为专杂之心,而助正奸行之心,称为助正奸行之心,称为助正奸杂心 善导之往生理赞计论变专修与杂修之长短的诗,为专修有四的,杂修有十三诗 专修者必得往生,故为千无一诗,杂修者必不得往生,此为千中无一,万不一生 P45113 专相,只专注观想移境而心不散乱,移动 观无量寿经,大一二,三四二上,正坐西向地观于日,令心兼注,专相不移,P45114 专杂二修,即专修与杂修 略称专杂 关于此二修之解释,亦说颇多,怀感以菩萨处胎经为根据,执心不牢固称为杂修,执心牢固称为专修,杂修者申谢曼国,专修者方申极乐 此概由至心,不至心论专杂之别,则因,圆空等以二修即正杂二行,为以身口一叶专心称理意念阿弥陀佛称为专修,以散漫之心而修诸善则称为杂修,正空更就难以二道解说二修,为杂修者为难行道,专修者为易行道,其他上有不论正行杂行, 仅依三心四修等之具不具而分二修者 善导叛分往生净土之行为五正行,五杂行,其中,五正行以念佛为正业,其他为住业,而念佛之外兼修其他住业及杂行者,称为杂修 此外,更论二修之长短得诗,为专修有四的,杂修有十三诗 父称专修者必得往生,视为千无一诗,杂修者必不得往生,视为千中无一,万不一生 视镜土群一论卷四,往生理赞记,善导,前续,选择本愿念佛及,往生理赞要义是关门一抄卷三,念佛名义及卷上,参阅,正杂二行,两前零五,批四千五百一十四 阿使送尿,禅灵用语 如策大便为阿使,小便为送尿 灵济会照禅师语录,大四七,四九八上,阿使送尿,者依吃饭,困来即卧,于人笑我,至乃之焉 此系禅灵中常用以表示日常生活无非佛做佛形之用语 灵间路卷上则载,万绪一四八,三灵以上,辞明赫约,者依吃饭不适必尽,科使送尿不适必尽,批四千五百一十四 重选署,为唐初同理森尼及道士之中央官府,长礼仗及,斋教等事,为森官兴致 原置于洪卢寺四之下 其后,森官之权限见被缩小,且不再独立,而隶属于俗官之下 唐书百官至第三十八,批四千五百一十四 重月,一千一百三十二,一千两百零二,南宋灵纪宗阳齐派森 处州,位于浙江,龙泉人,俗姓吴,好松元 自幼及有出家之志,二十三岁使寿五届为沙弥,先后参业林十庙,大会宗稿,应安谈华等禅林肃老 龙兴二年,一千一百六十三,于西湖白莲金舍的度,参与江浙诸诗,后四一安闲节之法 立著报恩光孝寺,实际禅院,建福禅院,制度禅院,云延禅院 庆元三年,一千一百九十七,住职林影日,并开创险清报十四 迦太二年世纪,世寿七十一 门人善开,光幕等位边松元和尚与陆二卷路由转塔 佛祖历代通卷二十去传登陆卷三十五 世事基古略卷四,批四千五百一十四 崇信,义堂代禅僧 出生,生足年纪祥 属清原形四法系 从天皇到物出家,得物选址 后节安于里州,湖南里县,龙潭禅院,宗峰大镇 是称龙潭崇兴,龙潭和尚 传法于德山宣鉴 景德传登陆卷十四,连登会要卷九 五登会员卷七,二宋代云门宗森 又称敬赵禅师 卢周,位于安徽,圣献人,俗姓高 十三岁李卢州陈天寺用陈上人卫师,替法出家 二十岁受巨族戒后,侧西南游,李叶杭州 敬慈寺支援赵宗本,得其应可 先后驻持秀州,浙江嘉兴,资胜寺,珍州,江苏宜珍,长卢寺等 申足年不祥 建中靖国旭登陆卷十五,旭传登陆卷十四,三,一千六百七十一,一千七百二十九,日本真宗本院四派学生 大阪天满人,自乐拳,狄峰 又豪南斯一福之 九岁出家,十六岁认定会房住持,经营唐语,教养门徒,傍修学业 三十岁讲大臣起信论,据舍论,华言武教章等,并传各书记 师又擅长画图,曾咒弥陀像百余伏及连升到奇图四十八伏 得意超迈,屡感瑞梦 想宝元年,一说三年,辞退四物,专究宗臣,索居阁号,莲华藏 想宝十四年十一月世纪,想年五十九 门徒有岳西,桂岩,太岩等 这有称赞净土经价说四卷,往生论助遇灾超等二十余种 清流祭坛卷一大谷本院四通祭卷八,P4515 崇拜,即指对所信奉之对象加以尊崇与敬拜,为宗教基本要素之一 依不同之崇拜对象,可对不同之宗教进行分类,如自然宗教有自然崇拜,部落宗教有图腾崇拜,文明社会之宗教有偶像崇拜,神灵崇拜等 其目的主要在于对所信奉之对象进行感恩,祈求,或为学习模范,因而发展出各种仪式,及主持仪式之专职人员,如祭司,僧侣等 P4515 崇孝寺,位于北平 为北平名察之一 唐代幽周节度使刘继舍其住宅建卫寺 历代屡建屡毁,仅存殿与树处 清初诗人王室真称之为枣花寺,因其四层植枣树千珠,但已无存 寺内牡丹,韶药即为著名,有瑶黄,卫紫,黑色珠一种 寺内又珍藏盘山森至扑所作青松洪信徒,自王室真以下均有提勇 春夏之际,尤人如知 P4515 崇善寺,一位于山西太原 始建于唐初,时称白马寺,明代重建,改名重善寺 原为当地最大寺院,后遭火灾,大部焚毁,经锦存大碑殿,为明代所重修,殿内功牵守观音菩萨像,两侧为金色之文书,普贤菩萨像,高2.5公尺,为明代驻向中之杰作 观音之手臂和衣文,采优雅之左右对称式 此外,尚保存有诵,原明三代索克之大藏经,大多有确切之年代记载,为中国佛教史上之珍贵资料 山门琴铁柱之唐狮子像与钟楼等,亦是重要古迹 二俗称贵子庙 位于查哈尔阿巴哈纳尔齐西林号特镇 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33年,1768,四名重善寺 后续有增建,为西林郭勒草原上规模最大之喇嘛庙 主要建筑有朗克清殿,明谦殿,雀日殿,朱敦八殿,丁克尔殿,活佛殿及喇嘛塔等 今仅仅存部分殿,然缘有布局人依稀可辨 批四千五百一十六 重传,一千五百六十九,一千六百三十三,日本灵纪宗森 京都人,俗姓一色 自以兴 又年出家 曾师世相国四西校成队,其后于提湖三宝院学密教三年 庆长十三年,一千六百零八,蒙德川家康之赵傅俊府,掌外交往傅文书之事 而后往来于江户俊府与京都之间,参与四社统治之意 元和二年,一千六百一十六,师寿命开版群书制药五十卷,并以活字堪行 是称为庆长玉活字本,俊和本 宽永三年,一千六百二十六,蒙次,元兆本光国师,之号 十年正月世纪,享年六十五 师曾以资一之身参与国阵及外交事务,故日本史家称之为黑衣宰相 有同江纪一卷,与陆四卷等形式 P4516 重照 一千三百四十二,元带灵纪宗森 静宁,云南,仁,俗姓段 年十八,李云峰出家 时时已生死未念,参究不屑 一日闻伐木生,忽大悟,岁出颠,四处游芳,先后拜夜空眼等十八明善之士 后至天台山参寇中丰明本,的蒙应可,乃返云南盘龙山 创建盘龙寺,与此说法 相传诗之神意事迹甚多 据虚云大师增定佛祖道影卷二所在 盘龙山有一黑景,为独龙窟宅 时常为害民众,诗迹见四 乃书写咒闻省于水中,为酒害习,后又闻宁周有虎患 出莫无定,商人置据,诗乃喷水屈之,虎亦前 原至正二年世纪,事后身体温软,历期日而如生 并有彩虹冠天等祥瑞,至今肉身仍堪于盘龙寺内 五灯全书卷五十八,P四千五百一十七 重寿灯子,禅宗公案名 又称法眼时的邓子 为唐代森法眼文艺与云门文眼集灯,邓,子已显示禅止机用之公案 禅院蒙求卷下,万绪一四八,一三灵上,法眼出驻灵川重寿院 诗指灯子曰,十的灯子,周扎有虞,云门云,十的灯子,天地悬殊 灯子,即邓子 本公案之重点,即法眼与云门二师对佛性陈现禅之机用 虽是亦指邓子,然以宗言看来,则亦无非佛法妙道之显现 若能勘透此一旋理,则如二师所谓,周扎有虞,天地悬殊 五灯会圆卷时,P四千五百一十七 重福寺,一位于陕西长安 初,堂帝是自念起自太原,魏报的恩,于扬州,京南,太原及两经造四五所,皆称为太原寺 五后时重修之,改兮经太原寺位为国兮寺,东京者为大福先寺,又改为国兮寺位重福寺 神凯法师曾于寺中大红社大成论、聚舍论等,遂成法相宗大讲 后太原之太原寺亦改称崇伏寺,寺人乃称寺寺未兮崇伏寺 开原年终至深法师居寺,转开原寺教路,大行于寺 二位于山西朔县 创建于唐明德二年,665,出名林牙院,林牙寺,今天德二年,1150 提名,崇伏禅寺,清乾隆年间改经名 寺宇宏伟,颇具规模,经代建筑人保留至今 三位于江西上高县九丰山 建于唐昭宗甘宁年间,八百九十四,八百九十七,南平王中传捐房舍魏寺院,昭宗赐俄,宏纪,天赋年中,九百零一,九百零三,改名,重复禅林 魏曹洞宗大寺院之一 四位于浙江陵安乡 五代后静开运三年,九百四十六,明义至后禅师创建,魏禅宗灵祭祖庭之一 参月,重复四至,四千五百一十八,五位于福建福州 创建于北宋太平新国二年,九百七十七,圆明重复苑,圆寺较小,后会费 明末清初重建,至康熙三十八年,一千六百九十九,史具规模,后逐渐发展成范功林立,殿宇威额之大寺院,至清末成为福州五大禅沙之一 四位在向峰之路,钢链环宝,松波参天,有清建一曲绕四而过,环境十分清幽 现存之殿与多位光绪年间所重建 六俗明小赵,位于随远归随陈小赵街 卫清康熙三十六年,一千六百九十七,帝清真准喀尔,凯旋驻碧时所建 殿之左右各有一杯亭,杯高三公尺鱼,上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记载其平定准喀尔之功勋 七山号横月山,属日本灵祭宗 位于福岗市千代松园 远尔返日后,曾至此寻息,后由南普少明代未开山 庆长年间,黑田市一致县的,请春屋庙趴中心之,未代代之菩提所,灵墓 八位于日本长崎市东南,属于黄伯宗 山号圣寿山,通称福州寺,俗称赤寺,之那寺 原系我国侨民所建,高森尹原曾驻此,弟子及非改驻之,据宋代风格,有三门,即所谓龙宫门,大雄宝殿等建筑,与兴福寺,福济寺宾 并称三福寺,批四千五百一十七 将来目录,请参阅请来目录 将来录,请参阅请来目录 重福寺至,凡四卷 清代诸文早传,真原定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慧刊第一集 重福寺乃五代后靖开运三年,九百四十六,明义至后禅师于浙江陵安开山,原称宝寿院,宋祥福元年,一千零八,改称,重福禅寺,大观年间悔,绍兴时重建 原末再毁,明洪五十六年,一千三百八十三,复建,二十四年立位丛林 清雍正十二年,一千七百三十四,整修,颇具规模,为禅宗祭祖庭之一 嘉庆六年,一千八百零一,诸文早与世真原创四制,分言格,四语,住持等三门 光绪七年,一千八百八十一,前唐丁炳仲克,后赴,重建重福寺碑记,重福寺嘉庆以前之文献,略备于此 批四千五百一十八 重庆寺,位于甘肃兰州五全山上 始建于明洪五五年,一千三百七十二 重庆寺保存太和铁钟一口和皆隐四同佛一尊 太和铁钟铸造于京太和二年,一千两百零二,高三公尺,直径二公尺,重万斤 明文捐有,先文身洗,鬼文亭凶,急破地狱,救苦无穷,等于 皆隐四同佛铸造于明洪五三年,一千三百七十,高五公尺鱼,身为二点七公尺,重万斤,造型精美 五全山海拔一千六百余公尺,因山中有鹿,居月,摩子,会蒙五全而得名 五全山除重庆寺外,上有千佛格,玛尼寺,地藏寺,皆为清同志,光绪年间之建筑 批四千五百一十九 宠慧,义堂代牛头宗禅僧 杭州人,俗姓章 身足年不祥 靖山法清之法寺,禅密兼修 杰安于江千寝山,宋佛顶尊圣陀鲁,又于阎关甲石东山小尖头之草屋止住多年 大历年间,约七百六十六,出长安,住张姓寺,常与太清公道士使华辩论到法德圣,受号护国三藏,赤住安国寺,是称金子山将摩禅师 宋高僧传卷十七,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神僧传卷八,二 七百七十九,唐代牛头宗禅僧 俗姓臣 牛头智威之法寺 唐甘元年间,七百五十八,七百五十九,于书周天住山开山,永太元年,七百六十六,赤次 天住山,知好 终身住此,大历十四年世纪 景德传灯陆卷四,五灯会员卷二,批四千五百一十九 绝山寺,位于韩国江源道江陵郡舍绝山 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舍绝山派之中心 新罗文圣王十,八百三十九,八百五十六,通晓大师范日所创 范日于新德王六年,八百三十一,来唐,德马祖道义之门人言官其安之应可 文圣王八年,八百四十六,请归国,应明周都督经功之请,开创本寺 德景文王,献康王,定康王之归一,住持四十余年,大阳宗峰,为臣舌绝山派,为禅门九山中门庭最盛之一派 祖唐吉卷十七,景德传灯陆卷十,批四千五百一十九 昆仑子,已幼座昆仑奥 即昆仑国,南海诸国,之黑人 或对来自印度,西域人之灭称 参阅,昆仑国,四千五百二十,二幼座七道人 指东进道安法师,因其肤色有黑,而得绰号昆仑子 梁高森船卷五道安船,参阅,道安,五千六百二十五,批四千五百一十九 昆仑山,又座昆仑山,昆山 乃一颇具神秘性之山岳 相传,或为黄河之园,或有阿诺达池,或为西王母居处 西周穆王曾访西王母,设宴于瑶池 新启行经序,佛五百弟子自说本启经,古经图书及陈山川典第八十 昆仑山步杂路等,皆以此山为天地之中心,多产珍宝,黄金 五百罗汉居于窟中,或为阿诺达龙王曾居于此 启示经卷一更以此山及雪山,或被认为即位于西域,为传说中之灵山 至于其位置,在新疆之南,西藏之北,天山及喀拉昆仑山之间 耸立者,总称昆仑山脉,原初帕米尔高原,向东分出甚多之脉 此山脉名称并未建于清代官版地图,而系出于近代西欧学者探险后所命名 按,古之所谓昆仑山,或系以经之山脉位史,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一带之总称,甚或寒阔了西藏地区 此外,禅宗已知表示佛法内面,根本知已 虚唐和尚与陆卷三,万序一二一,三五二下,亦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若说道经伦水迹昆仑山脉,功归合所 经律一箱卷三,史记大碗列传第六十三,宋史和渠至,原史至第十五地理和原附录,批四千五百二十 昆仑国,南海诸国之总称 泛名迪Vipata 又作绝伦国,古伦国 原只位于中南半岛东南之岛国 至随唐时代广至婆罗州,爪哇,苏门达腊附近诸岛,乃至包括缅甸,马来半岛 细随昆仑人之蔓延移居而扩大 为我国广州与印度,波斯兼航路之要冲 南海既归内法船卷一大五四,二零五中,南海诸州有时于国,中略,诸国周围或 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亿 大海虽南济里,商伯串者准之 两位绝伦出至交广,遂使总换昆仑国烟,为此昆仑,头卷体黑 自于诸国,与神州不输 种族相当于现今之马来人种 又据文词的,大臣称为昆仑,如浮南国有一王名为昆仑 昆仑人使用之语言,称为昆仑语,以昆仑语言技术之书,称为昆仑书 又昆仑语,可能类似现今马来语之种族语 宋高森船卷移序高森船卷二随宴从船,大唐溪玉求法高森船卷上运其船,P4520 昆仑脚升铁,禅灵用语 原位胡伦脚升铁,既咬不动,又索然无味 于禅灵中,转意味完全不加分别思索 虚唐和尚语陆卷一万续一二一,三三陵下,森问,中略,指如灵山密妇,还许学人资参也无,诗云,昆仑脚升铁,P4520 崔志远,八百五十七,九百零四,唐代之心罗文豪 庆州,庆上北道,沙梁郡人 自海夫,浩孤云 善诗能闻,好游明山,且读信佛教 年十二至我国 于西宗甘福元年,八百七十四,年十八级被举位进士,活跃于朝廷 新罗献康王十一年,八百八十五,归返新罗,十二十八岁,得献康王后裕 于真圣女王八年,八百九十四,退隐家耶山海映寺 唐昭宗天赋四年,九百零四,是所传之,唐大剑福寺故寺主 翻经大德法藏和上传,为研究法藏之重要资料 这有贵愿彼根 新罗禅僧之悲文,多谓是所传 三国仪式卷一批四千五百二十 崔昊,三百八十一,四百五十,北魏宰相 清河,山东,仁,自伯渊 从其父崔鸿受经史百家之学,至于实现儒家政治社会之理想 太长八年,四百二十三,以太宗驾崩而谢观 其后,与道士寇千之交结,同为太五帝所众 二人协力促使太五帝归依天师道教 崔昊且敬严废佛 于太平真君七年,四百四十六,地下召悔佛 后以其编转国使,内有轻视狐足之词,地怒而处以即行 P4521 带刀卧,又坐带刀睡 至右鞋而卧 盖带刀者,配刀于左腰,故左鞋不得卧 据宋高森船卷十百丈怀海张仔 卧臂斜疹床唇,称为带刀睡 森之卧请有五种行法 即投手向佛,卧时不见佛 两足不并身,不向臂及伏卧,不束两膝 禅灵象气间卷十二,三千微仪卷上 P4521 带刀语,禅灵用语 原指言语中藏有杀活自在之力刀,于禅灵中,转至锐利显眼之机语 解释洞山无畏显觉,万序一一九,四六七下,最妖肩带,无过要山达云言带刀语,几百丈下唐大众欲散位散时,所云,是什么,要山摇闻此语云,在此,P4521 代行,即伴随宾客,尊素而行之义 代行之僧即行者,称为代行僧行,又代行侍者,称为代行小师,代行之之士僧,称为代行之士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大四八,一一二三中,若法四道四间典,令代行之士道库司会计,P4521 代类,即牵连无辜,增添麻烦之义 币言录第四十七则,大四八,一八三中,若嫩魔情解,且喜眉交涉,更代类云门,要见遍见,无耳穿凿处,代类,又未居尼,执着之义,与,智累,一词同意 代类先生,指使佛祖遭受牵连,烦扰之义 必言录第七十六则,大四八,二零四上,四七二三诸祖师 有条攀条,代类先生,不为止代类一人,另外,牵连无罪之人,使之受苦,称为代类平人,添加他人麻烦,称为代类别人 币言录第三则,第二十二则,批四千五百二十一 带叶往生,为命中之后,带着素叶,往生他道 叶,即无人之身,与,义等一切之身心活动,具有力量可影响未来 往生,即死此身比之矣 旧广义可言,通只受生三界六道及诸佛净土,然主要只受生极乐 无人漂流于六道轮回中,因所在之善恶业位数甚多,有生天业,做人业,或堕三恶业 然命中后仅能受一种果报,依佛法皆是,凡所作业都可能敢果,但非一定敢果,须是结因而定 若一生中造三种业,也不能同时生三道,若生一道,其他二道之业即为其所代,然因缘条件不足,故无润生之可能 此种往生即称代业往生 修念佛法门者,若因缘条件具足,于命中时,的往生净土,其素习所造之恶业,不敬业,无法现行,此即所谓代业往生 一般凡夫,由于真智慧未现前,即使的已往生,亦仅能代业往生,而代去之业利益因,缘,不具足而无感果之可能,此即属于,非则灭 反之,若为大智慧之圣者,因已断离烦恼系附,正的真谛,永不再受轮回,故其感生死 苦果之业利益已消灭,此即属于,则灭,系圣道所得 P4521 代数是,范与非哥,巴利与代哥 六合式之一 指负合词之前部分位数词者 大乘法愿义灵章卷义总料简章是之位,数集一,十,百,千等数,代位携带之义,法体携带数法,称为带数式 如二时为时论,为时言所明之法,二时为颂数之名,携数为明,即称带数式 又如三战,范与非哥,十战,范德雷,雷根,范帕森连雷,等军事 又代数式之范与非哥,指一为二牛,即为代数,故为此式之原名 据舍论光纪卷一华严经碳玄纪卷三,参阅,六合式,一千两百五十五,P四千五百二十二 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范名萨佩利拜托 又做常被清曼菩萨,略称不清菩萨 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中所说之菩萨,系过去威英王佛灭后向法时出示之菩萨比丘,即是尊之前身 此菩萨每见比丘,比丘尼,幽婆赛,幽婆仪,皆惜礼拜赞叹,而作誓言,大九,一八四下,我身定如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 如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众人闻眼而有恩怒者,以瓦、石、墓葬等级之,然常不清菩萨恭敬依然,乃至远见四众,义父礼拜赞叹如席,以故增上曼之四众称之为常不清 此菩萨宗时,文威英王佛说法华经,得六根清净,增益寿命,更为仁宣说此经,显现神通,遂令增上曼四众归伏,常不清菩萨中的臣佛 当时之常不清菩萨即为世尊,增上曼四众则指世尊宣说法华经时,位上之拔陀婆罗等五百菩萨,狮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幽婆赛等 此菩萨之授记,系世现众生惜有佛性,亦即表现大乘佛教精神之一位重要菩萨 常不清之行,亦为五来独行者所经修,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所载,随代森信行,于道路不问男女君礼拜 念佛三昧宝王论卷上设有念未来佛一门,明是念佛与法华不清行之不耳 天品妙法莲华经卷六,法华论卷下,法华经文句卷十上,法华经玄赞要集卷三十四,批四千五百二十二 常光,佛所聚三十二相之一 即常围绕佛菩萨身边,昼夜横照之光明 又称圆光,障光,常光一障,常光一循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七位,面各一循,周佛身,昼夜常照之光明,称为常光 大臣经典则为,诸佛以常光辨照十方,不现一循 大致度论卷八载,佛为现一丈之光明,乃因五着恶世中薄伏顿根者,眼为不堪见,若立根伏后者,如来则为之常现无量之光明 至于阿弥陀佛之光明,以因为之愿行,故以常光常照十方世界 众生若见佛之常光必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又平等觉经卷一以常光为投光,观无量寿经则是之为生光 常光与神通光不同,神通光系临时发放之光明,如是加如来欲说法华经时 所放之光照东方一万八千之土,即是神通光 大法句陀佛罗尼经卷四说常光与放光之别,于平时唯有常光,若有因缘时放异光 因若佛常放疏异之光,世间即无有日月星辰,昼夜时节,会朔简望,乃至春夏秋冬之别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旧华言经卷三十佛不思议法品,参阅,三十二相,五百零七,光明,两千一百七十三,批四千五百二十三 常在灵旧山,又坐常在灵山 只世尊之肉身,虽以八十岁为其而入涅槃,然其法身却常于灵旧山说法 灵旧山,因细世尊说法之地而著名 此欲载于法华经卷五寿亮品,大九,四三下,因其心恋目,乃初未说法,神通力如是,于阿森指节,常在灵旧山,及于诸住处 P四千五百二十三 常行三昧,天台宗所立四种三昧之一 又坐班周三昧 即一盘周三昧经,于七日乃至九十日中绚绕行道以其见佛之修行方法 文书班若经所说之,一行三昧,为,常坐三昧,相对于此,常行三昧,特指专世行绚法 修行时,独居闲处,常起时,不受别请,严世道场,被诸公聚香摇干果,灌木其身 修行期间在阿弥陀佛像周围步行,口中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心中想念阿弥陀佛,即步步深深念念皆在阿弥陀佛,称为三昧 完成此三昧即能见诸佛,故又坐佛立三昧 善导所者班周三昧行道往生传中,将,班周,亦亦未常行道,即以三叶无见,故有此称 又于观念法门一书中详述班周三昧见佛法 至宋代以降,所圣行之连设念佛,即继承此法而来 日本则以天台宗开祖罪臣于比瑞山所立修四种三昧之志为史 摩合纸观卷二上,参月,班周三昧,4300,P4523 常行三昧堂,即一盘周三昧经,以阿弥陀佛为本尊,为修念佛三昧所设之堂舍 略称常行堂 又座常行佛丽三昧,班周三昧,阿弥陀三昧堂 班周三昧法实行于东晋慧远,其庐山班若台经舍及此种念佛道场之滥伤 至唐代,成远于恒山见班周道场,其门人法照于五台山竹林寺见道场 两处军修班周三昧 日本元人至五台山,习得念佛三昧之法 回日本后,于比瑞山建立常行三昧堂,使修不断念佛之法 入唐求法寻理行计卷三,险戒论卷上,P4524 常驻,宜贩于Natea,Stita 略称常 为,无常,之对称 意志绵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恒常存在,永不生灭变异 圣满经自信清静章,北本涅槃经卷三十四等,均为如来法身常驻不变 大臣庄严经论卷三菩提品则载不为如来法身,即报,应二身一常驻不变 而以法身为本性常,本质上永远不变,报身为无间常,受乐不绝,应身为相续常,为教化众生而变现,生灭无限相续 佛性论卷四无变异,禀父就三生常驻说十种因缘,为此三生者,恒能生起世间利益等事,故说常驻,此系依于十种因缘,即,一,因缘无边,为无量节来舍生命舍正法,以正法为无穷无尽,故以无穷因者感无穷果,果即三生,故未常 二,众生戒无边,为初发心时劫四红事,岂时无尽之大愿,若众生不可敬,我愿无尽,众生既无尽,化身常在世间教导众生,故未常 三,大悲无边,为如来众得远满常在大悲,就拔众生之恩无边记,故未常 四,如一族无边,为世间的似神族者上能驻受四十小节,何况如来大神族之师,当能驻受自在,与百千亿节广化众生,故未常 五,无分别至无边,为远离生死,涅槃二直,与第一异地相应,不动,不出,故未常 六,恒在禅定无散,为如来恒在禅定,无可坏者,故未常 七,安乐清凉,为安乐即是金刚心,能断除无明注的最后念之无常苦,因已无苦,是为安乐,佛果显成,是为清凉,此事解脱道,故未常 八,行于世间八法不染,佛身虽附在于道前,与生死相应,但不为烦恼所染,而无妄想之缘,故未常 九,甘露寂静远离死磨,佛果昌乐,故寂静,寂静故远离死磨,远离死磨,故未常 十,本性法然无生无灭,即法身非本无精有,本有精无,行三世而非三世法,故未未常 杂含经卷三十,良意设大成论是卷十三,佛的经论卷七,成为时论卷十,大班涅盘经书卷八,参乐,三长,六百零八,无长,五千亿百零九,二从灵之职务中,总称担任支配,运作日常事物之助众未常住 此外,亦只常被公僧加受用之物 P4524 常住心月轮,只无人本有常住之菩提心,如同清静元明之满月 于密教金刚界,观想无心未清静之月轮,离诸烦恼够,能执,所执,依此观法,照见本心,开显智慧 使刻成所义之菩提心,得以湛然清静,犹如满月之光照虚空,魔所分别 此即以满月为圆明之体,类似无人本具常住之菩提心,并经由此种观想以开显本心 诸佛境界设真实经卷中,P4525 常住物,指常被公僧加受用之物 又做常住僧物,常住,藏食 如 加兰,房舍等公及四方僧加受用之资据集市 若据为私有或买卖之,则犯大罪 常住前,即指寺院公有之金钱 四分率形式超卷一载,僧物可分四种 即,一,常住常住物,指除库四舍等 二,十方常住物,指公僧之常食等 三,现前现现物,只现前知生物 四,十方现现物,指往生之以品 前二种为四方生物,后二种即只现前知生物 大方等大即经卷44,四分率卷50 参阅,僧悟,5736,批4525 常驻相似过类,英明用语 古英明之祖族穆所立英明,四能破,十四过类之第十四 于英明对论中,敌者,问难者,欲破斥力者,立论者,所举正确的宗,命题, 遂令立一似是而非之量,论是,以论正对方有过,反自招此一过物 例如佛弟子立,身位无常,宗,所作性故,因,理由,犹如平,欲,辟欲,之论是,外教徒欲破斥之 遂令立一论是,身位常,宗,恒不舍自性故,因,犹如虚空,欲,其意概畏无常之 身乃常和自性之无常性,此因诸法恒不舍其自性之故,故身应未常住 准此,对方所立之宗乃与比良相为,故有,四宗,之果 此时佛弟子可反破之,为,身本无经有,暂有还无,故称为无常,而非另有何无常之自性,如所用以论正之应不能成立,故如自身违犯常住相似之过失,又此一过物相当于是轻如实论 道理难品中所说之,长难 英明正礼门论,英明论书瑞元纪卷八,英明十四相似过类略是,为贤,现代佛教学术从堪,二十一,参阅,十四过类,四百一十五,英明,两千两百七十六,批四千五百二十五 常住教,又座双灵常住教 五十教之一 南朝流颂知会观,萧綦之流求分叛佛陀一身之教化未见,顿二教,于见教中依五十次序而立五十教,常住教即为佛陀第五十涅磐石之教化 即佛陀灵灭度时,一日一夜说大涅磐,明示众生稀有佛性,法身常住 在叛教中,常住教系属最高之教义 参阅,五十教,一千一百三十六,批四千五百二十五 常坐三昧,为天台宗所立四种三昧之一 又坐一行三昧 依文书施力所说般若波罗蜜精而修之法,急于一近视或空闲处,安逸神床 磅无余坐,以九十日为一齐,结家夫坐,不动不摇不尾不倚,以坐自视,不煮泪床 除精行,饮食,便例外,必常随一佛,端坐正向,时刻相续,须余不费,若起睡盖,疲倦,疾病等内外障,欲夺正念 当常专称一佛之名,惭愧忏悔,以命自归 若能于一齐中精情不屑,念念无见,则能破除业障,显发十项之礼,称为常坐三昧 参月,异形三昧,四十四,批四千五百二十六 长眉众生,即止长省轮于迷戒,不得出离之众生 又坐长眉凡夫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二,比喻合如生死大海,喜欲如出家寿介有清净功能,贼如烦恼,采花即如以七净花为因而拟求涅槃果 由上述之辟欲而举出横河边七种人 一,产提,二,仁天,三,内凡,四,四果,五,圆觉,六,菩萨,七,佛 此七种人或未喜欲,或恐未寇贼,或因采花而入河中 其中第一种人,因雷若无力又未惜身符,故沉默河中,恰如产提之人清净恶友,听受邪法,以恶业重 无信力而沉默生死河 第二种人虽具生力,一度能出离,然以为习福生,故还沉默,恰如人天虽静又退,曾清净善友,能生信心,却又欲恶友,受邪法,反没入生死河中 此二种人皆为外凡,常没入生死河不得出离 P4526 常见,泛与Nitiai或Faladai,巴利与Sasadai,右座常邪剑,常论 二见之一 为,断见,之对称 主张世界为常住不变,人类之自我不灭,人类死后自我亦不消灭,且能再生而再以现状相续,即说我为常住,执着此见解,即称常见 大慧书,大四七,九二三中,常见者,不误一切法空,执着世间诸有为法,以为究竟,说此常见之外道,则称常见外道 常见之见解有多种差异,即认为过去,未来之我及世间未常之见解中,即前济,过去,之我及世间未常者,有一分常,一切常之别,即后济,未来,未常,而分有想,无想等之别 六十二见中,十八种未前济分别见,其余四十四种未后济分别见,其中以四种变常论,四种一分常论,属前济分别见,十六种有想论,八种无想论,八种非想非非想论,属后济分别见,即即即为未常住之即为常住论,总未济常论 诸经论中,多明是以空观对至常见 世尊既不偏于常,有,见,亦不偏于断,无,见 至于灵魂不灭说,即属常见之一利,虚无主义则未断见之一利,世尊主张远离有,无两边,而取中道 断肠二见,巨非中道,总明边见,乃无二见之第二 杂阿含经卷三十四,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七,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九,瑜伽师的论卷六,参阅,断见,六千五百六十,批四千五百二十六 常侍执下笔,禅宗公安明 又坐常侍执笔 此公安系指唐代森为山林又法四在俗弟子,任常侍官职之王进出,与同门经兆府之米狐互相知问答 五灯会圆卷九载,王尝试一日办完事物,米和尚来访 尝试乃举比试之,米为,大五一,二八六上,还判得虚空否,尝试直下笔入宅便不复出 米和尚质疑,请托公安主备设言席,借以试探其意 尝试财作,公安主便问昨日为何不复见之事 尝试达约,狮子人,含竹筷,米和尚中的明白 尝试在试米和尚,竖起一只筷子,米为,这野狐金,尝试云,这汗彻也 此公安,细尝试说明邪见外道为求解脱,仅欲断死而不知断生 若法不生即无有灭,如人以物快执狮子,狮子竹人,便不再被物快所执 如以物快执狗,狗逐物快而不竹人,物快终不惜 一级菩萨着眼于根本,外道,凡夫着眼于末梢,终无所得 米和尚明了此理之后,与常侍之对达碎相契合 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批四千五百二十七 常夜灯,指于佛前无分昼夜,不断点燃现供之灯 又作常明灯,无尽灯,常灯明,常灯 盖燃灯原为供佛之用 而佛乃获得大觉悟,大解脱者,夜以正的涅槃,其性珍藏 原无凡夫所谓昼夜明暗之别,然为令师者得福 固然灯供佛之法,一应昼夜不断,常然不息 又闲于金卷三所载品女工灯之故事,或为长夜灯之起源 牧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卷上问佛饰品 四分律形式超资池记卷下四,参阅,长明灯,三千五百九十七,批四千五百二十七 常中,一千五百一十四,一千五百八十八,明代曹洞宗森 建昌,江西,人 昊运空,是称运空长中禅师 出家前,长讲姚江王阳明治良知之学,一日刻游镇江贺林,寓意中周森古兮,香坛盛弃,乃从其出家 陈师命变参众之事,嘉靖四十三年,一千五百六十四,往松山参小山宗书,不弃,乃辞宗书便由朱芳,九知,对宗书所言若有所胜,遂复返松山,的四起法,适逢宗书辞少林氏,网驻北京宗敬眼,师随是三载,静得选址 后辞归建昌府,江西,隐于从孤山 一日游至须将星成岭山,洗齐八面绣拔,师乃节毛其地,二十年不与人皆,诸世生故人来访,为末作而已 读语罗靖兮,邓前古论性命之学,后二人据为师所化 传法于寿昌吾明慧经 万历十六年世纪,世寿七十五 五灯会员续略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续止月录卷十八,续灯正统卷三十七,批四千五百二十七 常念佛,为长时间相续不断地念佛 又作不断念佛 即固定十日或于二六十中,不间断地诵念弥陀名号 为净土宗之修习法 相当于四种三昧中之常行三昧 此法乃依据观无量寿经,大一二三四六上,如是至心,令身不觉,具足十念,称难无阿弥陀佛 观无量寿经书卷四,大三七,二七二中,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敬,念念不舍者,是明镇定之也 参阅,念佛,三千两百零八,常行三昧,四千五百二十三,批四千五百二十八 常念观音,为常时其相续不断地意念观音 出自法华经卷七谱门品,大九五七上,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常念,为时常提起正念之意 正念有是理二种,一,是知常念,指昼夜,行住坐卧皆念观音之神力而不忘 二,理之常念,可依藏,通,别,原四交而有差异,然皆以观音为正念之体 一,就藏教而言,以不静观,九向观远离迎新 二,就通教而言,则以诸男女之境界,皆由因缘生,观自信空以灭欲情 三,就别教而言,先以极空之观破时有之直,四用甲有之观破空向之直,后观非空非有以以空甲二边,而随顺中道 四,就原教而言,以一切境界原本融通一味无别体,能爱,所爱莫非法性,识相,无自他之别,毕竟无相,故爱者之心及习,此乃不断自除之术 磨喝止观卷九上,止观浮行传红绝卷九之二,P4528 长流,止凡俗之人物,又坐长凡 从荣路第四十七则,大四八,二五六下,亭前百树,甘上风帆,如依华说无边春,如依滴说大海水,兼生古佛,回出长流,部落严丝,P4528 长征,辽戴森 身族年不祥 常驻河北赵州开元寺 作剧舍论诵书抄八卷,由南京,纸京之北京,森琼旭孝定,为唐代森元辉所传剧舍论诵书之著誓书 高丽森一天邪书抄归国,后于海印寺开版 P4528 常济光土,止诸佛如来法身所居之净土 为天台宗所说四土之一 又坐济光净土,济光国,济光土,济光 佛所住之世界为真如本性,无声灭变化,常,与烦恼之扰乱,济,而有智慧之光,光,故称常济光土 此土乃佛自证最疾密藏之土,以法身,解脱,般若为其体,具足圆满,常,乐,我,静,等四得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大九,三九二下 释迦牟尼佛名皮卢遮那便一切处 其佛住处明常济光,常波罗密所设臣处 我波罗密所安利处,尽波罗密灭有相处 乐波罗密不住身心相处 又此土有分阵,究竟知别 分上,中,下三品 一维摩经略书卷一之说 妙觉法身所居之土为上品济光土 等觉之一身所居之土为中品济光土 原教出著以上所居之土为下品济光土 北宋森四明之里更以时报 济光二土配当始觉与本觉 而提倡,济光有相,之说 北宋森静觉则倡导 济光无相,说 梁易舍大臣论卷十五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上 法华经文句卷九之上 观无量寿佛经书庙宗超卷一 参阅,画土,一千三百二十二 批四千五百二十八 长途,即只寻常所遵行之规则 道理,意及不变之理 佛典中,多指诸佛及历代祖师以来所行之道 右座长途 从荣路第二十四则 大四八,二四二下,东海鲤鱼,南山鳖鼻,蒲化驴鸣,紫胡犬吠,不跺长途,步行异类,且道,是什么人行旅处 此外,以密教之立场,多指显教位长途,意味显教教理 教义概述通常而一般化之常规定则,不如密教之殊胜,故多称遵循显教义理,教说之修正方式位,顺长途 批四千五百二十九 长得四 语录,凡选 详称岳坡禅师驻长路周代宗山天德四语录 日本曹洞宗森岳坡道印,一千六百三十七,一千七百一十六,转,圆战等边 收大镇,藏第八十二册 收录道印驻天德四十之入门,上唐,小餐,朴说,茶话,鸡园,粘谷,送谷 法语,开光,粘香,佛式,诗迹七言律,歌,书等法语 批四千五百二十九 常凯 由于厦门万石佛学研究社,宁波七塔四鲍恩佛学院,全州松社 诗不仅深究佛理,由常医学,以医济士 后洪法于新加坡,并于当地创办佛教师诊所,南洋佛教月刊,文书中学等 历任中国佛教会福建省分会常务理事,全州重复四间院,新加坡僧家联合会秘书,新加坡中医师工会主办药物研究院院长等职,现任新加坡佛教总会总务主任,南洋佛教月刊发行人,文书中学董事,佛教师诊所秘书长等 这有借阅新诸,中医症古科学,加坡营草形式 1985年荣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发公共服务新章,BBM P4529 长提菩萨,长提,泛名Saparadita 英译萨陀波伦菩萨 又作菩萨菩萨,常悲菩萨 乃大品般若经卷二十七所说之菩萨 此菩萨的称为常提者,有诸种说法,或为菩萨应见恶事之人身受苦恼而悲哀哭泣,或以菩萨身于无佛之事,然为利益众生,追求佛道,于空闲灵中忧愁提哭七日七夜,天龙鬼 为神岁毫之为常提,或以幼时以提而得名 此菩萨常以勇猛心,修般若波罗蜜之行 据道横班若经卷九萨陀波伦菩萨品载,此菩萨于梦中闻东方有班若波罗蜜之大法,为求法乃向东行,图经摩索勒国,为供养其师乃卖身,岁过二万里到达前陀阅国,犯公佩地,见谈无解菩萨,犯达摩高达,而得其法 其中,前陀阅指北印度见陀罗,范根达,又大批菩萨论编转以前,班若流行于见陀罗地方,以此事实推究,萨陀波伦菩萨可能是真实之人物,于当时从遥远至印度西方来见陀罗求班若波罗蜜之法 又以此菩萨为利益众生,积难苦之行以求班若波罗蜜,而被列为班若守护十六善神之一 大制度论卷九十六,批四千五百三十 长兴,一千八百九十六,一千九百三十九,江苏如高人,俗姓朱 明继祥,后以四光校四法派,一名幽祥 美字署名,至水沙门 少为孤儿,年十二,依浮辰四自成长老出家 二十岁,入上海华盐大学,魏九,往宝华山授具足解 曾从岳侠法师学华盐,又随地嫌法师席天台 后使至改革僧志,振兴僧家教育,与太须大师相呼应 民国十四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南普陀寺寝创办明南佛学院,并受聘为该死住持 其后又住持光孝寺,万寿寺等明察 民国二十八年世纪于上海 这有佛法概论,圆绝经讲义,大臣其信论清文记,英明入正理论要解等书 P4530 常智,即正的真实,无生灭便易之智慧 又称常住智 诸法识相,离生灭而未无相,正此无相常敬之智,以绝断缘律,则称为无缘之常智 天台四交仪,大四六,七七九上,常智无相,常智无缘,常智,即常智所照之智,未离一切生灭向之智地 P4530 常智无常,指常与无常 常,泛于Nitya,又做常住,泛Nitya,Sthitta,未,无常,之对称 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恒常不变,不生不灭而相续不断 缘起法性之理及如来之法身均为常住不便 常义为凡夫之四颠倒与四德之一 一般多将常住者称为无畏法 然据大臣庄严经论卷三菩提品及佛的经论卷七载 如来之法 报应三身虽均为常住然以其意义不同而有三常之说 即一自信身真如法身乃绝对平等 在本质上为永远不便之自信常本性常宁然常 二受用身报身为受乐不觉之无见常不断常 三变化身化身应身为教化众身而变现之身 虽有身灭然变现能无限相续 故称相续常 但上述之后二者并非属无畏法原意之常 又据佛性论卷四无变异品在 如来之三身恒能生起世间利益等事故称常住 此常住依于下列十种因缘而能相续不觉 即一因缘无边 二众生无边 三大悲无边 四如一族无边 五无分别致无边 六恒在禅定而不散乱 七安乐清凉 八行世间八法而无染 九甘露寂静而远离死磨 十本性法然而无生灭 此即显示如来三身之体用乃恒常不断 另据大班涅盘经书卷八载 于诸城中有世间之相续不断而称为常者 以及三无畏常三无畏常即的断烦恼者称为数源常 是源差者为非数源常不属前二者则为虚空常 此四种皆不及如来常 所谓如来常即是妙有其本自有而魔所对待 此常时照为非常非无常之真常 且即边而终具足三点而不纵横 故如来常为诸常中之第一者 其他上有世间相常住 佛性常住等说 此外与常相对者即无常 泛与未恩阿天尔又作非常 即有生灭变化 而无法保有短暂之同一状态者 一切有为法皆聚身 住意灭之似有未相 随时间迁流而存在 故称无常 一切有畏法均属无常,故称诸行无常,乃三法应,佛教的三个基本标志,之一。 大制度论卷四十三有二种无常之说。 即,一,有畏法位于现在一刹那间停留,而立刻又没入于过去,刹那灭,此称念念无常,刹那无常。 二,相续之法坏灭,例如,人在寿命中尽时则死灭,此称相续无常,义其无常。 经七十论卷上所载述论学派之说,举出赞助无常与念念无常二种无常,主张转变为无常,而自信未常注,此与佛教所说有益。 辩中辩论卷中,就辩,一,原三性而立有三种无常,一,辩计所执性,即其体全无之无性无常,无物无常。 二,依他起性,乃由因缘所生,故未有生灭之生灭无常,起境无常。 三,原诚实性,属真如,乃有变化之构境无常,有构无构无常。 比喻无常之不实,短暂,则言如梦,如幻,如炮,如影,如欧,如电,如欲无常之可不,则为无常狼,无常虎,而死之来临,则比喻为无常杀鬼,无常风,无常刀,无常使。 此外有官无常之用语如,生者必灭,胜者必衰,会者定离等君属之。 至于观想无常,称为无常官,非常官,产说无常之祭诵,称为无常祭,安置并森之堂愿,称为无常愿,无常堂,临终之祭所及之庆,称为无常庆。 杂阿含经卷十二,卷三十,北本涅槃经卷三十四,卷三十九,圣满经自信清静章,法华经卷一方便品,良意设大臣论是卷十三,成为时论卷十,华言五教章卷四,参阅,三无畏,六百二十九,无常,五千一百零九,批四千五百三十。 常无常二身,即常身与无常身,为如来所具有之二种身。 常身,为常柱之佛身,即指如来之真身,法身。 盖常身为涅槃常柱之理体,无有身老病死等之身灭变异现象,故称为常身。 无常身,无常身,为方便之应化身,即指如来之应身,化身,生身。 无常身系为皆化众身而方便视线者,有身老病死之身灭变异现象,故称无常身。 北本涅槃精卷三十四,参阅,二身,一百九十九,批四千五百三十二。 常敏,唐代森,并州,山西太原,人。 常发大誓愿,往生净土,专修净业,曾书般若金万卷。 征官年间,六百二十七,六百四十九,远至西域,玉参礼如来圣迹,遂复伯南针,途经事立佛世域巨峰,周仲江省,诸人针上小伯,师位让他人而牺牲自己,遂和掌西相,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与传统美水中。 西域求法高森船卷上,净土圣贤鹿鹿卷二,批四千五百三十二。 常兆,仪 一千九百零六,清代森 海陵,广东洋江,人 自昌道 浩云帆 通经史,能致意 太平天国乱中,与家人失散,遂替杜卫森,依郊山大虚习经论,附从关心会公参纠缠法,据有所成。 其后,并继任郊山定会四障习,调玉四众,为戒世一,清玉镇四方。 光绪三十二年世纪,嗜寿不详。 二,一千六百七十二,一千七百零三,日本真宗大谷派本院四卓如上人第十五子,乃月中瑞泉寺主持。 本名秦恩,后改秦宽,法名长照。 阎宝五年,一千六百七十七,出家,景波廷瑞泉寺。 天和三年,一千六百八十三,设导师。 原路十六年世纪,是三十二。 这有日记四卷,还写文章及明月以等书。 三,日本真宗本院四派学者。 一名真道,又称超轮演。 乃肥后八代郡人,又头大谷派寺院出家,后从本院四派法光寺寿宗学,任肥后国玉明郡也不填村法光寺主持。 申足年不详。 著作有真宗安心香成一一卷,三帖和赞树药五卷等书。 P4532 常说赤然说无闲些,唐代僧南阳会中回答一僧所问之语。 意味尽十方界之一切存在,莫非法之显现,皆经常而无间断的说法。 正法眼葬无情说法,P4532。 常数,一级指通常之礼法。 兆论,大四五,一六一中,夫涅槃之道,妙境常数,荣至二一,荡敌万有,君天人,同一一。 二指一定之命运。 本朝高僧船卷三十一,P4533。 常乐寺,位于河南五安县。 寺后之古山有北享唐山石窟。 本寺创建于北齐,是宗高臣藏父高欢于壁淑宫,并改为佛寺。 文宣帝因见圣僧所献之灵锐,于此开凿三十窟,赤造佛像,出名,十窟寺,天统年间,五百六十五,五百六十九,令僧愁禅师助持,并改称,智利寺。 宋家幼年间,一千零五十六,一千零六十三,改称今明。 后悔于兵乱,金黄统八年,一千一百四十八,上书狐狸重修,至天德二年,一千一百五十,始告俊功,至名,清十,仁序有修补。 P4533。 常乐我尽,以大臣涅槃语如来法身所具足之四德。 又称涅槃四德。 达涅槃境界之觉悟未永远不变之觉悟,未知常,其境界无苦而安乐,未知乐,自由自在,毫无拘束,未知我,无烦恼之染污,未知尽。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三,佛性论卷二,参阅,四德,一千八百二十九。 二凡夫不知一己与世界之真相本位无常,苦,无我,不敬,而生之四种谬误见解。 常,以为人将永远存在,乐,以为人生是快乐的,我,以为有自由,自主,可掌握的主体之,我,静,以为身心是清静的。 此一集四颠倒。 故印度之早期佛教,未对至此四颠倒,而教之修习观身不尽,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等四念处。 参阅,四颠倒,一千八百五十二,批四千五百三十三。 常润 一千五百八十五,明代曹洞宗森。 南昌,江西,静贤人,俗姓黄。 自大迁,好换修,是称换修长润禅师。 又入浮牛山里坦然平出家,月三载而直一味觉,遂南游进山,参业万松林,赴参里大放连,不得所弃,闻小山宗书之法道义于诸方,遂往宗敬眼参业之,得四其法。 宗书世纪后,应众之请,于神宗万历二年,一千五百七十四,即习少林,立和大法,以道自认,入世者二百七十人。 于万历十三年四月世纪,誓寿不详。 五灯会员续略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续灯正统卷三十七,批四千五百三十三。 长盘大定,一千八百七十,一千九百四十五,日本工程县人,研究中国佛教之学者。 号刘秋,属真宗大古派。 十七岁入仙台世道人寺,二十九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 历任真宗中学,天台宗大学,日联宗大学,真宗大学,封山大学,东京帝大等教师。 是毕生研究中国佛教,大正九年,一千九百二十,以后,曾先后五次亲至中国,研究佛教史迹,功不可没。 昭和六年,一千九百三十一,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 后任庆应艺术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并兼任东阳大学教授。 十四年,主持浅草本院四间大古派本院四东京分支机构之宗物。 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自任校长。 二十年世纪,享年七十六。 重要著作有,印度文明史,释迦牟尼传,知那佛教史迹全六集,知那佛教史迹平解六册,知那佛教史迹英文平解五册,与观野博士合著,知那文化史迹全十二集,知那文化史迹解说十二册,与观野博士合著。 道人四藏碑文,大人名识典,P4534。 常罪天,常罪,泛名萨摩特。 助须弥山第三层之夜叉神。 又作常罪神,常放一天,恒罪天,恒交天,喜乐天。 此尊主依舍那天本谜之德,本谜即醉于三毒无名之酒,为诸烦恼生死之根源,故称长罪。 乃密教胎藏戒曼陀罗中伊舍那天之眷属,列于外金刚不愿之东北方。 种子位,SA,三昧耶行位己。 身尘赤肉色,坐于圆盐,左手持酒杯,右手握拳至于西上。 巨舍论卷十一,瑜伽诗的论卷二,胎藏戒曼陀罗尊位献图超斯卷六,P4534。 常罪 865,日本真言宗僧。 又姓俊丽,红人六年,815,于东大寺受巨族戒,后从空海席密教。 成和三年,836,奉赤来堂,以玉丰为果,五年再行。 为九,入七霞寺大碑持念愿,就冠顶阿舌黎文寿金刚戒大法,又袭太元帅密法。 三年后返国,奉上请回国之经书目录,人名天皇颇尊之。 贞观六年,863,出任全律师,八年世纪,嗜寿不详。 未来堂五家之一,八家之一。 这有尊圣佛顶次第,入堂根本大师祭等。 长小和尚请来目录,入堂五家传,圆亨氏书卷3,P4535。 长总,一千零二十五,一千零九十一,宋代灵纪宗森。 剑州游西,四川剑阁,人,俗姓诗。 自赵爵,又称长葱。 十一岁依宝云四文赵出家,从契司寿具足解。 后随黄龙惠南参丘二十年,受大法之爵旨,以大兴陵纪宗封位置,名造丛林。 慧南末,祝乐坛寺,齐图积赏,称之为,马祖再来。 后宜江州,江西九江,东陵寺。 元丰三年,一千零八十,赤改庐山东陵律寺位禅陵,师奉命祝西说法,齐图以为应慧远之称, 吾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格吾道场,遂大洋法画。 曾与苏世交友。 五年,神宗赤主向国寺至海禅院,故慈不寿,乃赐子一级,广惠禅师,之号,元幼三年,一千零八十八,四号, 赵诀禅师,六年世纪,释寿六十七。 父法弟子有乐坛应前,开仙行音,元通和仙等十余人。 禅陵森宝传卷二十四,世世基古略卷四,续传登陆卷十六,P4535。 长转如世经,即禅宗于印度相成二十八祖宗,第二十七祖班若多罗之语。 即班若多罗自言日常行为即合乎真如石像之状态,而以经典辟语真如石像,并为自身与诸法融为一体之语。 从荣录第三则,大四八,二二九上,祖云,平道入席部居英界,出席部设众园,长转如世经,百千万亿卷,P4535。 长转,一千九百二十七,福建泉州人。 幼年归头重复四出家,于厦门南普陀养政院清静当代律学泰斗洪宜律师。 后至杭州武林佛学院受教于会诀和尚,即南普陀大诀讲社轻致应顺导师,并随世数十年,但博名利,的应功珍遂。 诗经首尾时,亚好文史,曾主编海潮英杂志数年,并先后执教于太虚佛学院,佛光山丛林大学,慈云佛学院,福岩佛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印度文化研究所等。 现影居台北近郊,专事研究,进修,并任狮子后杂志主编。 P4535 康有卫,1858,1927,广东南海人。 圆明祖仪,自广下,根深,好长塑。 试经于孔学,对佛学之傲旨意多体会,其著作中,每多佛学思想,有以,大同书,一书,可说完全脱胎于佛教知识法界观。 P4535 康村,为西藏佛教格鲁派寺院中隶属于扎苍下之一集组织,依僧人及冠,地狱而未划分,组成僧团。 如折邦寺中青海僧人入堪东康村,昌兜僧人则入买八康村。 康村之主是者为吉根,吉长老,设职士二人,及康村阁干,康村翁泽。 前者系康村之老师,凡属该康村之僧徒,戒律与学问,统归其监督指导,后者乃于康村中之大众为何诵经时之引导者。 旗下父有欧涅、拉刚、卡泰格根等基层执事人员,有属于康村自己之财产。P4536。 康孟祥,东汉义经家,其祖先为康居国人,已会学称名洛阳。 现帝新平原年至建安寺年间,194、199,于洛阳义设立浮摩呵木兼连寺徒经一卷,新起行经二卷,梵网经二卷,四地经一卷,并与足大利共义修行本起经二卷,与檀果共义中本起经二卷。 升族年不祥 初三藏纪纪卷二、卷十三、历代三宝纪卷四、开元式教路卷一、P4536 康居国、西域之谷国 系图尔其系游牧民族建立之王国 自西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yrgyz、平原、为其疆域中心地带 据前汉书西域传第66上载 康居有五小王分别至李苏臣、史国、傅墨臣、居双家国、宇逆臣、石国、继臣、安国、奥建臣、获利习米国 由此可知,至汉代时,康居领域已扩张至南方苏特、萨迪安娜、塔什汉、Tashkent、火巡、Kiva、及花拉子魔 又为书西域列传第九十等所在康国、蛇国、皆为康居国之后 故康居国于南北朝时代可能已灭亡 此国亦为我国早期佛教发源的之一 据出三藏记及卷二、梁高森传卷一载 东汉以后、康森会、康居、康梦祥、康梦祥、康森凯等森旅先后至我国从事佛经之翻译 上记二书皆以诸森为康居人或其祖先为康居人 然上述树珠森或非游牧民族之康居国人 而位属于南方苏特族之康国人 以及萨玛尔干、萨迪坎、地方之康国 盖因当时西域人美国名为姓 故康居国与康国亦产生混淆现象 史记大碗列传第六十三、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大唐西域迹、西域之佛教第三章第二节、与西域、批斯五百三十六 康汉、康明汉、Sir Alexander、1814、1893、英国志工程师、考古学家 是称印度考古学部 从西元1834、1854年 陆续发掘出马尼亚拉、莫尼卡奥拉、桑纳斯、桑纳斯、比尔沙、比尔沙、比尔沙等处置印度遗迹 并从事佛教史之研究 曾发表有关菩提加耶大塔之论文 又调查卡什米尔之佛教建筑、旧阿尔雅系之建筑式样发表论文 又曾考证玄奘赴印度求法之路线 此外对北印度、中亚一带之宝玉、印章、古钱等,皆有独到之见解 1871年,受聘于印度考古调查局 著作有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1871 The Estipa of Barhart, 1879 Coins of Ancient India, 1891 The Mahboudi, 1892 及24篇考古学报告 为研究印度史学之重要资料 P4536 康法朗、静戴森 中山、京河南省内、或座河北定县、人 自幼出家、持戒经研 历世前往印度瞻仰佛记、探秘移经、妖籍同学四人、自甘肃张叶出发、中途建一顾寺、内有拜屋二间、屋中各有一人、一人诵经、一人诵经。 一人换吏,使尿纵痕。 两人虽比方而居,然各行其事,不相照料。 诗以悲悯之心,严流数日,悉心唤喜呵护。 至第七日,建房中皆是香花,乃之神人化身。 诵经和尚劝福四人勿须远由诸国,为当自立行道,勿令施时。 并预言法朗由诸国,反后当作大法师。 其后同行四人岁不复西行,师乃独自往西迈行,便由诸国,严群诸今后,赴返中山开作传法,产阳法乡之学,门人数百。 后不知所终。 其弟子吕韶斯颇善禅述,每入定或数日不起,于诗世纪后,刻目未向,朝夕礼拜。 梁高森船卷寺,P4537。 康塔基伐纳,泛名Kansas Haqfana,巴黎名KansasAK Fana。 为佛陀时代六大都市中之所指多士,巴埃斯基伐纳,之灵源。 又称提康达基伐纳,巴泰克阿基,Fana。 据相应部经典四十七载,摄利弗,巴埃斯利普特,目尖连,巴默格尔·阿纳律,巴尔尼瑞达,三人同住该一灵源。 设立福长与目间连网访阿纳律,并问及关于有学、无学,求达上至之道,阿纳律达以一四念处可至等于。 此外,一增之不经典五,一四四载,是尊注于此灵时,曾教导朱比丘,于好香起燕想,于燕香起好想等之五想。 P4537 康森渊,东晋玉章山寺之森。 其祖先为西域人。 身于长安,荣指端正,至叶洪生,深达空礼,长颂放光,道恒二般若惊。 东晋陈地时,与康法唱,知名度等度将犹化,然以清约自处,人多不识。 后因因好问佛经深远之礼,师乃达以世书所谈之性情之意,名声使阳。 又以其鼻高衍生,曾受狼牙王帽所系,师达以,大武林,三四七上,鼻折面之山,眼折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十人遂欲之为基至名达。 后于御章山见寺,得圣优美,以长读梵经,便考一礼,特家讲说,学徒来即者众。 后世纪于此寺。 梁高森传卷寺,P4537。 康森会 280,三国时代易经森。 焦旨,越南北部,人,其先是出自康居国,今新江北部。 市居印度,至其父因经商使移居焦旨。 十余岁及丧双清,扶桑必而出家。 精通经律论三藏,后诗是南洋寒林,尹川皮叶,惠基成惠等学森,习汉异佛典。 三国无赤乌十年,247,至建业,摄像行道,终日烧香礼拜,诵经,坐禅,并致试托,其较义之行生或世人, 遂处于无主孙权,孙权照而结之,后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赶的设立,孙权赶其微神,遂归依之,并为之建立建出寺,传道一经,其地称佛陀礼,建业地方佛教因此的心,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好使。 梵贝,以一种印度旋律歌颂经典,一经其传入。 静泰康元年世纪,世寿不详。 好卫超化禅之。 主要一经有五品经五卷,杂僻玉经二卷,六度集经九卷,经存八卷,并注解安班首义,法经,道数等经。 梁高森传卷一,初三藏祭集卷十,使法巨义经绪,原经灵心智,P4538。 康森凯,泛名SA Government,因一森加拔摩,三国时代一经森,相传为印度人。 然从其所观之康信,可推测或与中亚康居国有关。 曹魏家平四年,252,至洛阳,于白马四一出玉家长者经二卷,无量寿经二卷,四分杂节摩一卷等。 习来以无量寿经卫康森凯所义,然无量寿经之义与语余家长者经颇不一致,故学者之间上有义说。 又万续藏经中收有无量寿佛名号立义大事因缘经义卷,属名为曹魏康森凯义,此义有义。 梁高森传卷一坛科加罗传,历代三宝纪卷五,开源氏教路卷一,P4538。 康庆,日本七条佛师之地五代佛师,运庆之父。 以雕造著名。 与运庆及其弟子快庆,曾于东大寺造佛,活跃一时。 作品有心服四南原堂之不空所观音,四天王像等,其以传统加上写实之雕法,为连仓雕刻之先驱。 东大寺需要录造佛篇,原亨氏书卷二十六,P4538。 安,出家者,退隐者远离村落所居之房舍。 戏以草木覆盖而成之简陋小屋。 安,古作眼。 又称草安,彭安,安氏,茅安,缠安,卢安。 僧俗多居安以修行。 巨士士要揽卷上载,桃眼,桃钱,焦光阶层居安。 后世亦有特称比丘尼之柱所谓安,安氏。 然,安氏,义词,原本通止僧祸尼之四,并不限于比丘尼所柱之四。 五分绿卷一有不皮奈耶卷四十八,有不皮奈耶杂氏卷三十四,P4538。 安中不死人,禅灵用语。 比喻人人本具知佛性。 又坐眼中不死人。 安,指肉体。 不死人,为佛性知辟语。 锦德传登陆卷三十,大五一,四六一下,玉石安中不死人,起离而经遮皮带,P4539。 安主,创建安寺之人。 原通于僧,俗。 又坐眼主。 如锦德传登陆卷十二,举出灵际之法四有同风眼主,山羊眼主,狐溪眼主,覆盆眼主等。 靖世之安主,则多止尼森。 P4539。 安主不顾,禅宗公安明。 安主,指宋代禅僧莲华丰之祥安主,为奉仙道申之法四。 祥安主世纪之计,单仗于奸而说不顾免任何人,月千山万月,直入涅槃世界之旨的故事。 武登会圆卷十五,万绪一三八,二九二上,天台莲华风响眼主,忠略,世纪日,念主仗是仲曰,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仲无怼。 施乃约,为他屠户不得利,赴约,毕竟如何,以仗恒兼约,盖利恒丹不顾人,直入千丰万丰去,言必而逝,P4539。 安主西身扫柄长,禅宗公安明。 吉义安主与唐代雪丰一存禅师及扫柄而显欲佛法甚深之公安。 雪丰山,又称相古丰,位于福建侯关县西,盼有一僧住安而居,多年不剃头,自作一支丙木勺至西边咬水喝。 时有一僧问,如何是祖师希来意,安主遂答矣,西身少丙长。 僧规,以之告雪丰。 雪丰甚觉奇怪,遂欲堪厌之。 一日,雪丰与侍者持剃刀往访安主,一见便问,道得及不剃乳头,安主默然无语, 仅以水洗头,雪丰乃执刀为他剃头。 此公安中,安主所言,西身少丙长,系及西水之身,少丙之常来表示佛法之身澳及自身体会之深入。 雪丰以其境界是否如其所言,遂加以验证。 粘平三百则不能与卷中第八十三则,批四千五百三十九。 张三丰,移送代武当人。 右座张三丰。 武当派之祖师,魏祭姬家,纯用内功,是称内家权。 传说夜梦神授权法,一日即杀敌百余人,遂以绝迹名于世。 二道士,身足年不祥,或为宋朝人,或为金石人,原末人,其权及终定为原出入。 其籍贯传说异不一致,或为山西平阳,或为陕西宝基,或为四川天幕,因其父母墓在辽宁基翠山,故全集中肯定为辽宁一周人。 其名字众说纷纭,明权,通,丝连,玄宿,玄化,自玄玄,山峰,军宝,好昆阳,应不修蝙蝠,又豪章邋遢。 据称其读书过目成颂,寒暑指一纳一缩,一餐能时生斗,或数日一时,或数月不时,并能御之将来。 出居宝红线,后入武当山。 明代太祖,陈祖皆曾遣识访求而不遇。 英宗正统元年,1436,封,通,为显化真人。 陈化二十二年,1486,封,韬光上至真仙。 家境四十二年,1563,封,清虚元妙真君。 后人记录有张三封先生全集。 P4539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明媛。 为当代最杰出之中国画家,飞升国际,世人推崇其画位,五百年来第一人,其诗文,书法,撰刻无不惊妙,由长于中国字画之鉴赏,收藏一封。 世自幼随母席画,稍长妇护从曾浓然,李梅安二大家席字读书。 并便由明山大川,观摩各家作品。 二十一岁,于松江禅定寺出家,法明大迁,三月后还俗。 自十二岁时,赴敦煌,念三年,浅经研究灵魔六朝,唐之壁画,作品二百余剑。 五十八岁时,曾乌西画大师毕卡索。 月二年,获得国际艺术学会选为全世界伟大画家,并任语才。 一身旅游各国举下展无数次。 大陆沦陷后旅居巴西,六十五年,一千九百七十六,返国定居,继续作画。 七十二年四月并末。 所居摩耶经涉及一座,多数捐给政府。 其作品多数名大迁居士。 P4540 张大帝,禅家所奉寺,护佑土地,迦兰之神,属从有长部判官,感应使者。 又称慈山张大帝。 我国天宁寺及庐山规宗寺,日本京都建仁寺等军以之为土地神而供奉之。 据广搜神记载,张氏惠伯,自伯齐,武林龙阳,京湖南长德汉寿,人,生于西汉神爵二年,六十BC。 相貌齐伯,身长七尺,身之水火之道。 与夫人李氏东游至吴国会姬,浙江绍兴,渡江居白鹤山。 于吴兴郡长兴县一史英兵,书凿圣读,玉通广德县,公拜,后隐于广德县以西武里之横山顶。 居民为纪念之,乃于山之西南建庙。 唐天宝年间,七百四十二,七百五十五,居民于此庙其宇有应,出赠水不远外廊,又改横山为此山。 宋朝时赠郑又胜列真君,昭德昌福真君,郑顺威德胜列大帝等号。 罗颖曾过此的提,慈山张大帝天下鬼神爷。 禅灵象器兼灵象门,P4540。 张之洞,1837-1909,清代镇至佳。 河北南疲人,自孝达,一字相掏。 十六岁吉乡氏合格,并举进氏,旅都学典氏,注重经史实学,于是徒升迁迅速。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湖广总督,提倡,儒学未体,西学未用,之说,瑞益新镇,设立水路师学堂,造团厂,兵工厂,物局等,又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枪炮机器等技术。 更莫收各地佛教寺院财产,例行妙产心学政策。 光绪莫,观至体人格大学士,受军机大臣。 世号,文囊。 这又广亚唐籍。 P4540。 张公吃酒礼公罪,禅灵用语。 又做张翁吃酒礼翁罪。 张,礼君为我国最常见姓氏,故张公,礼公此欲为普通一般之二人,而非具有特殊身份,见解之人。 张公吃酒礼公罪,指两位平常之禅者,形象虽各异,然本质相同,当他们做禅说法,一来一往,挨扎问答间,有,二而为一,一而为二,之妙用。 云门框真禅师,广路卷中,大四七,五五八下,僧问,指如师一座谋生,师云,张公吃酒礼公罪,P4541。 张绍奇,1907,江苏如高人。 早年曾入泰州佛学研究社,精灵佛学院等研究佛学。 后曾在泰州光校佛学院,南京皮卢佛学院等讲授佛学,并红法于各地。 民国三十一年在南京皮卢寺创设平民医疗所,对当地平民家会甚多。 来台后,除红法外,并热心于佛教文化之推动。 先后创办爵士寻刊社,健康书局等机构。 于大正藏在台之影印,亦出力甚多。 此外,并曾在华严专宗学院执教。 这有为十三十宋简易,大乘五运论讲义等书。 批四千五百四十一。 张仲仁,清末明初,湖北汉洋人。 自纯一,号已久。 久居苏州,已无限位顾礼。 身足年不祥。 世与元氏凯斯交圣后,出笃信基督教,并深究其教义。 民国八年,1919,宇庄运宽于北京同网听太虚大师讲经后,即归吾蒙古里隐居。 十四年,于苏州北塔寺里请太虚大师开讲仁王,仁家诸经, 历时三月,自是改信佛教,潜心深究佛学,并以佛法折服基督教。 主要著作有佛化基督教,佛学之根本原理等。 P4541 张伯端,984,1082,北宋道士 浙江天台人,自评书。 少浩学,西宁年间有属,欲留海禅,受今夜海丹火后知觉,乃改名用成,成,浩子阳。 精通如,是,道三教典籍,并集于刑法,书算,医补,战阵,天文,地理,及凶生死之术。 西宁八年,1075,传悟真篇,宣扬内丹修炼集,三教义礼,思想。 原封五年,夫作而化,享年九十九。 道教奉为南宗或紫阳派之祖师,是称紫阳真人。 P4541 张军房,宋代,道藏,知总修校者。 安禄,经属湖北,人。 身足年不祥。 北宋真宗景德年间,一千零四、一千零七,举进士, 曾任尚书渡支援外郎,及贤教理等职。 大中祥福五年,一千零一十二,时帝崇尚道教, 侍奉赵主持教政密格道书,乃取朝廷所将道书及苏州、 越州、台州旧道藏,与道士时人从事修校, 至天玺三年,一千零一十九,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四五六五卷。 又写取其经药,包括经教宗旨、仙真卫籍、斋戒、 符石、炼器、内外丹、方术、诗歌、传记等万余条, 及陈云籍七千一二二卷。 道藏精华,悲剧如是,对于保存古代道教典籍贡献颇大。 P4541 张军迈,1886、1969,江苏家定人。 明家森,自士林,号立斋。 早年留学日本、德国,专攻西洋哲学、政治学、 又经通英、法、德、日等国语文。 民国21年,1932,于北平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 35年8月,与成立于美国之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 中国民主社会党,仍出任主席。 常创办政治大学、学海书院、中国民族文化书院等学校。 58年促于美国旧金山。 士必深致力于政治、教育与住宿。 曾赴印度讲学,介绍孔子与老子哲学。 又标榜新儒学,认为无人不必不含欧之后尘, 做无畏之如佛学辩。 士幼深袭印度文化及佛教义理, 有关佛教之著作有玄奘留学时之印度与西方关系与玄奘著作目录, 佛教严格与教义概论等, 此外一般著作有比较中日扬明学、 新儒家哲学、明日之中国文化、 国献议、政治典范等书。 批四千五百四十二 张鸿、明朝荡山、江苏荡山县东南、人。 自军度、浩赫剑。 身足年不祥。 是天性校友、绿脊连结。 擅长山水化、 曾诗诗诗田翁,并超越之。 所会、布袋罗汉象、 颇付血义、天然入阁。 官至荆州之府。 门爵司业、号位、闭门章。 国朝宪真录卷一一七、 批四千五百四十二。 张廷荣、一千九百二十、 湖北当洋人。 中央景观学校毕业。 曾任景观学校教官、 佛光山丛林大学教授。 试出佛学外, 又擅长书法、 义学。 于儒学, 佛学尽淫甚酒。 为人热忱, 喜皆饮青年后辈。 多年来, 讲学, 著述盛情。 这有为始法相学要一岛延篇, 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 中国哲学及其教学心论, 静代识大师等书。 批四千五百四十二。 张角 一百八十四, 东汉末年太平道之创立者。 巨鹿, 河北平乡, 人。 尊凤凰老道及太平经, 以拂水为人治病, 自称大贤良师。 灵帝,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八十九在位, 十, 及治病传教, 于民间秘密发展其组织。 十余年间, 图众达数十万, 便及清, 徐, 幽, 济, 金, 阳, 眼, 玉八周。 中平元年, 一百八十四, 起而作乱, 自称, 皇天, 或, 天公将军。 以头禅皇经位标志, 故事称为黄金军, 黄金贼。 身世虽浩大, 终被皇府松讨平。 同年, 因病致死。 参阅, 太平道, 一千三百七十一, 批四千五百四十二。 张尚德, 湖南人。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 曾任中国文化学院讲师, 副教授, 亚蒙及国民大会秘书等职。 亦有波勃之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致力于比较印度, 中国, 西洋等三大文化主流之哲学精神内涵, 撰有佛学与哲学等论文。 P四千五百四十三。 张桌, 五代宋出人, 身足年不祥。 曾举秀才。 因禅乐大师冠修之指示, 拜夜时双庆诸禅师, 八百零五, 八百八十八, 庆诸问, 万序一三六, 三九七上, 秀才和姓, 曰, 姓张, 明桌。 庆诸云, 密巧了不可得, 桌子何来, 遂或然有甚, 曰, 光明寄照何杀, 凡胜寒灵共我家。 一念不申全体现, 六根才洞被云遮, 断除烦恼重增病, 趋向真如意是邪。 随顺是缘无挂碍, 涅槃生死是空华。 庆诸未知应可, 遂四其法。 连灯会要卷二十二, 五灯会员卷六, 批四千五百四十三。 张宝泰, 清代乾隆时,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一千七百九十五, 知名间宗教教授。 云南大理人, 自称乃四十九代收缘祖师, 活跃于云南、 贵州、四川、 湖北、 江苏、 山西等省, 收徒传教。 其所传教派各地名称不一, 或称大臣教、 无报教、 铁传教、 法传教、 温传教、 龙华会、 燃灯教、 西来教等, 畅言弥勒当事管天下, 离开花卫皇帝, 对各地之教守军风有官职。 批四千五百四十三。 张若须, 一千九百二十五, 一千九百八十二, 江苏如高人。 归一难停法师。 民国三十七年, 一千九百四十八, 随其父张绍其居士来台, 定居台北。 初识经营文句行、 书局、 广为流通佛书、 佛句。 四十六年, 创办爵士寻刊以弘扬佛法。 其后又任佛教制光商工、 华盐联社、 善导寺等支财务管理。 五十九年, 任中国佛教会与香港佛教联合在台影印大藏经支财务管理。 六十五年, 任海潮英杂志发行人。 七十一年八月, 因心脏病逝于台北, 逝受五十八。 世评深笃性佛法, 与佛教文化之推动, 不宜余力。 第四千五百四十三。 张曼, 1933、 1981, 湖南磊洋人。 一度出家。 早年研学于南粤佛学院及香港光夏书院。 民国五十二年, 1963, 赴日本留学, 就读于京都大古大学大学院, 修毙博士课程。 五十八年回国, 执教于中国文化学院, 并荣英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后出任该校佛学研究所所长, 并主持华刚佛学学报之编辑及出版事宜。 该学报为台湾大专院校中最早出现之佛学研究专刊。 六十二年在赴日本研究, 并在东京创办天生杂志。 回台后, 仍执教于中国文化学院。 六十七年在台北创办大臣文化出版社, 出版现代佛教学术曾刊, 全集共一零零册。 该从刊网罗民国佛教研究之精华, 为民国佛教论文之总集。 是青年集赴文明, 时已轻松, 但思知名发表文章于各佛教刊物。 早年常从事文艺创作, 后转而专攻佛教思想, 并瞩目文化问题。 著述除发表于各刊物外, 有佛教思想文集、 涅槃思想研究、 未进心学与佛教思想等文。 民国七十年并逝于日本, 释寿四十九。 批四千五百四十三。 张商英, 一千零四十三, 一千一百二十一, 北宋蜀州, 四川重庆, 新京人。 自天觉, 好无尽居士。 自幼吉瑞气替躺, 日宋万言。 出任通州主部, 一日入四建藏经之卷策起枕, 福然曰, 吾孔圣之书, 乃不及此, 欲者无佛论, 厚读为摩经有感, 乃归信佛法。 神宗时, 受王安时推举入朝, 大观年间, 为上书又谱舍。 为九英世哲于外, 曾致五台山齐文书像, 有灵宴, 乃素文书像供奉于山寺, 又撰发愿文。 不久, 执天大汉, 入山齐宇, 三度皆宴, 遂闻名于朝。 又还森四田三百寝, 至崇佛之臣。 集迁江西运史, 李叶东陵四场总禅师, 得其应可, 副头兜律四支从岳禅师, 就言头末后之据有所参究。 少盛初年, 受赵魏左司建, 因上书论司马光, 吕公者而左迁。 又长抵当时宰相蔡经, 故吕受贬。 大观四年, 一千一百一时, 六月, 天九汉, 乃寿命其语, 宛呼语, 徽宗大喜, 四, 商林, 二字。 后寿蔡经禅言, 贬之河南辅。 宣和四年末, 是寿七十九, 四是, 文中, 这有护法论一卷。 是士姬谷略卷四, 居士船卷二十八, 宋使卷三五一, P四千五百四十四。 张肃, 泛名PVA, Falgon, 即二十八星秀之一。 右座前颇球泥, 前德肃, 出破球, 肩挫天。 此星秀位于密调胎藏界曼陀罗之南方。 有二星, 或位三星, 六星, 竹善天, 属婆守神。 其形象, 深沉肉色, 做菩萨香, 右手术长相外, 驱食, 中, 无名三指, 左手握拳, 直连花, 花上有赤珠。 三昧耶行位连上心。 种子位, 咪。 真言位, 归命不如, 不如附发鲁球拿, 皮尔沃花固娜, 纳其差多罗, 纳其差多罗, 素, 缩附赫, svh, 或采用二十八秀总咒。 素药经卷上, 佛母大孔雀明王金卷下, 宝星陀罗尼金卷四, P4544。 张伦, 南宋人, 自财福。 高宗时, 以辞张邀宠, 任君州防御使, 官至两者西路父都总管, 之格。 经历念佛, 其身净土, 晚年于住宅东于建立道场, 早持栽连, 仿效会远结社之一役, 律其七日刻念佛万变。 又于春秋二期, 则日至普敬经社, 与众刻其念佛。 甘道二年, 1166, 高宗曾经书, 连设, 二字四之。 所作高宗皇帝御书连设计, 截连设普券文, 接收于恶邦文类。 另诱着有少星类俯古气瓶。 网身级卷二, 居士船卷二十四, P4544。 张陵, 三十四, 一百五十六, 东汉五豆米道, 天师道, 之创建者。 又称张道陵, 配国风, 江苏丰县, 人。 曾入太学, 通达五经, 任八郡江州, 重庆, 岭。 后入江西龙虎山修道, 从学者颇重, 作道书二十四篇, 自称, 太清玄园, 创立道派, 繁入道者需搅米五豆, 故称五豆米道。 教人悔过凤道, 以拂水咒法治疗疾病, 故得甚多百姓信奉, 后世道教徒尊位, 天师, 一说张陵自称, 其后一代代臣记道法, 世居龙虎山, 号称, 张天师。 五豆米道于张陵之时, 势力并不大, 至其孙张鲁, 使家发展。 参阅, 五豆米道, 一千零七十, 批四千五百四十五。 张胜温, 南宋大礼国立真人, 生平世纪不详。 以绘画著称, 由金鱼会佛像, 天王, 鬼神等, 笔墨精致, 色色红利。 其中, 作品, 范像图卷, 现存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批四千五百四十五。 张载, 一千零二十, 一千零七十七, 北宋儒者。 自自后, 凤祥梅县, 陕西, 人。 以其故乡为横渠镇, 故人称横渠先生。 家幼年间, 一千零五十六, 一千零六十三, 举进世, 官拜崇文院校书, 应与王安时不合而罢官。 吕与范仲淹, 二臣子, 臣明道, 臣一川, 谈学论道。 曾言, 为天地利心, 为生明利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影响后世知识分子甚聚。 后以一经集中庸位中心思想成立一家之说, 于观中从事讲学, 号称观学。 于佛, 道二教甚有研究, 这太虚极弃论, 该书深受为之, 华言思想之影响, 然其所者, 正蒙, 义书却严厉批判佛教。 西宁十年逝世, 试寿五十八。 令这友谊说, 东明、 西明、 李驱等, 接收于张子全书中。 P4545。 张漫天网, 禅灵用语。 即张开漫天大网, 令义人亦不得逃脱, 禅灵中, 比喻诗家皆化学人周到枕密。 右座步漫天网, 盖天盖地, 拽阙漫天网。 加太普登陆卷二十六, 万序一三七, 一八七上, 云门大师张漫天网, 捞笼打凤, P4546。 张晨姬, 1920, 1988, 湖北安六人。 出生于显幻家庭。 曾赴西康加尔居雪山寺学习西藏密教, 在喇嘛教中修持八年。 于抗日战争结束时, 返回内地。 大陆沦陷后, 刘喜印度, 辗转赴美, 从事讲学。 先后执教于纽约新学院, 内部拉斯卡大学, 宾州州立大学。 1966年出任美国佛教会总编辑。 曾数次回国讲学, 历任美国佛教会在台湾新竹所设立支柱台义经院院长等职。 著作有什么是佛法、 佛学经权、 佛教的全体论教法、 华言哲学、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The Philosophy of Hawaiian Buddhism, 等书。 又亦有密勒日巴大师全集。 是乃中国人中, 将我国华言宗思想介绍给西方世界之第一人, 亦为弘扬西藏佛教圣图密勒日巴思想最有力之学者。 P4546 张璐, 为东汉武斗米道、 天师道、 创始人张灵之孙。 配国风、 江苏风县、 人。 自宫其。 身足年不祥。 汉末天下大乱, 初平二年, 191张鲁律图公取汉中, 建立政教合一之地方性政权, 自称, 师君, 即行其祖父张灵之道, 整顿教团, 设置祭九、 大祭九等教团组织, 并在各地设立一舍、 一米, 过路者量复取时, 关西人民迁来避难者多达数万户, 张角等皆赴之, 据有汉中近三十年。 建安二十年, 215, 为国曹操将其功课, 封为郎中侯, 教团并得以存续。 后世之道教徒尊之为, 细师。 三国制卷八, 参月, 五豆米道, 1070, 批4546。 张荣, 四百四十四, 四百九十七, 南朝留宋, 南齐时代人。 自私光, 吴俊明族出身。 官类太子中树子, 司徒左常使。 父奉佛教, 母奉道教。 永明年间, 四百八十三, 四百九十三, 得病, 乐物生死, 为其家族者, 门律, 一卷, 主张佛, 道兼修。 并将, 门律, 寄交周瑜, 和典, 和应, 孔至规, 孔众至等, 争其意见。 诸仁之中, 锦周瑜强调佛, 道二教不同, 从而展开论真。 张荣则立主佛, 如, 道三教归一。 临终之记上左手持孝经, 老子, 右手持小品般若经, 法华经而逝。 参阅, 门律, 三千六百零五, 批四千五百四十六。 张希奇, 一千九百二十, 一千九百七十九, 台湾新竹人。 出身于明门望族。 又习四书五经及佛典, 及常, 对佛法解悟甚深, 民国四十三年, 一千九百五十四, 归一应顺导师, 遂誓愿终生弘扬佛法。 对慈祭工作, 不遗余力。 五十六年起连任多届中国佛教会新竹之会理事场, 并任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常务理事, 新竹救济院常务董事等职。 六十二年于新竹东门皆创建, 中央佛教道场, 公众修持, 诵经, 并经常举办佛经讲座等红法活动。 批四千五百四十六 张玲, 一千九百一十, 一千九百七十九, 湖南乡谈人, 自建分, 好, 吴正居士, 自幼物性齐家, 九岁能闻, 乡里目为神童。 十九岁时, 任湖南滨州县长, 此后历任国民政府秘书等政界公职, 并在东吴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等校执教。 试自幼崇信佛教, 吉常, 先后归一太虚, 虚云, 南庭等大师, 且热心于佛教弘法事业。 其书法及所传诗, 文, 对连颇为佛教界所称道。 台湾各大寺院之碑文, 塔明, 对连等, 出诸其守者位数甚多。 故事在台湾佛教界享有, 湖南才子, 知美誉。 民国六十八年世事, 享年七十。 P4547。 强毒, 强劫毒骨之缘, 以歼灭其恶。 又作强毒。 即对于不信佛法者强说教理, 令其听闻, 或指闻棒佛法时, 反而以此为结佛缘之机。 据法华经常不清品载, 常不清菩萨虽遭不信者棒骂, 甚有倚仗极身, 投识者, 然人慈悲前礼而言, 如等皆当成佛。 对此, 天台宗志以大师于法华文句卷时上解释该经文位, 对无善根者, 师以大臣强读, 此乃表示设受顺化之意。 参阅, 本位友善, 1950, 独天二谷, 3328, P4547。 赖巴善, 西藏名Ral, Pak, Kan, 集起赖巴善, 吃赖巴善。 西藏护教三王, 另外二人为气宗弄赞, 吃双提赞, 之一。 右座热巴中。 赖巴善未俗称, 本名为可离可足, 藏克里, Psegada, Brasan。 815-836, 或838, 年在位。 即位之初, 是与唐氏关系紧张时期, 常入寇中国边境, 其后唐藏和好结盟立碑, 所立之身就联盟碑, 唐藩会盟碑, 经人存于拉萨, 碑文中曾有对三宝蒙世之记载, 足真王前信佛教。 据传, 王曾简法为作剧, 以献森宝, 赖巴瞻, 即含有, 长法, 之意。 王健于历来所义经典位珍完美, 乃浅时致应, 广世里请延揽, 并及藏土高森词事协助。 诗印度学者有圣友, 范珍娜, 麦拉, 戒地诀, 范索瑞拉, 博迪, 师界, 范德娜, LA, 绝有, 范博迪, 麦拉, 吉祥地诀, 范尔恩拉, 博迪, 喜庆界, 范恩恩拉, 金刚界, 范菲特拉, LA, 等, 西藏学者则有宝, 法, 法性界, 治军等, 必采用, 人格组织之一场制度, 先离正义语, 审定义语结构, 西史与文法吻合, 此籍著名之范藏对照大词会翻译名义大籍, 范Mafi Pati, 现存西藏大藏经之行, 陈耀仪, 亦多于此时亦出, 兼有旧本, 已经教定最缔造西藏前传奇佛教之巅峰, 参阅, 西藏佛教, 2593, P4547, 范语PRPTI, 位据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一切法造作成就而不失, 称为的, 反之, 一切法不能成就, 称为非北, 的, 非北有表理之关系, 的, 仅于设于有情自身中之有谓法, 即, 自相续, 之有情法, 即则灭, 非则灭两种无谓法有关, 与, 他相续, 虚空, 无关, 就, 自相续, 而言, 若与之呈现积极关系, 即令之, 法, 和, 令之词, 称为的, 若与之呈现消极关系, 即令之离, 令之施, 则称为非北, 的有, 或, 犯, Protelomha, 与, 成就, 犯, Samanfgoma, 非得有, 不或, 与, 不成就, 等之别, 或, 即止为得或以施而经的, 的, 则是, 未来生相为, 将入, 现在为, 作用之别名, 成就, 即止得而至今相续不施, 的, 则是入现在为之计的别名, 以此类推, 不或与不成就一句同意, 凡有为法之得可分三种, 即, 一, 法前的, 又坐前身的, 即在法之前而起之得, 譬如牛拉车, 故又撑牛往引前的, 二, 法后的, 又坐随后的, 即在法之后而起之得, 譬如小牛跟随在母牛后, 故又撑独子随后的, 三, 法聚的, 又坐聚身的, 即的, 法两者聚起之得, 譬如行与隐相随不离, 故又撑如隐随行德, 又则灭, 非则灭等无为法, 乃非前, 后, 聚的, 即所得之法与时间无关, 为非前, 非后, 非聚, 而与上既有为法之三种的合为四种的, 此外, 使有为法之得能获得成就, 称为得的, 以及由得中复得之以, 得的又称小的, 随的, 与之相对者, 得称为大德, 另据称为时论卷一载, 得系一种假有之存在, 可分三种成就, 即一种子成就, 即一切见惑, 修获之烦恼, 人孕而起之诸无忌法, 即生的善等所有之种子, 其未被损害者, 二, 自在成就, 即由加行所生之善法, 即功巧处, 变化心, 为一路无忌等之部分加行力所成者, 三, 现行成就, 即善, 不善, 无忌等三种法之现行者, 巨舍论卷四, 卷二十一, 入阿皮达摩论卷下, 大皮婆沙论卷一五七, 卷一五八, 卷一五九, 品类足论卷一变五式品, 参阅, 成就, 两千九百二十八, 非得, 三千七百一十一, 批四千五百四十八, 的一切如来致印如来, 泛民 Farta, Sarva, Tusketa, JNA, Mudr, P-R-P-T-A, Sarva, Tusketa, Mu-I, Tahara, 其泛民之原意为, 于常驻中, 的照见一切如来三密业用之致印, 并保持一切如来之权, 秘密, 而精进于其事业之如来, 未般若理去经所举之如来明, 乃不空成就佛之一称, 又此事业之应得为金刚全菩萨, 故称此菩萨未得一切如来致印如来,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摩耶经, 理去事卷下, P-四千五百四十八, 的一切秘密法性无戏论如来, crítically, 泛民法Oかな Sarva, Tusketa, Gia, Dermat, P-R-P-T-A, Sarva, Darmprepasia, 大日如来之义称, 此如来的一切秘密之法性, 而远离系论, 故别称的一切秘密法性无系论如来, 所谓一切秘密,即于见、闻、处、知之诸法当相如如不动,而为解脱之药门,其意去甚深,非凡夫情享所可测之者,或以五秘密三摩地位一切诸尊之秘密内政, 故称一切秘密,又建立于金刚萨朵、玉菩萨、处菩萨、爱菩萨、慢菩萨等五秘密金刚同一法性上,故称法性,若驻此三摩地,则转欲、处、爱、慢似烦恼未果得,故称无戏论,此即为大日如来五秘密之三摩地,故称的一切秘密法性如来。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摩耶经,礼去试卷下,P4549。 得一望二,禅灵用语 得一,未得到精纯,得一望二,即虽已得一,仍其望得二。 虽已彻底究明一事,然却不能安住于其中,而更求他事,禅灵中用以比喻凡夫贪得无厌之迷情。 从荣录第九十三摩,大四八,二八七中,鲁祖问南全,摩尼珠,仁不识,如来藏理清收得。 如何是藏? 全云,王老师与如往来者是,祖云,不往来者,全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诛? 得一望二,P4549。 得人增处,禅灵用语 指得物者之境地 因得物者具有益于常人之气势,他仍是之一身增艳,故有此称 与,一向把柱处,一同 应眼谈华禅师与陆卷时,万序一二零,四四七上,三十三周七十森, 吕塞马汉的人增,诸方若聚罗龙手,应日无音道静明,P4549。 得入,一极正的物入佛道,唯摩经卷中,大一四,五四四上,诸佛密藏无不得入,法华经卷五,大九,四四上,每自作示意,以和令众生,得入无上会,速成就佛身。 二能了之一切法,虽说而不能说,不可说,虽念而不能念,不可念,而更离此说与念,即称的入。 出自是摩合言论卷二,为,随顺,之对称。 有二种,即,一,生灭的入,又可分为向上,向下二种,一,向上的入,为,使觉上转,之顺次,故以佛果位得入之位。 即诸行人依其言教,三会,行得位,能得入,以,经金刚的,之妙诀如来位,所得入。 又经金刚的,系指菩萨修行最高之皆位,即,妙诀位,之佛果,盖以佛果乃金刚中之金刚,故称经金刚帝。 二,向下的入,为,本觉下转,之次第,故以,斜斜的,为得入之位。 即一行人本有之行得,语文,思,修等三会及其言教位,能得入,以斜斜的位,所得入。 又斜斜的,系指,斜定句,之位,即菩萨阶位中最初的,实性位,以前之名。 以此皆位之人位具善根且位能正性业果报应,故位之邪,又以邪定不依,故称邪邪地。 二,真如得入,指所入之果,即真如所入之法体位能入之门,故位自所依。 于正正之位以敏觉能,所知别。 又真如门俱非言说及俱非说念,故以远离,随顺门,之说与念,即为真如得入。 是摩合言论卷一,是摩合言论看著卷六,P4549。 得大士明王,指大士智菩萨,泛名Mah,Sthma,P-R-P-T-A。 大士智又意味得大士。 阿弥陀三尊之一,是于阿弥陀之幼邪。 主佛之智门。 菩萨之大智智一切处,故称大士智。 密教中,其三昧耶行为为开夫之莲花,为莲花不知持明王,故有此称。 大日经书卷五载,所以持为开夫之莲花者,如皮卢遮那佛之时至花台,既已成果,复持如是种子,普散一切众生之心中,根深为开夫之莲花,此明王一同,亦能普护一切众生前蒙之善,使不败伤而念念增长。 大日经书卷十三,批四千五百五十。 德自性清静法性如来,泛名斯菲,B-H-V-A,阿德,未观自在王如来之一名,以及阿弥陀佛之秘号。 略称德自性清静如来,细出自般若理去经之如来明,然理去经之范本并无。 德,犯P-R-P-T-A,自 理去世卷下载,此佛名无量寿如来,若于静妙佛国土,则现成佛身,住于杂染五浊世界,则为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依观照诸法平等,自性清静之礼,而德自在,亦以此开示众生,故称德自性清静。 德,未能证之妙观察至,自性清静法性,未所证之礼。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摩耶经,P-4550。 德戒舍戒,即德戒与舍戒之并称,又作发戒施戒。 发的律仪,不律仪及非律仪非不律仪三种之无表色,称为德戒,反之,者施所得之戒体则称为舍戒。 无表色,指于身中相续横转,有朝至乐果及防非止恶,或朝至苦果及防善止善之功能的无见无对之色法。 律仪之无表色有三种,即,一,净律律仪,即定贡戒,乃的有漏之四根本及四净分净律的知心时所得之无表色,属于色戒之戒。 二,无漏律仪,即道贡戒,乃的无漏根本净分净律的知心时所得之无表色。 三,别解脱律仪,即所谓其众所持之戒,乃依他人教导之力而得之无表色,属于戒之戒。 又依他人教导者有从森家的及从普特加罗得二种,从森家而得者有比丘,比丘尼及正学律仪,从普特加罗而得者为其余之五种戒,即秦策,秦策女,近侍,近侍女,近柱等五种律仪。 又比丘,比丘尼之德巨族戒又分自然的,见地的,善来的,信佛的,问答的,敬重的,浅时德,边舞的,时重的,三规得等时重的戒之源, 对此,四分律,摩赫森旨律,五分律,皮尼姆论等诸典所说各不相同,大臣法愿一灵章卷三末一一响载之。 不律仪,即非律仪之恶戒,得此无表色之原因有二,一,生于以沙身等畏业之家,依出所限行沙等之家行而得。 二,虽非生于不律仪之家,初起意愿从事沙等之业以为活命时,即得此无表色之恶戒。 非律仪非不律仪,即处中之善戒恶戒,得此无表色有三因,一,依因而得,即出师元灵而种下诸福田时所得。 二,依受而得,例如自是为理佛不先时,长于六斋日失时等。 三,依众行而得,即由因众之作意,而行恶行善所发得之无表色。 作意,系指内心警觉知精神作用。 舍戒者,亦分律仪,不律仪,非律仪非不律仪三种,且其舍戒之缘,依诸不及大臣之说一个不相同。 据据舍论卷十五载,三种律仪的舍戒之缘分别为,一,净律律仪依二元而舍,一,异地,即由下地生于上帝或由上帝来生下地时。 二,退师,即由以或圣定之功德而退师时。 二,无漏律仪依三元而舍,一,的果之时,舍先前之向道及果道,故意舍先前之律仪。 二,于炼根之位,得利道而舍顿道,故意舍诸律仪。 三,以退师果道,圣果道之故。 三,于八种别解脱律仪中,除禁住律仪外,比丘,比丘尼等七种律仪皆依四元而舍,即,一,以义乐之故。 二,以命中之故。 三,以身为二行之故,即兼具男女二根者。 四,以断扇根之故。 净住律仪则有五种舍戒之元,即于前述之因缘,令家,业敬,而为五元。 不律仪之恶戒,依三元而舍戒,即命中,得戒,身为二行。 非律仪非不律仪之处中戒,依受心断坏,气前所受,势力断坏,尽性或烦恼之势力,作业断坏,不復作,事物断坏,如舍诗之事物,受命断坏,所依止转意,善根断坏等六元而舍其戒。 除上纪各类之舍戒外,于家师的论特别论述大臣菩萨之舍戒。 于家师的论卷四时举出二种舍戒之元,一,退菩提心,二,犯众舍。 并为大臣菩萨若起此二元,转受于真,妄施本念,如是则他日虽有机会重受菩萨戒,然以非心受,亦非心得。 此外,同论卷七十五令又举出大臣菩萨四种舍戒之元。 大抵而言,于家师的论论为菩萨戒之舍戒因缘,若非由于退师菩提心或犯上品之重罪而舍戒,即可尽来即不退师,此系亦于声闻律一戒之由于命中而舍戒。 然若据菩萨应若本业经卷下大众学品之说,则为菩萨遗受时无忌戒,以元顿妙戒,即可永不退师。 对于家论与应若经两说之出入,唐代之心罗学僧意寄于梵网经菩萨戒本书卷上加以禅论,以种子之熏习功能,之说轰此,应一论之说吧。 四分率卷五十七,十分率卷一,卷五十六,五分率卷一大批菩萨论卷一二零,巨舍论卷十四,卷十五,大乘一张卷十,参阅,戒,两千八百九十六,五表色,五千零九十七,批四千五百五十。 得果,指三圣之圣者各达成自成之果法。 如生文成观四圣地,得入涅槃之果,原觉成观十二因缘,以正入辟之佛果,菩萨成则修六波罗密行,以求无上菩提,度一切众生。 华言经探玄论卷一,将三圣之修法语的果情形,分为三种,即,一,使别中同,使别,为三圣所修有四地,原生,六度之别,中同,为旧的果而言,三圣之仁同灭生至。 二,使痛中别,使同,为三圣之使同为文般若,观无性,中别,为三圣所得之果各自不同。 又若聚圣地,原生,六度不同之修行,亦可称为,使中各别。 三,敬义远童,敬义,为三圣出以方便诱导,远童,为最后三圣同以大臣的度。 大宝基金卷九十四,良义设大臣论卷以P4552。 德度,亦蒙受教化,度月生死之海,而达于涅槃之彼岸。 隐身未替法出家,以出家入道位到达彼岸最初阶梯之故。 印度原有不满十二岁未得父母允许,或诸种疾病者不得出家之限制。 摩赫森指律卷二十三,二十四更列举坏比丘尼进行,贼盗柱,月寄人,五逆,六种不难,太小,太老,结手,结脚,结笔,盲,龙,臂,边斑,硬斑,拔金,克金,曲己,王臣,负债,并,外道,儿,奴,身不拒,漏色等各种不得出家之规定。 我国古来出家园无限制,其后因僧数聚增,又庶名长吉出家来逃避侦克,乃设僧吉以登陆之,正式的渡者寿与渡蝶,而严禁私度。 佛祖统统统卷五十一载,梁末第十,九百一十三,九百二十三在位,斥令天下僧尼入经彼世今夜。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亿载随,唐、颂、颜、明代,皆曾行世今度森。 然亦有于一十度多数量之森或一静那,香水前,而特下副度叠。 又随样第十,六百零四,六百一十六在位,照七日间度千森,后世称,特恩度叠。 又唐宗宗宗至德年间,七百五十六,七百五十八,依宰相裴免之奏请,麦度叠,称之为,静那度森。 得度有一定规则,仪式,称得度式。 宋元时代禅灵杀弥的度之仪式,据赤修百账轻规卷下大众张载,行者选定寿度叠之日,届时设置公务,礼请三师,入森堂替法,者加沙,寿三规五戒,杀弥十戒,出唐后,拜一方账,最后寻了礼谢。 日本益胜早及有试经的度之志,平安朝时代更定年分度者之志,每年各宗总计十二人,且有年龄等之规定。 四分绿卷三十二,四分绿山凡补雀形式超卷下四,佛祖统计卷四十五,世事基古略卷三,续日本计卷七,参阅,出家,一千五百五十八,度叠,三千七百七十九,世经,五千六百零七,二又作得道。 得无漏圣道或菩萨之无身法忍,无上菩提。参阅,得道,四千五百五十五,批四千五百五十二。 得嫩软丸,禅灵用语。贬质不灵活,目气省省之修行者。 未则骂修行者,缺乏气魄之语。 从荣录第八十则,大四八,二七八中,亚云,打击任打,要且无阻失意。 得嫩软丸,批四千五百五十三。 得格巴哈都尔,特克巴哈德,一千六百二十一,一千六百七十五,印度西克教第九代祖师。 原名帝格马尔,泰埃克马尔,应于反对蒙悟尔王朝之战斗中屡见其功, 而德,德格巴哈都尔,亦为勇敢之剑,之称号,后蒙悟尔王朝皇帝奥朗则不收买该教之上层人物, 在战斗中遭惨败并被俘杀,祖师一职由其子戈兵德兴俄,Govind Singh,继承。 P四千五百五十三。 得病十元,即得病之十种姻缘。 据佛依精彩,即,一,久坐不食,二,饮食无节制,三,多忧愁,四,过度疲劳,五,盈欲,六,甜慧,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至上风,忍呼吸,十,至下风,忍放僻。 P四千五百五十三。 得一分,即唐代善导于观无量寿佛经书中,将观无量寿经,略称观经,王公会之经文重新分科所分出之一科。 观经共有王公会与灵山会,其蛇会,二会,王公会占全部经文之大半。 历来科判经文多分为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即所谓,三分科经,燃善导将观经王公会原有的三科分为四科,即自正宗分旁分出得一分。 其经文细字,说是与识,至,诸天发心,为止,依善导之分类,内分总叠,能闻法人,为提得意,侍女得意,诸天得意等五项目。 P四千五百五十三。 得托,得解托之略称,极乐托生死之苦,获得涅槃之妙月,或断除一切烦恼,正得菩提。 如法华经卷二性解品载,大九,一八下,得托三借苦恼之患,一教经,大一二,一一一二上,若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犹未得托,P四千五百五十三。 得于忘权,权,又作权。 只计调得于,便忘其余据。 比喻既已成功及忘其凭借,或已达成目的,即舍弃工具方法。 庄子外物篇,权者所以在于,得于而忘权,提者所以在吐,得吐而忘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有得于忘权,得吐忘提,得意忘言之比喻。 其中,得意忘言,意语,意味语言乃表达道理之工具,既已得其理益于心,则明言可望觉,或表示不拘泥于文具以领那体为其中真意。 于道家,禅宗,皆认为最高深之道理觉非言语所可传释,故主张以心正道,理觉言权。 班若新经驻,八经诀,批四千五百五十四。 得胜,一千三百二十七,一千三百八十七,日本灵纪宗法登派森。 好拔队,相摩,神奈川县,中村人,俗姓藤原。 四岁丧父。 稍长,进入当地之制服寺,授业于印痕禅师。 二十九岁从印痕落法出家。 即跟随的穷逝者练行,藕闻溪水深,有所景物。 先后参见肯山文物,复衍宗吉等僧,并游历关东,参业诸民宿。 后入出云,岛根县,云树四孤峰绝明禅师之事,四岂法。 孤峰授以,拔队,知好。 其后营缴各国,二年后归相摩,掩居于甲肺。 当地宝珠寺昌秀牧师德峰,国首武田姓陈娟献岩田寺的,开创项岳寺,请师任开山第一室。 师介律圣言,班三十三条立境,特境营九。 嘉庆元年二月世纪,释寿六十一,法腊三十二。 天文十六年,一千五百四十七,四世,慧光大元禅师。 为日本灵济宗向月四派之祖。 四法者有郡翁令山。 师者有雨露六卷及拔队甲明法语,岩山河泥河水及各一卷等。 岩宝船登陆卷十五,扶桑禅林森宝船卷九,批桑禅林森宝船卷九,批桑禅林森宝船卷九。